我本是一个重度网瘾少年 一觉醒来竟然穿越到了古代 正当我意识到哪里不对的时候 门外的丫鬟拿着一幅画像就冲了进来 少爷快看 大师给您画的肖像送来了 大明第一上 果然风流倜傥玉树临风 大明 听到这里我才意识到 难道我穿越了 看着身边的家具和故宫里的古董一模一样 没想到我也有翻身的一天 再加上我是明朝那些事 这本书的忠实读者 我对明朝发生的事更是了如指掌 正当我准备在这个时代大展拳脚的时候 只见丫鬟两行泪落下 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 突然门口出现三个和尚壮汉就冲了进来 我看到这架势直接愣住 下一秒直接被他们几人合力按到床上 这时门外传来 李时针到 外孙救宫来了 只见他缓缓朝着我走来 下一秒手中就出现一把银针 我直接吓得哑了呆住 你要对我干什么 只见我那大救宫笑着说 放心放心 也就五百来针 下一秒便出现好多舞女来跳起了我 本草纲目里有记载这么看病的吗 后世怎么失传了 这可真是痛病快乐着 哈 老夫的方子可是要名垂千古造福全人类的 你这区区小病 手到齐来 在这里生活了几天后 我终于悟了 这几天观察下来 现在是大明朝朱元璋在位期间 这具身体是大明开国名将曹伯公理文中的独子李景 乃是游手好险 五毒俱全的京城第一败家子 我只要表现得正常一点 就会被当成失心疯发作 为了不被当成疯子 我只能当个败家子了 此时门外的侍女走了进来 少爷 明呆吃药了 我赶忙让她走开 我好了 不用吃了 这样是大舅公亲自开的 要我亲自为少爷吃下去才行 我文言一把夺过药碗 直接一饮而尽 寒泪说到这味道真棒 下次不准再来了 只见侍女微微一笑 下一秒就朝着我走过来 说要给我垂垂呗 我哪里见过这阵仗 吓得我直接一口鼻血喷咽而哭 我穿越到明朝一个败家子身上 只要有稍许一场 就会被旁人看成脑残 便要请我那大舅公里 时针给我扎针 我为了保险起见 找我的贴身丫鬟 询问我以前的幸福 少爷 您可从小就是小色胚呢 您是不是又犯病了 我文言顿时无语 看来我不能转变得太快 还得采用迂回战术才行 于是我便正色道 阿刘 你有梦想吗 梦想 是吃的吗 不是 梦想就是你以后想做的事 想变成怎样的人 那我懂了 我以后要做一个大侠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 于是我便忽悠帮他追梦 不过我以后办事 阿刘大侠也要多多帮忙 那是自然的 少爷现在需要做什么呀 为了更好地实现你的梦想 我想要干一番大事 阿刘便跟我提起 我以前干的大事 我文言一口茶水 直接吐了水 闭嘴 不要给我再提以前的那些事情 少爷 您潜入户部尚书女儿闺房 出来还点零千丁起了的外号 这件事还没过去呢 事后被林府的人 追着满大街跑 少爷现在要做大事 可不是好时候 林府的人已经在门口 等了好几天了 说什么 我以前这么无耻 但这也不能阻挡 我做大事的觉醒 下一秒便见一个家丁来汇报 少爷 我好了 林家的人冲进来了 我原本还以为 林家是邻居来戒严 被阿刘提醒才知道 来的正是户部尚书林家 此时外面便有人大喊了 李景龙 你给我滚出来 居然敢调戏到我姐身上 看我林方今天不废了你 我文言必要带着阿刘去看看情况 只见外面的人在我家大院建东西就发 我一看还真是来报仇的 下一秒林方直接就冲了过来 你是想我把你直接火化祭天 还是把你的肉一片片割下来喂狗 我还以为刚穿越就要领盒饭了 此时事情发生了转机 老大 别生气 让我演演戏骗骗家里的人吧 我竟瞬间被他的操作惊呆了 大哥 如果我这次不装装样子给我解出头 那以后我的林花钱可能都没了 我文言一拳扇到他的脸上 一旁的下人都吓得一脸冷汗 正当我得意之时 林方突然站起身 顿时怒火中烧 把一旁的下人直接吓鸟 糟糕 林少要发火了 林少是帝都出了名的暴脾气 没想到下一秒事情再次发生了转变 一个文弱的书生竟然暴揍京城恶神 而他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还认我当大哥 老大 外面人说你醒后大便扬 你果然还是我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哥呀 我文言更加生气 侧漏 你全家都侧漏 随后我便把他叫到屋内喝茶 但他却看上了府中的一个三岁小妹妹 我文言顿时无语 一杯开水直接倒到他的头上 随后便传来一阵惨叫 大哥 下手太重了 毛都卷了 好了 和你谈点正事吧 大哥 我姐那边可不能再去了 我文言放下了水杯 我们要谈的是一笔大买卖 林放文言一论 还以为是想象中的那种买卖 我文言大怒 不是你想的那些 大哥 您去年说大买卖 就是带我去开婚 我撑得在家休整了一个月才能出门 前年的大买卖说是新进了一批5G 老大带我做的大买卖可多了 就是没怎么赚钱 够了 不要再说了 这次我说的大买卖是做一番事业 建功立业 名流千古的那种 林放一听名流千古 还以为我要带他去做千古风流人物 看来林放这思想是没救了 是大哥对不起你 正是大哥带我 才为我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有什么鞠躬进退的大事 别客气 都朝我来吧 我不要脸的祸色 你以为大哥带你逛青楼吗 我是要带你发大财 林放一听到要发财 顿时两眼放光 我说做大事你没兴趣 说发财你就直接来的兴趣 你不知道我爹有多扣门 每个月的零花钱还不够下馆子 每次都被那帮家伙嘲笑 只要你跟着大哥干 别说下馆子 给你买下酒楼都行 那我当然要干 大哥是什么母 需要我做啥 我文言便给他出了一个主 这样能行吗 一定行 大哥什么时候骗过你 行了发财的事情就按我说的办 你回去就凑钱 越多越好 咱们需要一笔启动资金 可是老大 你最近有时间做这些吗 不要怀疑老爹要发财 和干大事的决心 可是老大 我姐的事 我老爹一定会找你要个交代 什么 他难道还想打断我的腿 那倒不会 但是可能比断腿更残忍 你爹难道是我们发财路上的 绊脚石吗 去帮我搞定 我可没那本事 我爹想让我老姐嫁给你 我还以为自己的桃花孕药 心里美滋滋 老大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天真了 你不是身上还有婚约的吗 我文言直接愣住 啥 我有媳妇 被老婆打到全国出名 是什么的情况 自从我上次暴揍临放之后 他不仅认我当大哥 还要把他姐嫁给我 我文言还以为我的桃花孕药来 没想到我竟然已经有婚约在身 随后便去问我那贴身丫鬟 阿刘 你知道我那个婚约是怎么回事吗 少爷的婚约是黄太孙亲自做媒的 对方是太孙之师方孝儒的女儿方诗诗 听说方小姐文台出众 连许多男儿都比不上 方孝儒的女儿 长得好看吗 我见过她吗 少爷你见过一次的 方小姐倒是真的美 正当我得意我那未婚妻 是个美娘子的时候 下一秒便让我惊掉了下巴 什么 你说我第一次见的 就被她打了 还毫无还手之力 是的 这是全国都知道的 被老婆打到全国出名 还不要这名声呢 这老婆再美也不能要了 少爷不行啊 他爹是方孝儒啊 当今文台领袖 等等这名字有点熟悉 我赶忙回忆起明朝的这个人 方孝儒 明朝汉林院学士 因支持建文帝学凡 被夺取皇位的 燕王朱弟一十足 卧槽 这方孝儒 摆明就是个扑该的货色 老子不要娶她的女儿啊 我决定了 我要退婚 少爷不行啊 这是皇太孙 亲自许的婚事 皇太孙是什么人 皇太孙就是当朝 明太祖朱元璋最爱的孙子 就是朱允文啊 老子要下车 这不是去幼儿园的车 朱允文和方孝儒 会被燕王朱弟反杀的 绝对的朱队友 我不要跟这群朱队友一起 我要找老爹退婚 少爷不行啊 此时门外的家丁传来 老爷回来了 我文言一愣 啥老爷 便宜老爹 朱九足的呀 救命啊 此时我那老父亲 还在问家丁 我最近身体咋样 听到家丁说恢复的 还不错便要来看看我 必听到我要退婚 瞬间一脸惊恐 老高太冲动了 不会让他看出来 我不是他原来那个儿子吧 正当我还在担心的时候 我那老爹推门而入 哪来的混账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例子 我会真认出来了吧 那我在明朝 可能只注册了账号就要挂了 平日里你惹事就算了 近来又去招惹 户部上书林大人的你 我一看他好像没认出我来 直接跪下准备认错 没想到我收到一顿教育之后 我那老爹竟然给我跪了下来 我只是跪下 给我那老爹认得罪 门外的家丁都以为 我这次要少半条命 没想到下一秒 我那老父亲 竟然给我跪了下来 少爷以前别说对老爷下跪了 不期在老爷头上 就算心情好了 我闻言吓得一脸冷汗 我以前有那么混账吗 连自己老爹都欺负 此时我那老父亲坐不住了 阿刘还等什么 赶紧请大夫 这货不是我的原版儿子 原来我这便宜老爹也是个儿子 看来不能对他客气 我赶忙转变语气 就算你给我下跪 我也要退婚 不退婚 这爹就当不成了 我那老父亲闻言 竟然喜极而起 果然是我的败家子啊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这爹给儿子下跪这么自然了 次日 我们爷俩来到书房谈论这件事 自从你母亲去世后 我把对他的爱权倾注在你身上 太过于处密 以至于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而我此时心中已经咬定 必须退婚 这样才不会漏险 正当我那老父亲 还在苦口婆心地教导我时 我猛然起身 直接一碗开水倒了上去 儿子 你下手轻点 那方师师茂美如花 你到底哪里不满意啊 为了我李家小白孙 是要找这样一个有学问的媳妇才行 再说这可是黄太孙做的美 你爹这脸在之前 也没法去伤黄太孙的面子 我文言直接给他下了一记谋了 废话少说 你不退婚我们家就断子绝孙了 随后便把我那老爹踩在地上报答 随里说着老子就是要退婚 好好好 老爹豁出去了 这就去找黄太孙退婚去 就在这时 门外一个打扮华丽的公子走了进来 谁啊 随随便便进别人家 没教养的东西 随后便听到 锦龙 你子 对黄太孙怎能如此大不敬 随后我那老爹便要我下跪 我心想对待这群古董不能太客气 我爹我都不贵 凭啥要贵得年轻呢 随后便看到我那老父亲一口老血吞了出来 我那老父亲给我安排了一门婚事 还让黄太孙朱允文亲自做媒 而我不但不答应 反而还坚决要求退婚 只因对方是方笑如的女儿方逝世 而我好说歹说也读了十几遍明朝那些事 早就知道她是个扑该货色 我要是娶了她的女儿 那不是马上就要领和饭吗 此时朱允文从门外走了进来 刚好听到我要退婚的事情 只见她缓缓坐到位置上 曹国公不必如此 锦龙与我一同长大 私下在这府里就不用这么多礼数 这个逆子让我操碎了心 谢皇太孙宽宏 但是我刚刚听说锦龙要退婚 这是要打我脸吗 只见我那老爹普通跪在地上 皇太孙 锦龙不是那个意思 逆子还不认错 我此时握紧拳头 心想绝对不能妥协 要是娶了方笑如的女儿 等燕王公路南京城 却要唱一曲凉凉了 1398年见闻帝朱允文继续 但燕王朱帝禁难之一后就下落不明 是个马上就凉了的主 绝对要离他远远的 随后我便正色道 皇太孙说的没错 就算打你脸我也要退婚 逆子 这个逆子 看来你是不把本皇太孙放在眼里了 历史上说朱允文都是挺温和的一个人 不会是假的吧 下一秒便见到他微微一笑 咱们是兄弟 要退婚也不是不可以商量 我那老父亲文言差点没犯了心脏病 可以退婚了吗 那就多谢皇太孙了 凡事都可以商量 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才能考虑退婚哦 我文言坐在椅子上瑟瑟发动 果然不会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天下皇家哪里会做亏本买的 于是我便问他是什么条件 是这样 下个月我爷爷过生日 只要能逗爷爷开心 这婚事我就给你做主 我还以为是什么间断科技 比原子弹简单多了 于是我便直接答应了下来 心想反正咱有钱 搞个泳池派对啥的 不知道古代这群土包子吃不吃的消 好那本皇孙就等你好消息 说完便带着仆人离开了 下一秒我那老爹便一个杯子砸了过来 我打死你个逆子 干嘛打我 皇太孙的爷爷就是当今天子大明太祖 这种条件你也敢接下来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明太祖朱元璋 以心狠手辣而闻名 老爹 就算是送给太祖生日礼物 也不至于掉脑袋吧 你熟悉太祖的性情吗 你知道官员贪污一百文 就被太祖下旨处死吗 你送礼贵了 就等于承认咱们家贪污啊 那就送点便宜的呗 送便宜的那皇太孙还用求你吗 我这才反应过来 朱宇文这小子坑我 现在该怎么办啊 我也很绝望啊 此时门外一群舞女就冲了进来 老爷少爷 看看我们心边的舞蹈吧 我此时哪还有心情看这些 我突然想到了什么 有办法了 我那老爹瞬间喜极而泣 有啥办法 府里这么多美女 我要编一支新舞 做太祖的生日礼物 我那老爹在后面提醒我 太祖不好你色 始终只宠马皇后一人 我文言顿时犹如晴天霹雳 我那老父亲也冲进我怀里痛苦 我救你一个儿子 我不想我们李家绝后啊 老爹 如果太祖要砍头的话 不是满门抄斩吗 最后我怎么没想到 对你个头啊 这么说咱们都死定了 次日 我带领一众家丁来南京城寻找礼物 少爷您今天不逛回春楼了吗 少爷我是那么好色的人吗 不找到合适的礼物 就不能退婚 不退婚就会被猪队友坑死 我无奈地叹了口气 此时看到一旁几个流氓 在欺负一个弱女子 我哪里看得下去 住手 你难道就是李锦龙 光天化日之下 难道想在我面前抢抢名女 李少 您说什么笑话呢 你身为大明第一顽固 平日欺男霸女 这小娘子你也看中了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闭嘴 小爷我今天想做回英雄不行吗 想当英雄 可是我们也是正当做事 拿人抵战是天经地义啊 欠债就还钱 你们这明明就是借着欠债还钱 做人肉生意 下一秒便看到两只哈士气出现在眼前 我只是随手放出两只哈士气 却把京城恶霸吓得跪地求饶 这整条街都是我家的 放狗要我也没用 他家欠钱不还 就算闹到官府我们也不怕 我一听好像还挺有钱 但是比有钱 你比得过本少爷我吗 随后我便大声说道 这整条街我都买下来 我出三倍的价格 众人一听全都一脸金光 我原本还以为这不让我装到 下一秒便听到人群中传来 绝对不能卖给这种败夹子 这败夹子肯定让我们西北风都没得合 武文言直接愣过 此时身后的姑娘传来 别过来 如果要我从了李锦龙 我宁愿现在死了算了 还不如给招恶霸家 至少还能活着 姑娘 你好像有点误会吧 我刚刚只是要救你来着 心想这败夹子的名声也太臭了吧 你们这也太离谱了吧 小爷我总比这些流氓好吧 听说被你买回去的丫鬟们 没有一个好下场的 我不要 武文言差点没被气晕过去 此时人群后出现一个女子 住手 敢在我眼皮底下为非作歹 众人全都露出惊喜的表情 是他 没错 我就是帝都爱与自由的化身 齐鸾玉 此时身后的人竟然纷纷跪拜 阿刘竟然也提醒我 不好了少爷 我们快跑吧 齐鸾玉可不好惹 武文言一把推开 他是哪根葱啊 少爷 他是当朝兵部尚书 齐大人的掌上明珠啊 身后的人都对我的无知 惊掉了下边 下一秒我就挨了一巴掌 此呗子 本小姐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了解了你下半生的骄傲 等等 姐姐刚才是首屋 再说 你不是来给主持公道的吗 没错 有本小姐在 绝不允许强买强卖 那是自然 我李锦龙绝对让大家自愿卖给我 本小姐才不是无知少女的 如果他们自愿 我就跟你信 武文言嘴角微微一样 一言为定哦 各位老板 我知道自己名声不好 不过今天这么多人见证 我想和大家谈一笔声音 人家宁死都不肯卖给 省省力气吧 我出三倍价格收 各位的铺里 同时这些店还是由各位经营 我绝不干涉 并且投一年免租 众人一听三倍价格 不干涉经营 投年免租 瞬间瞪大了双眼 纷纷要把店铺卖给我 生怕晚一些我就不满了 齐鸾玉顿时被我的操作惊掉了下来 这位小姐 你输了 我还没回过水 便看到一群老板们冲了上来 明朝人也太直白了 太热情了点了 果然有钱在哪个时代都是王者 不对 刚才和我打赌的那位姑娘了 此时阿刘指向深厚 少爷我们不如去一棟园找姐姐们吧 而我却直接走向了一旁的店铺 进门便被这些送辞经验倒 阿刘还没反应过来 便听到我说 这家送辞我全包了 我花了七千万买了一整条街的店铺 所有沾上光的老板全都赚得盆满过满 少爷少爷 我们买这么多店铺干嘛呀 我不是败家子吗 只要我喜欢 全都买 身后的人一听 纷纷拿出物品准备高价卖了 少爷不能买这么多呀 家里没地方放啊 小孩子才做学 少爷我全都要 此话一出 我瞬间被一群人围了起来 糟糕 好像败得太招摇了点 都怪少爷你买得太多了 花点钱 收到了几条街人民的欢迎 这钱花得值 少爷您今天可不是花了点 可是足足花了七十万俩 按照明朝的购买力 相当于后世的七千万买 回到家中 我那老父亲便问我今天买了些什么 我心想花这么多钱 不会被他骂吧 此时阿刘小声汇报 少爷买了两条街 我那老爹一口茶水喷了出来 正当我以为今天要小命不保 下一秒便让我惊掉了下巴 儿子 干得好 你替我们家大赚了一笔 我还没明白怎么回事 你买得糊涂 朝廷决定多款一百万两重新修缮 到时候那就是咱家的商业圈了 你买的这条街可是翻了好几倍啊 我一听翻了几倍瞬间也冒金光 发财了呀 果然 有钱人赚钱更加容易 此时我那老父亲意识到不对 我儿子明明是个败家子 怎么突然变成商业器材了 你是不是又犯病了 但定点 这次是失误 我明天就败出去 随后我便直接摔门而去 我独自坐在书房里 心想这败家人是好难实现啊 都快变成赚钱想用手了 看来还得努力败家才行 此时林放竟然直接冲了过来 大哥你赚大发了 没忘了小弟吧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哪里来的这个鬼脸 大哥为了给你凑钱 我可是把全家嬷嬷的赔价都骗了 这张脸都被阿姨们揉得不成样子 我闻言大怒 就这几个铜板 怎么做生意赚大钱 老大 我可没有你那个爹 不过我知道一个赚钱的好办法 富家少爷坑崩拐骗才有一袋铜板 而我只是出门装个杯却赚了事业 我闻言把他按在地上报答 老大 我知道一个赚钱的好办法 随后我便被他带到了赌场门口 这就是你说的好办法 对呀 我的私房钱全在里面呢 你是不是脑袋进水了呀 赌场有赚钱出来的吗 我堂堂曹国公世子 会在赌场赚零花 林放却指向赌场妹 只见一个身材火辣的贺官坐在赌桌上 各位大人 这财源是自己的 我是不后哦 林放你说买大还是买小 老大 以我多年混迹赌场的经验 应该压小 那好 我全都买大 随即便把我的银票全放在了大上 买好了就开了呀 老大不能买大呀 我的经验很重要啊 你死开 我算是明白了 你天生倒霉呀 我信你个鬼 随着宝盒打开 果然是大了 此时林放的态度瞬间转变 老大 我对你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我从来没赢过钱 这次我们终于翻身了 快快继续赢 这次我说买小 这种绝招一天只能用一次 再用就不灵了 今天我们懂 此时身后的荷官叫住了我 谁说你们可以走了 老大没打赏哪里有小姐姐陪玩呀 两位公子玩了一把就想走 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现在我怀疑二位出老千 随后便看到一群保镖出现在眼前 还有人赶在我的厂子使诈 我的不耐烦了 等等 这么点小钱就让你迷住了 想不想赚更多的钱 有点意思 我叫老板娘下来 随后我们四人便坐到桌上谈论起来 公子的这个玩法倒是很新颖啊 当然 这种叫福利彩票 只要你这样我敢保证 赚的钱比以前多失败 真有这么赚吗 你该不会是骗老娘吧 拿着 这时小爷今晚赢的钱 再多给你十万两 当入股吧 福利彩票 我要拿三成 好 公子出手阔绰 自然是姓公子的呢 那我们就签订文书吧 随后我便有了赌场的股份 公子好厉害 那你以后就是咱们赌方的老板之一了 看公子如此贵气 今晚有好去数不 今晚明月楼选花魁 不如二位可以去看看啊 心想可不能再让你给的钱赢回去了 随后我便带着林芳来到了明月楼 一个脑残败家子竟然能在赌场赢钱出来 还帮赌场开创了彩票业务 甚至花重金入股 就连性感贺关都对他投怀送报 而他不仅不为所谓 反而来夜店竞拍花魁 老大 只要我们砸钱 今晚就能报的美人归 你给我冷静一点 随后便进入到了竞选环节 只见台下的众人纷纷出价 老大 坏头啊 再不投就要被别人抢先了 有些人看起来人模狗样 其实穷得掏不起钱 穷鬼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我出一万两银子 台下的人瞬间被我惊呆 假的吧 谁会这么砸钱 我随便指着台上的一个姑娘 就他了 一万两如果不够 本公子再加一万两 公子爷好爽 今年的花魁就是碧鸡了 而我此时却准备带着林芳离开 老大 你花了两万两银子 就这样走了 还不知道我的脾气 是是是 老大您是男儿本色 败家中的败家 一肚子草包 怕姑娘看不上 所以着急逃走 丢人丢到家了 公子竟然有机会与我共渡凉宵 为何又要走呢 大爷我玩的就是个兴致 今天尽兴了 改日吧 大哥说话就是有水平 依我看应该是虚板 要钱有啥用 身体不行还来这耍威风 你说什么 老大 你别挡我 我按住了林芳的肩膀 狗咬人一口 你还要咬回来吗 老大 你真是太明智了 他说我们是狗 下次见到定要让他好看 随后我便带着林芳出了夜店 没想到迎面而来的女子 直接撞到了我 瞎了你们狗眼了 敢撞我大哥 林芳闭嘴 我没事 二位走吧 刚刚那两人明明是故意撞大哥的 为什么放了他们 如果我没猜错 刚刚其中一个正是我的未婚妻方诗诗 老大 那真的是方诗诗 小声音 我们先回去看看 难道他也是来逛夜店 小子你居然回来了 去看医生这么快吗 放肆 我大哥的身体不知道有多棒 需要你们的破医生 你低调点啊 虽然我很厉害 但是也不要弄得大家都知道吗 不要和这种人一般见识 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 此时身后的那两位姑娘走过来 我们可以坐这里吗 林芳此时竟然跟我唱起了反调 我说不可以 他却说可以 四人尴尬的四目相对 要做就做吧 不行 我回来的目的不就是表现给他看的吗 我此时直接站了起来 闭机姑娘 我又回来了 今夜本公子要与你共祖良宵 我的操作瞬间把一旁的人惊呆 而我此时却在想 我如此放浪 是个正经姑娘都不会想嫁给我了吧 和自己的未婚妻在夜店门口擦肩而过 而她却没有认出我 我随即跟到夜店 并出价十万两样花魁陪我过夜 公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台下的人群也纷纷怒斥 这种人不过有几个臭钱罢了 所谓花魁 必然是诗词歌赋样样精通 岂能被金钱打劫 随后我便听到 公子想扒我也不是不可以 台下众人被瞬间惊呆 公子可以复诗一首 如果能打斗奴家 可以分文不去哦 作诗那不是难为我吗 各位客人也可以复诗 谁的诗好我便跟谁 台下的众人一听 纷纷开始作诗 这真是吴语他妈给吴语开门 吴语到家了呀 随后便看到一个胖老板走了上来 水中月是天上月 眼前人是心上人 众人全被惊呆了 后面呢 在下也只能想到这半首 难以描绘碧姬姑娘的美貌于万一 台下的人纷纷称赞 虽然只是半首 但已经是难得的家具 明日必将轰动京城 我这首诗姑娘可喜欢 我一看这架势 随口用我的知识储备说了起来 不是爱封尘 四倍前缘物 花落花开自有识 总赖动君主 我的操作瞬间把台下众人惊呆 老大居然会作诗 老子不会写诗 还不会抄吗 真当老子的历史是白雪的 公子这首诗 无论是意境还是用具 都是上上之选 足以名扬天下 今晚碧姬任随公子同去 老大你太棒了 与此同时便看到 一群书生朝我冲了过来 随后我便与碧姬来到了房间 你不用拾气 我这就走了 公子可是奴家姿色平庸 不入公子乏眼 可你没关系 本少就喜欢没事拜个家完了 公子我阅人无数 从没见过公子这样的人物 我随即往门外走去 一把按住林芳的肩膀 便看到林芳在门外偷听 你偷听会死啊 就在这时门外的老宝冲了进来 李公子不好了 应该说是我林公子不好了 我大哥好得很 二位锦衣卫查房 如果发现二位在这 我明月楼恐怕要关门大吉了 什么 是谁走漏的消息 随后便要把我们两人赶出门外 但透过门缝往外一看 外面早已被大批锦衣卫围了起来 都到门外的这往哪跑啊 老大 我不想死啊 被锦衣卫抓到 就真的完了 此时老宝只会让我们俩躲到床下 下一秒便见到两个锦衣卫 直接破门而入 我接到线报 有关幻子弟参加选发魁 人在哪里 大人 这里没有关幻子弟 都是一些平常来的熟客呀 少废话 给我搜 这两个败家子第一次来夜店 就碰到锦衣卫查房 即便老宝及时提醒 却已经被包围 老大 我不想死啊 被锦衣卫抓到 就真的完了 在老宝的指挥下 两人只能躲到床下瑟瑟发抖 与此同时锦衣卫也破门而入 所有人给我仔细搜查 我和林芳此时死死地盯着外面的情况 角落里竟突然伸出一只手 这把林芳吓得当场一声喊掉 我赶忙捂住他的嘴 不让发出声响 但锦衣卫就朝着我们这边走来 来到床下一看 床下是一只老鼠 换别的房间继续搜 我赶忙和林芳走了出来 大哥 刚刚床下还有一个人 你给我出来 你他们要是谁啊 男人还没回过神来 便听到BG说道 他是我的亲哥哥 一个爸妈生的 你看我们长得像不像 我们两个瞬间愣住了 骗谁呢 你们长得根本不像 还以为花魁多纯情呢 果然都是逢场作戏 你少给我丢人现眼了 你和这位哥哥都是窝国人吧 此时两人瞬间瞪大了双眼 虽然你们演示得很好 但是房间里的许多细节却出卖了你 东营峰的摆设只是我的个人喜好 只有窝国人才自称东营或者日 而我们大明只会称你们窝国 或者窝寇 两人看到被我识破纷纷求饶 你们潜入我大明 究竟有何目的 下一秒便见到BG从衣袖中拿出一把迷手 正当我们两个意识到不对 但他哥哥却一把将他推开 此人公本本为扶桑国武士 只因国内战乱 不得已逃到天朝上国 还请公子高抬贵手 原来是个流浪武士 我们要是不高抬贵手呢 临放你个猪队友 下一秒便见到他拔出了腰间的武士刀 没想到要死在一个窝寇手 此时房门却被一把推开 我们三人齐刷刷地看向门口 下一秒便见到他直接下棍 大人 小人是扶桑国商人 这两人想要敲诈小人 请大人为我做个 你可真够无耻的呀 只见锦衣卫大人防反抖进 老大怎么办 我直接扑通一声跪到地上准备求饶 没想到锦衣卫大人竟给我下棍 小人不知道是少爷在此 打扰了少爷的雅心 请少爷恕罪 什么 我大哥连锦衣卫都搞得定 他本是一个平民 却轻松拆穿了两个窝寇见点 就连锦衣卫见了他都得下棍 你莫非是大名皇太孙 随后我便得知了举报我的人 正是夜店的胖老板 当年小人跟着国公征战沙场 才能有今日的幽容 少爷放心完 少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随后便听到他命令手下 给我狠狠的打 锦衣卫也是你等随便知识 这两个窝国人送去我那 我要单独和他们谈谈 随后便看到那两个间谍 已经被抽得嚎啕大哭 那个胖子多关他两天 当减肥了 随后我便带着林芳回到了府中 老大 为什么要放了那两个窝人 因为我想到了一个大买卖 罪人不知公子爷 竟然是曹伯公的公子 还请公子恕罪 便坐公子爷门下中拳 求公子收留 你以为我老大是谁都收的吗 求公子饶命 有用的找小人的地方绝无二华 那你们有什么本事 随后便看到 碧姬朝着林芳冲了过去 这个没用的二华 收起你这套 本少爷明说了 你们卧国不是有做银山吗 是有 但是都在大明的看守之中 咱们也不能勉强 但是可以跟他们做生意啊 听说这边的生丝 瓷器 茶叶 到了那边都是十倍利润 大哥 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你当少爷我那些历史书白看的吗 最赚钱的门路 都记在我脑子里了 老大 你真是太厉害了 跟着你是我最正确的事情 我死开 快去把你家老爹和你姐姐搞定 此时阿刘急匆匆的来汇报 少爷少爷 顾不上书林大人来府上拜访啊 我一时还没意识到林大人是谁 便看到林芳一脸惊恐 完蛋了 我老爹来了 又死了呀 你给我镇定点 此时林大人已经走到了院子 便问家丁 你们家公子在不在 家丁也不敢狡辩便说在府里 那就带路 然而一进门便看到林芳把我按在桌子上走 儿子住手 爹 你怎么来了 我正给姐姐报仇呢 你先回去 我要和李公子单独说几句话 老爹 您真是英明 也以为用苦肉计就能瞒不为 回去就家法伺候 林芳一听瞬间感觉太阳灭了一半 随后便关上了房门 不知尚书有何见交 一直听说李家出了个败家子 我要亲眼见一见你 才能放心 是不 林小姐的事情其实是个误会 我查了你过去的风流账 比我想象中的更混账十倍百倍 那林尚书想怎么样啊 除了打断我草腿 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我打断你腿做什么 正当我疑惑之际 啥也不用说了 你准备啥时候娶我女儿过门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这是什么逻辑啊 我一意外偷看了 户部尚书林千斤洗澡 正当我以为要小命不保的时候 而他弟弟确认我当大哥 就连他那老父亲 也让我尽快跟他女儿成亲 林尚书 您这样做未免太草率了吧 现在全京城都知道 你看了我女儿媳妇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 下一秒便看到屋顶上 一个靴子掉了下来 林大人此时看向屋顶 便看到有一男一女趴在房梁上 送走林大人之后 我更加绝望了 为什么会被林大人看到 避及他们 这下我更说不清了 少爷和你以前的风流债比起来 家里藏的花魁也不算啥呀 我文言还觉得挺有道理 不过他要我娶林小姐 这是有点难办的 大不了就娶了呗 反正你都说人家叫林大白 少爷我身上还有婚约没退 想要退婚 就得完成和皇太孙的约定 烦死了 还是赚钱有意思 希望公本那边 能尽快帮我打通日本的商路 说到生意 少爷还记得卖给我们铺子 那位宁死不屈的小姐吗 我文言一乐 就那个宁愿被恶霸包养 也不愿卖给我的姑娘吗 随后便见到他走了进来 少爷 我们家的生意要撑不下去了 能不能请少爷再帮忙想想办法 我付了你们三倍的钱买电 还免你们的租 这样还经营不下去 你们便做什么生意的 随后便听他说道 我家是卖咸鱼的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卖咸鱼需要那么多本钱吗 我家是祖团做闲货的 但是这两年言价飙升 所以才经营不下去了 我文言直接意识到了什么 自古言帖都是大礼 而且支言也没有什么难的 少爷 言是朝廷管的 没有朝廷许可 撕言可是要杀头的 原来如此 古代的言道都是官家的 这可有点难办 随后便见他猛然起身 听说少爷古道热肠 还请少爷帮帮我 看来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那好吧 少爷给你出处主意 堂堂大明居然连一家澡堂都没有 依我看 咸鱼别卖了 就改做澡堂吧 姑娘一听瞬间一脸猛逼 少爷你说的那个是什么 我家只是个卖咸鱼的 只是用盐给人调味按摩就是了 和做咸鱼是一样一样的 放心 只要跟着少爷我 前途一片光明 你回家准备准备 我稍后会派人来指导 你就是我李氏澡堂的第一任女精灵 这个败家少爷尚可投资赌房 下可开洗玉城招伤 而我此时正躺在院子里晒太阳 只见阿刘吉匆匆的跑来 少爷不好了 五文言一愣 又出什么事情了 少爷 林大人在你房间发现两个日本浪人的事情 不知被谁传出去了 我还以为出了什么大事 这算什么 但是上午您在茶楼谈的生意也被人传出去了 那又怎么样了 现在民间都在传少爷您喜好南方 五文言差点没隐恨戏北 哪个杀千刀的在外面诽谤我 我非得去教育他一下 此时我却看到我那老爹在远处航我 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 下一秒便见他直接扑进我怀里扑了起来 儿子我们家要破产了呀 老爹你说清楚我们家怎么了 你还记得你上次买街的事吗 户部拨款没有到位 我们家的资金链要断了呀 户部不拨款我们家就没钱了吗 儿子你是大明第一败家 老爹又不谈 实在赶不上你败家的效率 那咋办啊 难道我们家真的要破产 也不是没有办法 别卖关了 快说 户部的钱就是林文海这老六强 还不是因为你上次偷看他女儿的事 不如你 怎么样啊 你想出卖你亲生儿子 怎么会呢 不如咱们假装一下 上门赴金请的罪 让他先把钱拨下来 不然咱们家下个月就没你下锅了呀 笑话 我堂堂二十一世纪的青年 会去给个古人赴金请罪 随后我便背着金条来到了林府门口 我看着眼前有些无奈 随后便走了进去 李公子 我们家老爷请你进去 看着这些家丁都是飘着走路 我差点没被吓死 我能不能不去啊 我想要回家 少爷你可以的 加油啊 我也是长这么大头 一次被人逼婚了 随后我便被几个家丁带了进去 希望我出来的时候还是完整了吧 不然我意识到不对 李少爷有什么问题吗 代客难道不是去书房吗 你怎么把我往后花园带 莫非有圈套 下一秒便看到林千金朝我走过来 是你 你终于想起来了 我就是林明儿 你就是林大阪小姐姐吧 下一秒便看到两人差点被我送走 敢侮辱我们小姐 来人打死你的败家子 糟了 一时嘴太快 随后便来了几个家丁 把我按在地上摸扎 住手 留下两个伺候的丫头就行了 我要与李公子单独聊聊 看到家丁退了下去 我这才反应过来 刚刚不好意思 一时嘴太快 抱歉抱歉 今日来不是想追究你责任呢 那你想和我聊什么 少爷我可是有婚约的人 可不是谁都能嫁给我的呀 你放心 我今日不是逼你娶我 而是想和你谈比生意 他本是户不上书林大人的千金 而我却是一个有手好闲的败家子 我原本以为他将我骗到府中 是为了教训我 没想到却要跟我谈生意 小女子听说李少买了条街 也想入股而已 什么 你要入股 有眼光的可不是李少一人 赚钱的是谁不想做 我拿二十万两银子 占四股如何 你当我傻呀 二十万就要四成 少爷我要是不答应吗 那你就等着破产吧 算了算了 和气生财 二十万我给你两成 没想到他迅速地 去账房给我拨款 而他也顺势成了我的股东 我好奇地问他 林小姐为什么 对我这么有信心 李少眼光独当 别人以为是败家 对了在下刚好有一件事 想要向林小姐请的 这丫头很聪明 头脑灵活 让她帮我想想 也许能有好主意 随后我便正色道 是这样 下个月就是圣上生日 我想送圣上一份礼物 不知林小姐 有没有好的建议 林少是想让我帮你出主意 所以我送什么好的 过去朝中大臣送的 都是字画或者笔墨纸页 李少和不反其道而行 异象思维 果然是好办法 随后家丁便带着我准备离开 突然一只手抓住了我 我直接一巴掌傻了上去 老大是我呀 你啥时候过来的 也不跟小弟说一声 你在家里地位还比不上林姐 你的废材 我能说你啥好 老大你不知道 我姐那人鬼灵鬼灵的 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 你姐又怎么你了 随后便见她哭哭啼啼的 说林小姐骗走了 她七年的压岁钱 我姐那人就是个奸商啊 老大可千万别跟她沾上面 奸商配败家子挺不错的 放心吧 老大我吃不了亏 对了 过几天你和我去个地方 去去去 我一定去 回到府中之后 便听到阿刘汇报 少爷 我们这些天花的银子有点多 我们没钱了 账房已经空得跑老鼠了 我闻言还以为是什么大事 不要慌 林小姐送来的银子先入账 另外给我再抽出来十万两 少爷我有大用 少爷还要十万两做啥呀 你别管了 否则按我说的做就是了 从小不学好 这么啰嗦 还不快去办事 没想到阿刘刚一出门 便直接撞到了我老爹 还没等他看清 只见我那老爹跑得飞快 此时我正坐在房间里 回味着今天发生的事 下一秒便看到我那老爹 急匆匆地跑过来 儿子 我这张老脸没了 爹不活了 我闻言一脸惊恐 发生了什么 成熟稳重的朝中大臣 却只因一桩婚事当场破了房 儿子 我这张老脸没了 爹不活了 我闻言赶忙询问是什么情况 儿子 这方实施的婚事 我们可能退不掉了 我闻言差点当场去世 什么 不是说好了 豁出老脸都要帮我退婚了吗 只见我那老爹 普通跪在地上 儿子 不是爹不努力 实在是方笑如太狡猾呀 我被他拿捏住了 而且方家那个女儿不但不嫌弃 还主动要求快点完婚 我闻言直接愣住了 方实施还要求快点完婚 次日 我带着林放和一众家丁出来散心 老大 你要带我去哪里玩啊 跟着我走就是了 突然一个骑马的少女飞速地冲了过去 少爷 那不是买进那天的那个姑娘吗 对啊 好像就是那个骑卵日 我刚想要和她打个招呼 本小姐不认识你 才不要跟你信 看来这姑娘记性还不错 算了 走吧 大哥带你今天去保健骑鱼一条龙 让你看看眼界 虽然不知道是什么 不过听起来还不错呀 放心 绝对让你流连忘返 随后便来到了我的骑鱼城门口 走吧 跟我一起进去 而这一切都被暗处的骑卵欲看在眼里 李锦龙这个败家子 上次让你成功地剥削明指明高 本小姐这次一定为明除害 让你都吐出来 来明朝好久了 总算能享受一下大早堂的感觉 舒服 老大 你说的一条龙就是这个 当然不止了 走吧 带你搓背去 正当我和林芳准备享受这四百年后的福 只见门外一个女子破门 李锦龙 你的色胚子快给我滚出来 他怎么来了 今天我就要替天行道 随后便见到一个疯女人 拿着剑追着我砍 而他也因地面太华摔倒在地 抓到他 赏赢一百两 下一秒便见到他已经被五花大绑起来 能替主人办事 是碧姬的荣幸 快放了本姑娘 不然有你好看 性子这么野 本少喜欢 少爷不行啊 会捅娄子的 我做事讲道理 今天是你擅闯公共场所 扰乱经营次序 是你理亏在先 明明是你想做步法勾当 想糊弄我没那么容易 那你敢不敢打赌 如果这里是正当经营 你就答应我三个条件 赌就赌 当本姑娘是下大的 齐小姐不长记性的吗 这世上除了我姐 只有老大最会给人挖坑了 随后我便带她进来体验 只见她进去之后便一脸小说 现在知道这里是正经生意了吧 只见她低头不忍 少爷 齐小姐看起来不对劲啊 随后便见她猛然起身 你们这里也太舒服了吧 这个外家子竟开设了 大明第一家早堂 然而开业第一天便被人砸了场 待她一番体验之后 这才化解了危机 现在知道这里是正经生意了吧 只见眼前的姑娘低头不忍 随即却猛然起身 你们这里怎会有如此舒服的服务 这操作属实把我俩吓得不轻 本姑娘正愁家里洗澡不舒服 有了这个地方就太好了 等一下 打开门做生意 姑娘想来同场我自然欢迎 但是咱们应该先谈谈之前的赌约 正当我在得意的时候 下一秒便看到她要赖掌 随即一巴掌扇了上来 我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便听她说道 那你什么时候来娶人家呀 你给我滚出去 以后别再来了 随后我便和林放出了澡桃 本少才露一点本事 齐鸾玉就跟饭了花痴一样 真头疼啊 少爷你真是太优秀了 老大就是厉害 连齐鸾玉那母老虎都被你收服了 老大什么时候将小弟两张秘迹吧 我这全靠才华 学不会的 老大我也很有才华呀 我闻言大怒 是才华不是放荡 随后便看到远处一群人走了过来 我赶忙上前询问 便看到几个公公走上前 我们奉皇太孙之命 赵公子去府上 林放一听瞬间一脸惊恐 皇太孙诸鸾玉这么快就要见我吗 随后便在家丁的带领下来到了皇府 这么大阵长 朱鸾玉叫见我 该不会是反悔了 下一秒便看到朱鸾玉出现在眼前 我赶忙行为一礼 锦龙看来并没有把我的事放在心上 我闻言心头猛然一惊 你最近在京城生意做的是风生水起 皇上大寿的事情却没有半点危险 看来你求我的事情 本王也自然不必理会 皇太孙放心 皇上大寿绝对让大家大开眼界就行了 我果然没看错人了 你不必紧张 我刚刚是开玩笑的 我心想这皇太孙还算有点良心 下一秒便听到他说 不过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了 这翻脸竟然比翻书还快 其实今天要找你的人不数 我闻言直接愣住了 此时我看向身后 便见到方笑如走了出来 我差点没被吓得当场去世 这个皇太孙吃了原刀吃被告 退婚不成还给我拉到老丈人面前了 随后便见到方笑如朝我走过来 而我一想到他马上就会被一失足 便只想离他远点 都说你是个王库败家的 老夫看来你还有救 我一听赶忙回怼 我这辈子立誓要败家 一定要把老爹弄扩产才开心 你可千万别救我 随后便跟他说起了我最近的消费 心想我这么败家 方大人不把女儿嫁给我也是应该的 没事 我能体谅 随后便见他拍着我得肩膀 正因如此 老夫才断定你是个可造之才啊 我文言差点犯了心脏病 这方笑如也算是道德楷模 怎么会如此糊涂啊 身为大明朝的文坛领袖 却唯独看上了我这个有手好闲的败家子 不仅不嫌弃我重金选花魁 还坚决要把他女儿嫁给我 方笑如你说话能清醒一点啊 我都这么败家了 你还说我是人才 你投资的几笔生意 老夫已经详细查过 赌方铁票还有澡堂 都是一本万利的生命 能花就能赚 锦龙简直是商业鬼胎 有你这样的女婿 老夫这是捡到宝了 史书记载方笑如好歹也是道德楷模 原来历史都是骗人的 下一秒便见他已经给我选好了黄道节律 下个月出发不错 到时候你取诗诗过门 不行我不同意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你与小女的婚事就这么定了 说着便见他潇洒离去 出了黄府之后 我的心情瞬间低落到极点 老大 方老头太可恶了 我替你揍他 少爷要不要和老爷商量一下呀 两人看我低头不语 差点被吓丢了魂 此时便看到城门口有大批人马冲了过来 看到旗帜上的大字 应该是北平的燕王爷 我一看是燕王朱弟 赶忙回忆起历史 朱允文登基之后 与方笑如等人推行削帆 最终燕王大破京城 得到了大明天下 燕王这条粗大腿要是能抱到就好了呀 回到住处之后 便听到公本前来汇报 少爷 燕王一行人入住帆王府后 再也没出来 老大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说 众人文言纷纷向灵方看去 老大来明月楼怎么不叫小姐姐啊 我不好男色呀 你给我冷静一点 能不能有点出息 这大腿在眼前你还想着姑娘 老大这还不是你教的 我文言差点没被气死 但仔细想想好像也对 继续给我盯紧燕王 有情况马上汇报 下一秒便见到房门被瞬间踢开 众人齐刷刷看向门口 齐鸾玉怎么又是你 你这次还有什么话说 居然躲到青楼喝花酒 你有毛病啊 老子花自己钱关你屁事 齐鸾玉文言一愣 好像是不关我的事 本姑娘就是不开心 随即便拿着刀朝我砍了过来 你有病啊 我已经有婚约了 我不管 你要娶我回家 你要对我负责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我负什么责呀 我连你手都没牵过 此时阿刘提醒我 不是啊少爷 你摸过他吧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便见他再次朝我砍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便见到一把剑帮我挡了下来 公子快走 我来挡住他 够一起 果然是条汉子 正当我和阿刘准备溜走的时候 便看到公本被一脚踢倒在地 就这点三脚猫功夫 还敢蓝本小姐 下一秒一把剑便架到了我脖子上 一个文弱的女子 却把一个日本武士一脚踹飞十米之远 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也敢蓝本姑娘 下一秒一把剑便架到了我脖子上 我瞬间被吓得一脸冷汗 此时身后出现一人叫住了他 鸾玉不得无礼 来人正是燕王朱棣 其鸾玉一看 随即把剑丢到一边 陈女参见燕王陛下 剑到燕王就跪 剑到我们就砍 还有没有人性啊 住嘴 燕王常年与猛人余孽作战 唯我大名赫赫战神 你还不是欺人怕硬啊 下一秒便见他一脚把铃放踢飞 女孩子家不要这么暴力 燕王教训的是 陈女记住了 老大 女人果然跟变色龙一样 锦龙一向可好 咱们已经有几年没见了吧 随即便在酒桌上谈论起来 燕王爷 小弟的澡堂开在附近 不如我们去那边一边洗 一边叙旧吧 大大 燕王何等身份 怎么会跟你一个败家子去泡澡 燕王身份高贵 才不会去你那里 但一番体验之后 燕王不禁连连称赞 以后本王要在北平也休一个 不过这方面锦龙比较懂 到时候还请借点将人给我 这都是小事 你要是喜欢不如投点钱带我这 小弟的生意算燕王一份 内外勾结乃是重罪 锦龙难道不怕招人口舌 被人猜忌吗 我还以为是自己过于着急 没想到燕王直接拍着我的肩膀 赚钱的是我当然要参加 我出五万两银子 你可不要亏待我 我表面说着一起发财 心里却已经乐开了花 老大 这燕王才出五万两银子 真小气 我闻言赶紧让他闭嘴 却已经被听到 下一秒便见到两把剑飞了过来 都收起来吧 锦龙可是我的财神爷 众人闻言一愣 不过 这家伙我可不认识 随即看到侍卫拿着剑巢 临放走了过去 临放便挨了一顿暴揍 燕王爷 你这下手也太狠了 谁让你乱说话 活该 原来这位是户部尚书 林大人的公子 刚才失禁了 锦龙不是我不想多投点钱 实在是边军条件艰苦 手里资金有限 殿下的难处我都懂 有钱一起赚 亏得算我的 赚的是你的 燕王一听这话 锦龙果然爽快 我也不能白占你便宜 我送你一名高手给你当保镖 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 便看到燕王身后出现一个无耻大汗 他叫巴图 是草原部落的第一高手 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 咱们的生意谈谱了 是不是该有点庆祝节目啊 我闻言一愣 便听到临放在叫小姐姐 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堂堂燕王陛下 会和我们逛青楼 你疯了吧 下一秒便见到一群舞女走了进来 燕王竟也对一条龙大家赞赏 这叫什么事啊 我竟然和未来的皇上在一起九吃肉铃 身为大明朝的君王 却和我一个败家子在一起九吃肉铃 一番体验之后 只见燕王朱棣不禁连连称赞 今天多谢锦龙的款败 改日请你去我燕王府做客 殿下太客气了 不知殿下会在京城待多久啊 我这次回京市参加父皇的生日 估计会多待几天 锦龙不用送了 过几日我请你去府上聚集 再好好聊聊生意的事情 我心里不禁暗暗庆幸 终于和未来的最强者 明朝祖朱棣拉上关系了 殿下 李锦龙是帝都有名的败家子 咱们何必要跟他合作呢 所有人都小看了这个败家子 还请王爷明示 刚才从喜玉殿那条街 再到明月楼 接着到赌方 还有日本武士做首相 锦衣卫做陪 这样的人能算败家子吗 也许有一天能助我成大业的 就是这位败家子了 手下文言差点惊掉了下巴 李锦龙有这么牛吗 而我此时已经结交了燕王 现在只要搞定皇上的生日 就万事大吉了 突然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只见公本和巴图 已经针锋相对了 我文言猛然起身 你们发什么疯啊 随后便见到公本一脸无辜 主公 这个傻大的刚才挑衅我们武士道精神 您要替我做主啊 我一听看向一旁的巴图 只见他一脸猛逼 他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心机啊 下一秒便见到公本直接跪了下去 他嘲笑我爱 请允许我与他决斗 巴图一来就搞事情了 转念一想 好像他说的也没错 沃国人长得矮确实是实话 随即便见到巴图一把将他拉了过去 是可杀不可辱 我们决斗 下一秒便拔出武士道 直接架到了巴图的脖子上 我还以为这次要完蛋了 只见巴图一拳便把他扔到了天上 记住 今后在主公面前 只有我是老大 你就是跟班 公本还想反抗 便见巴图瞬间把他的刀拿走 下一秒直接架到了他脖子上 大佬 我服了 燕王把我送给李少 我就是李少的贴身保镖 其他人都走开 随即把我拉了过去 我差点没当场去世 救命 好重的杨山位 次日 我再次来到了明月楼 主人是带我们来找小姐姐的吗 想都别想 今天小爷来办正事 上楼之后便叫来了老宝 我让毕纪办的事情怎么样了 李少就是我们的财神爷 您吩咐的事情 谁敢不尽力 随着老宝一个手势 一群舞女便出现在眼前 老大 这就是你说的party吗 插你的头 少爷我是要检验给皇上贺寿的礼物 这个败家子给皇帝的寿礼竟如此心灵 一个手势挥出 只见门外走进来一群舞女 老大就是厉害 这阵仗一看就不一般 不过这些妹子送给皇上做礼物 皇上龙体欠价 要是把她折腾的好歹 搞不好会弄个满门抄斩了 有这么危险吗 就是这么危险 所以不如把这些小姐姐都交给小弟 我带皇上好好训练她们 我年轻不怕累 你给我鬼开 整天就知道白日做梦 你们好好欣赏一下 结束后再发表意见 好了 开始吧 随后便看到舞女们开始表演 老大这是什么 这就是洗脑神曲 极乐尽头 此时不论是音乐的旋律 还是舞蹈的表演都达到了顶峰 台下众人看后纷纷称赞 从没听过这样的曲子 也从没见过这样的舞蹈 这节奏 这舞姿 好想跟着一起跳 看到效果还不错 我不禁暗暗庆幸 就用这首歌给皇上贺受 应该足够震撼了吧 毕竟这个时代的歌舞 比后世落后的几百年了 正当我得意之时 却听到公本大喊 有刺客 保护少爷 此时巴图瞬间冲了上来 净徒手接住了刺客的剑 下一秒净徒手将剑给掰成两半 随即便把刺客直接请拿 这行云流水的操作 直接惊呆众人 此时我才想起燕王说的 草原部落第一高手 真是捡到宝了呀 回到府中之后 说吧 是谁要你刺杀我 别以为你是女人 我就不会对你用心 老大你怎么知道他是女人 那么大两个车灯 你看不见吗 什么车灯 在哪里啊 闭嘴 我说的不是这个车 对啊 少爷也是有身份的人了 这豪车也得配上啊 正当我在想买什么车好 公本走了上来 主人 这个刺客交给我来审问吧 你有什么特殊技巧 随后便见他一顿操作 我瞬间被看得哑巴呆住了 这就是我东赢的神副术 要点是突出美感 谁要突出美感 你给我滚 我要知道是谁 支持他刺杀我 随即将他松绑 没想到他却还想上来打我 巴图赶忙冲上前 只见他赶忙举出一张纸 什么 你不会说话 少爷 小心有诈 放心 我自由主张 我随即吩咐阿刘 给我定一个坐好的马车 让B级好好训练舞女 那是给皇上贺寿的礼物 保证不出任何状况 公本把那个刺客保好 我要跟他单独谈谈 大哥 那我呢 你爸喊你回家喝奶 现在可以说是谁派你来的吧 只见他画出一个图案 我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巴图把他看好了 别跟着我 随后迅速出了城 我一路来到了中山 按照记忆 我穿越之前 李锦龙这家伙居然在这里藏了四兵 不过在一番寻找之后 却并没有发现 算了既然找不到 就当是记错了吧 随即原路回城 一进城门便看到阿刘 就直接跑了过来 少爷 您要的豪华马车已经订到了 要不要看一眼 随即一辆大气奢华的马车 就出现在眼前 这是明朝最贵的宝马 百公里加速仅需十斤两口 且车门装饰全是香精贴钻 内部空间足足有四十瓶 只花了三千万就买下了 少爷少爷 是不是很超值呢 宝马乡车 算你会办事 老大换豪车了 带上小弟啊 行了都上来吧 我们现在去哪里 老大 牛二今天有个聚会 不如我们去踩踩场子 牛二也是京城出了名的败家子 可唯独害怕生病前的李锦龙 好 咱们就去踩牛二的场子 去打他的脸 对了 我们都在车里 是谁在开车 没人开车呀 还没准备好御手 没人 难道这宝马是自动驾驶吗 到了地方之后 我便开始吐起了彩虹 众人一看皆是一愣 老大 没想到你会晕车 你那辆豪车也太给力了 给我闭嘴 随后便看到牛二在一旁炫耀 本少爷这个月 已经花了十几万两名字出去了 李绍 听说你最近养兵 没钱败家了吧 十几万算什么 老大这个月败家 已经花了几十万两了 随后便看到一群人在一起大笑 时代不同了 现在就算你老爹见到我们 也要赔笑脸 你算什么东西 随后便听到门外传来 燕王驾到 牛二还不以为然 但看到来人正是燕王朱棣 瞬间被吓得一脸惊恐 随即便上前巴结一番 而此时朱棣看到了我站在角落 锦龙贤弟 你怎么也在这 牛二等人直接惊掉了下巴 他什么时候和燕王这么要好 我和锦龙打小的交情 而且最近生意上也有来往 怎么了 你们有什么误会吗 李绍 没想到宁静和燕王有如此交情 随后便看到几个墙头草来 给我续寒问他 不用了 我们老大你们高攀不起 一群小丑 少在我面前丢人现眼 牛二一听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燕王殿下 这个场合不欢迎我 小弟先告辞了 随后便见他走了上来 刚才的事我已经弄清楚了 用不用我帮你 多谢燕王 我自己能搞定 随后我便跟燕王道了别 回到家中之后 便听到巴图汇报 属下无能 让那个女刺客跑了 什么 都绑上了还能跑 算了 罚你刺客也回不来 算了吧 我对狼神发誓 一定替主人抓回女刺客 说得好好的 你脱什么衣服 胸口还闻了一只二哈还挺吗 巴图一听瞬间一脸猛逼 下一秒便见到家丁吉 匆匆的跑了过来 少爷喜事 大喜事啊 是又有小姐姐提亲来了吗 是方家置办婚事的人上门了 我文言瞬间惊掉了下巴 随即便看到媒婆走了进来 来给姑爷量下衣服 少爷要结婚了呀 结个屁呀 谁让他们进来呢 给我轰出去 爷爷首家都是防盗贼 而我首家却是防上门提亲的媒婆 在家丁的驱赶之下 好不容易将其轰走 下一秒便见到一个家丁吉匆匆的跑步 少爷不好了 又有一家上门提亲的 什么 怎么会又来一家 李锦龙 快出来你见见未来的大舅哥 你他喵的是哪位啊 你不记得我吗 我是从小和你玩泥巴长大的齐白石 居然遇到明朝版的齐白石 但是看着货色的样子也不会画瞎呀 齐兄你有何贵干 我家妹子看上你了 我是替他上门提亲的 我文言差点当场去世 你家妹子是哪位啊 下一秒便见到齐鸾玉从人群中跳了出来 就是我啦 是不是很开心呢 开心你的头啊 还没等我将他们赶走 竟然看到齐家和方家竟然打起来 齐家居然敢抢我们方家的人 我们方大人是皇太孙的老师 太是怎么了 我老爹可是兵部尚书齐太 我怕你啊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苍天啊 兵部尚书齐太是向朱允文 建言薛藩的主要大臣之一 朱弟在建文四年夺得地位 并将齐太满门抄斩 又是一个朱队友 随即便看到两人朝我走过来 够了 老子谁都不娶 全都给我赶出去 此时林放在我身后偷偷说道 老大不如考虑一下我姐啊 给我滚 两家提亲的全是炸弹 就别给我添乱了 随后便见到我那老爹 像幽灵一样出现在我的身后 儿子 刚才的事我都看到了 没想到你竟如此优秀 居然被方家和齐家抢了 我文言直接当场去世 老爹 能不能正常一点 我的儿啊 两家都想嫁你 这可如何是好 先给我把方家的婚室退了 居然都叫上姑爷了 这不是坑我吗 我那老爹文言一乱 随即猛地将茶水放在桌子上 我还以为要完蛋了 没想到我那老爹 竟然也同意我的决定 方家本来就是儒门 跟咱家不是一个路数 当初是碍于皇太孙的面子 我这就去帮你把婚室退 上次让你退婚 结果都没退成 这次不同了 既然兵部尚书的女儿想嫁你 那就借是把方家的婚室推掉了 我文言觉得还挺有道理 就在这时工本集匆匆地跑来 不好了主公 出事了 又出什么事了 主公您的澡堂被人煽占了 我文言心头猛然一惊 谁不要小命跟小爷过不去 主公听说是牛二一行人 这就是对我宣战了吗 很好 本少爷就陪你们玩了 此时却刚好看到林放从别人家澡堂走出来 我直接一把将他拉了过来 要钱没有 要死你随便劫 瞎了你的狗野 看看我是谁 老大 我没有背叛 我是为了刺探敌情 那你说说你打探到了什么 别的都和我们差不多 只不过里面的小姐姐比较有特色 我好喜欢 你给我滚 天天不干正事 随后我便来到了林鼠商量队子 老大 他们要开就开去 不影响咱们赚钱就行了 是不是傻呀 市场就这么大 他们就是在抢生意啊 而且李少的生意姐姐也投了钱呢 里面还包括弟弟你存在我这的压岁钱 林放一听 瞬间斗智昂扬 你给我消停一点吧 我姐最厉害的是投资眼光 具体的商业模式她不懂的 老大你可要想想办法保护好我们的钱啊 其实我还有底牌没拿出来 不过需要些银子做资金 银子我来解决 林小姐就不怕我赔了吗 没事 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随后便来到澡堂徐位生意请客 李少 自从隔壁也开了澡堂 我们这里生意就冷清了许多 没事 山寨始终是山寨 少爷我还有大杀气 阿刘上绝招 随后便看到一群人抬着箱子就走了进来 少爷这些是什么 打开看看吧 随着箱子打开瞬间泛起一阵金光 这些可不是金庄哦 大家可以猜猜这是什么 我在明朝第一次创业便被人抢了生意 而我仅用一招便将他们赶尽杀绝 一举成为明朝首富 只因为明初的清洁剂还是造脚 而经过我改良后的香皂 在明朝却是跨时代的黑科技 从今天起洗玉纸收一文钱 但是肥皂 文银一两洗一次 除此之外 澡堂还设立VAP机制 会员积分制度 少爷就让所有人知道 什么叫做一直被模仿 从未被超越 随着阿刘把噱头放出 我推行的贵妃玉瞬间大火 吸引了一众京城贵妃前来体验 而牛二等人文言竟还想继续抄袭我 但所有的客户全都被我拢断 他单一的抄袭却没有人来捧场 伙计文言也直接撂条子跑路 只留牛二两人玉哭无泪 这杯亏损已经让两人大出血 正到我和林放在家里数钱的时候 却突然看到林大人走了进来 林放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下一秒便见到林大人拍着他的肩膀 儿子啊 你这辈子糊里糊涂 只有跟着锦龙这件事做对了 老爹你竟然不是要教训我 我教训你干啥 现在全京城都知道锦龙是商业天才 文言顿时一乐 随后便看到林大人走了过来 这一许 你准备啥时候娶我女儿过门 我什么时候说要娶令千金啊 什么 你想戏耍本大人吗 我吓得当场跑路 也不是我的错呀 随后便听到身后传来 就是你的错 下一秒便看到牛二等人在路边大活 太宝剑开不下去了 你稍拉我们一把吧 跟少爷我玩商战 现在输了想求饶 当少爷我是吃素的吗 李锦龙既然你不留活路 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下一秒便看到一群家丁 拿着武器朝我走过来 而我只是微微一笑 八图随即出现在我身边 三两下便把家丁全部撂脏 李锦龙从哪场来的保镖 怎么这么厉害呀 这场商战是你们挑起来的 什么时候结束 是我说的算 大家都是金圈的 何必赶尽杀绝呀 输了就想求放过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我家上面有人 你敢动我们试试 本少就动了 有种你来咬我呢 下一秒便将几人暴揍一顿 而我身后突然出现一门轿子 我回头一看 来人正是林小姐 李绍可有空聊一会 随后我便带他来到了赌方 什么风把李绍吹来了 我跟朋友来这里谈点事情 你们忙吧 没想到李绍在这赌方也有产业 也是随便投点钱玩玩 此时我突然想到 我是不是应该再开个私人会 做什么的 和朋友谈生意也好有个地方 李绍 宁愿不说暗话 我想加深一下我们的合作 我文言心头猛然一惊 少爷我可是正经生意人 下一秒便见到一大箱黄金 出现在眼前 小伙用两套四合院换了盒香皂 纵使别人出价千两都不卖 而这小小的香皂 却让我一举成为明朝首帅 就连零千金不惜花重金也要入 我差点被他的黄金晃瞎了双眼 李绍你所有的生意 我全都要入股 我文言摆了白手 银子我就留下了 合作的股份稍后会有 林府帐房和李绍上 送走林小姐之后 避风带铁便出现在我的手中 我文言一愣 谁给我下的洗铁 少爷我不想喝洗酒 少爷这是魏国公的带铁 是邀请您去聚会的 魏国公是哪位啊 就是我国开国大将徐达之子 大明君神徐达 静难时作为南军之将 在白沟河之战掩护李锦鸣撤退 又在骑眉山大胜燕军 少爷这魏国公可不能得罪啊 他的宴会得去啊 不去 这人日后与燕王为敌 我难道疯了去参加他的宴会 我虽然嘴上这么说 却还是来到了魏国公府 这是咱们今年第一次聚会 一是为了联络感情 二是为了重新定一下盟约 圣上怕是想对我们动手了 我文言心头猛然一惊 既然圣上的意思是压制勋贵 那我们就安分一点不就行了吗 我们五家时开国名将之后 一定要守望相助 我现在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这一代就数你名声最臭 我文言差点当场去世 我败自己家的钱 吃你家大米了 众人文言纷纷劝我给徐达赔 我才不惯着他的毛病 直接摔门而去 回到家中之后 便看到我那老爹突然出现 儿子你跟我来书房 爹有话跟你讲 你说话能不能不要把灯笼放在脸下面 你想吓死你亲儿子啊 听说你今天跟徐辉祖他们聚会了 是啊 你叫我来就是问这个 徐辉祖他们是否责怪你玩护败家 老爹你怎么知道 这世上有什么事老夫不知道的 我文言直接一脚踹了上去 快说他们的心思我清楚 想抱团取暖 但是越是这样就越是死得快 你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吗 我文言一愣 你不就叫李文忠吗 不是皇上曾赐信我姓朱 我原来名叫朱文忠 我差点被惊掉了下巴 我原本掌管明朝最高的军事机构 但我最后都辞了 知道为什么吗 为啥呀 就是为了避嫌避祸 所以为了咱里家安危 你必须败家 只有败家才是我的孝顺儿子 下一秒便见到阿刘走了进来 少爷投资赚了几十万 京城人都说少爷是商业奇才 我文言大喜 随即便看到我那老爹 差点当场去世 我凭借一块小小的香皂赚了十亿 可我的老爹不但不高兴 反而差点被我气死 并声称如果我不败家 就是个不孝子 老爹赚钱也不是坏事吗 反正咱家现在也不逢兵权 话虽如此 但我想起你那去世的母亲 老爹你别太难过了 不 我不是难过 我是高兴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这转变也太快了吧 你不愧是我儿子 就连败家都可以如此优秀 老爹你这不就是 变着法子夸自己吗 总之以后离那些武将子弟远一点 还有齐家那婚事最好也不要碰 我文言赶忙答应下来 下一秒便看到齐白师过来找我 妹夫太好了 我就知道你会参加 五薰子弟的聚会 所以你那香皂 能不能给我劈一点过 现在都炒到十两银子一块香皂了 妹夫可一定要帮我搞定货源啊 你别问过来 老子恨不得离猪队有缘点 还有谁是你妹夫 少爷威武把兵部尚书的儿子都打了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下一秒便看到一群五薰子弟将我包围 听说李少是投资鬼财 可要带我们一起发财啊 你们能不能正常一点啊 你们都疯了别追我啊 我好不容易才从包围中逃了出来 随即便有一只手朝我身来 我一把将他拉到身边 没想到竟然是方诗诗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李少能借一步说话吗 有什么事情方小姐直接说就好了 而他刚把婚事两字说出口 我便被吓得赶紧跑路 李景龙 我有这么让你讨厌吗 是我长得丑吗 我连连摆手 那是我很笨 不入李少法眼了 全京城都知道方姑娘文采卓越 当然不是了 那你为何对婚事推三子四 还不来娶我 武文言直接愣住了 只见下一秒他便把我拉了上去 我竟被一个女子给逼动了 随即便看到他已经走远了 景龙 下个月我等你来娶我 不可以啊 我会被一世阻挡 少爷 您败家越来越优秀 就快要轰动京城了 看来我不能太高调 你快帮我想想 如何能保护败家子的名头 还能低调的赚钱 少爷 像您这么优秀的富二代 还想低调 真是太难了 正当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便看到身后一个公公走了过来 什么 你说皇上要面见我 平日里有手好闲的败家子 几天时间却变成了明朝首富 此事竟直接惊动了皇帝 而我随后便被张公公带到了皇宫内 小公爷可是好久没来宫里了 圣上点名要见你 这可是天大的荣耀 武文言直接愣住了 朱元璋为啥点名要见我 难道我败家的事情被他知道了 感觉这次要玩完了呀 进了大殿之后 我便见到了明太子朱元璋 我赶忙行了跪拜 心想这朱元璋还挺帅的 跟后世流传的网图一点也不像 只见他猛然拍了一下龙影 李锦龙你可知罪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陛下 锦龙究竟犯了什么错 只见他一个首饰挥出 张公公便拿出一个小本本 上面记录了我近期的所有投资 这几次投资收益颇丰 尤其是香皂 最近卖爆了京城 笔文中一辈子谨慎 没想到生出你这么个胆大包天的儿子 现在全京城都知道你生才有道 此时我才想起我那老爹以前提醒我 官员贪污一百文即被处死 我赶忙正色道 陛下 锦龙确实喜欢做生意 但是我赚的 每一文钱都是清清白白 绝无仗是欺人 此物就是香皂吗 我赶忙点了点头 下一秒便看到一个香皂扔到了我脚下 看来朱元璋盯上我的香皂产业了 臣不该独享香皂之力 回去就把制作秘方交给陛下 算你还有点灵心 正当我准备介事跑路的时候 别老子回来 朕让你走了吗 简直狗胆包天 我赶忙跪了下来 臣不敢 我就没见过比你胆子更大了 你这香皂产业真美 我文言一脸猛逼 天子富有四海 岂会与民争利 只要你清清白白做人 朕就不会怪你 而在我领走之时 朱元璋命令我下个月取方失诗 如果你有什么差池 朕一定是你的罪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而我刚走出大殿 便看到锦衣为殷城被抓了起来 小狗猎救我 末将无罪 他犯了什么事啊 奉陛下口谕 殷城勾结外臣 罪不容赦 当斩 下一秒便见到两人直接拔刀 随即一刀斩首 我看着殷城的尸体直接愣住了 朱元璋故意杀他向我警告 我竟然忘了现在是明初 哪怕我赚再多的钱 只要天子一生令下 随时可以夺取一切 那我这么努力还有什么意义 我不服啊 我此时才顿时醒悟 难怪老爹叫我败家 而我身后突然伸出两只事 我随即将他一把撂倒 老大是我们的 没想到老大身手这么好 锦龙我还有些秘密的事要和你说 不过要保证嘴言才行 此时我俩看向一旁的灵方 下一秒直接将他踹了出去 我听说今天燕王也被召进宫了 听说最近陛下龙体欠案 我猜测怕是再给皇太孙铺路了 下一院天子皇太孙吗 想必是打算用燕王抵抗蒙元 用我穆家镇守西南 而你最近如此耀眼 身材有道 怎么可能让我做宰府 别说这些了 现在有一件更紧迫的事情 陛下让我奉旨泡妞 你说什么 下一秒边看到门外偷听的四人 直接把门都压他 我凭借一人之力 垄断了明朝的金融生态 皇帝文言直接龙言大怒 可我不但没被满门抄斩 还被朱元璋强行安排了一门婚事 门外的四人文言 激动的把门都压他了 老大快说说皇上给你安排的谁 当得知是方施施之后 瞬间一脸惊怀 皇上这还不如砍我狗头算了 方笑如被燕王朱棣一十足 连他们家邻居都被砍了 我他喵不想跳火坑啊 那慕王文言还觉得是好消息 我直接愣住了 既然陛下让你娶方家女儿 那就是天子止婚 是莫大的荣耀啊 我文言竟觉得还挺有道理 随后又被朱允文召进府中 锦龙 你看大家准备的受理如何 我一看来的这些牛鬼蛇神 瞬间一脸无语 你是觉得他们表演的不好 我没有看不起各位 我是说在场的这些全都是拉街 此话一出身后的人都对我指指点点 而朱允文看我胸有成竹的样子 不禁露出了一丝微笑 既然你这么有信心 那就让我们大家看看 你准备的受理是如何出台的吧 既然如此 那再下就献丑了 下一秒遍看到门口一群人将我们包围 我俩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 没想到来人正是牛二 并且还要求先展示鹤里 既然他们想献毛 那就让他们先展示吧 几人随即露出一副奸计得逞的表情 大哥咱们山寨他的鹤兽 让他输掉底库 李锦龙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我要让你丢人现眼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我的目光随着牛二的手势看去 显然牛二还想继续抄袭我 老大 这不就是我们的极乐 话还没说完 便看到一位篮球少年走不出来 我们三人直接愣住了 这是什么东西啊 这就是我们准备的兽力 歌舞吉米太美 皇太孙看了是不是很心动呢 够了 快把这些人轰出去 几人文言瞬间一脸惊恐 殿下 有什么不对吗 在爷爷面前唱鸡啊鸡的 是嫌命太长吗 随后便看到几人在一起抱团痛苦 殿下 不是你想的那样 是李锦龙那小子坑我的 我此时不禁暗暗庆幸 为了编内之舞 我准备了十几套方案 可能是你们偷错了版本吧 只见朱允文咳嗽两声 锦龙 还是看看你准备的兽力吧 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了 我文言点了点头 下一秒一群舞女便走了出来 牛二等人还准备看我出丑 随即却被惊掉了下巴 就连朱允文也瞪大了双眼 一段简单的舞蹈 却把一群达官贵人看得泪流满面 黄太孙看完也不禁瞪大了双眼 下一秒便看到他身体发抖 随即咬牙切齿 我心头猛然一惊 不好 黄太孙好像要生气了 只见他猛然起身 这歌舞简直太赞了吧 我和凌放差点当场去世 这么说黄太孙对这件礼物满意 满意 十分的满意 我决定了 这首歌舞将作为本太孙送给爷爷爷的兽女 有二等人看到我再次得到皇太孙赏识 也是骂骂咧咧 而这不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 很快到了皇帝的寿臣 各地的君王也从四面八方赶来 有乡王朱伯 蜀王朱春 蜀王朱真 齐王朱父 一众臣子给皇帝行礼之后 朱允文也无疑得到了皇帝的自作 老大 这次给皇上的礼物有信心吗 怕啥 人都是逼出来的 你可别想歪了 现在可是在圣上面前 随着公公喊道 众朝天子贺受 我随即走了上去 但此时燕王却死死地盯着我 我被吓得一脸冷汗 当务之急 还是替皇上贺受 让皇太孙替自己退婚 老大 逗我们了 小心别被四里坚抓到错落 不愧是一起嗨到失联的朋友 下一秒便见到 林芳被张公公抓了的现象 入座之后 便见到蜀王走了上去 没想到蜀王准备的也是歌舞表演 朱允文也是一脸无语 随着表演开始 我一看这排场可不行 不会和我的舞蹈撞车吧 这蜀王可不简单啊 慕王快说蜀王怎么了 蜀王被陛下称其为蜀秀才 所以他出的节目一定不简单 景龙你可要小心一点啊 此时方笑如竟突然出现 追计 蜀王也是我的学生哦 我此时突然意识到了什么 原来蜀王这个难题 竟是方笑如给我出的 这个不要脸的家伙 别挡我 我要砍死他 此时方笑如却在一旁幸灾乐火 而蜀王的歌舞表演 也获得了一众大臣的赞赏 这歌舞很强啊 老夫教出来的学生当然强 李景龙乖乖到我碗里来了 难道我真的要做方家女婿了吗 此时看到场上出现一个娃娃 祝你生日快乐 方笑如一听瞬间一脸惊快 皇帝也差点被气出心脏病 父皇他唱的是祝你生日快乐 四川口音 你懂的 朕才不管你什么口 我一看真是天助我眼 居然躺赢了 而方笑如却在角落里痛苦 此时我那老爹竟然还敢往枪头上撞 我直接愣住了 这个时候上来做什么 是要和蜀王太极护卓吗 这是李文忠的大型射死现场 武将出身的他 竟要送给皇帝自己亲手写的字画 朱元璋一听瞬间瞪大了双眼 正准了 只见一个武将拿起毛笔 有模有样的在纸上写了起来 这操作把一旁的众人下得目瞪口袋 完成之后 几人瞬间被惊掉了下巴 老爹 你这果然是现丑人了 朱元璋此时一脸无奈 陛下请治李文忠不敬之罪 曹国公乃我大名百战龙将 却学闻人 武弄闻末 难道你再讽刺陛下不能容忍 所以故意写这丑字给陛下看 此时朱元璋脸色铁青 蜀王也意识到事情不对 牛鹤你个不要脸的家伙 竟然想裁我父亲上位 陛下 臣觉无此意 请陛下明察 曹国公明明不善书法 却要以丑字贺手 究竟意欲何为 皇帝一句话 瞬间把两人吓得哑巴呆着 而我此时心生一计 赶忙上前 陛下大喜啊 朱允文和蜀王瞬间一脸惊恐 倒是说说喜红何来 像我父亲这样的五人 都开始学习书法 这不正代表天下太平吗 成为天子贺 为天下百姓贺 为我大名贺 皇帝一听瞬间露出 一脸微笑 这是朕听过最好的贺词 我赶忙将我那老爹拉了下去 而我的这波操作 也被蜀王看在眼里 那牛贺词时 还想火上浇油 牛大人真是操碎了心 那你又为陛下 准备了什么寿礼啊 我爹的寿礼 肯定能让你们无地自容 陛下 臣为陛下准备的 贺里名为一统江山 随即便看到 一对玉统出现在眼前 一众大臣纷纷看去 锦龙这可真是好玉啊 这对 一统江山 乃是玉将竞选上好颠玉 花三年才雕刻而成 李锦龙你这次输定了 就问你服不服 臣以此玉献给陛下 祝陛下一统江山 贺我大名江山勇护 皇帝一听连连叫好 慢着 牛大人 我能看看你这玉吗 此时临放等人瞬间一脸惊恐 你这么感兴趣 就请来鉴赏一下吧 你对我儿子的关照 老夫可是时刻记在心上的 而我此时微微一笑 拿起其中一个玉统 直接摔了个粉碎 李锦龙你简直狗胆包天 陛下请为臣做主 是李锦龙大不尽之罪 而我此时 却早已想到了应对之策 我故意把皇帝的受理摔得粉碎 可我不但没受到处罚 还让明太祖朱元璋 对我夸赞有加 只赢了牛大人 送的一桶江山是两只玉统 陛下自古只有一桶江山 何来两桶江山 牛大人送上两只玉统 其心可诛 牛鹤文言瞬间一脸惊恐 正要跪下给皇帝赔罪 而我此时却在身后叫住了他 想必牛大人只是无心之举 现在两桶变一桶 依旧是好兆头 牛鹤文言尽喜极而泣 陛下陈献上一桶江山 愿陛下江山永固 这份礼物正收下了 正当牛鹤颤颤巍巍的准备 将这一桶送上去的时候 我却再次把另一个玉统 抢了过来 牛鹤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而我只是微微一笑 随即把另一个玉统也给摔了 我那老爹瞬间一脸惊恐 陛下你要为臣做主吧 臣的老脸都被李锦龙打烂了 刚才说两桶不好 现在连一桶都砸了 你锦龙你想干什么 陛下敢问一桶江山用了什么桶 皇帝文言瞬间瞪大了双眼 随即便想到了什么 所谓一桶江山 江山永固 玉统哪有铁桶好 众人文言纷纷觉得有道理 我那老爹也喜极而泣 我真是生了个好儿子啊 此时牛鹤赶忙跪下认错 若非锦龙提醒 老陈险先酿成大错 说着便拉着我的胳膊求放过 牛大人 你现在心里一定很恨我对你 你肯定怪我摔了你的玉统 不怪不怪 若不是你明智 老夫差点酿成大火 牛鹤此时恨不得扒了我的屁 却也只能给我陪笑脸 牛鹤我看你是越老越糊涂 罚你回去再住一只铁桶送过来 牛二看到自己父亲免了死罪 不禁松了一口气 而我那老爹的虚荣心 却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此时台下的众人议论纷纷 而朱元璋猛地拍了下龙女 李锦龙 给我回来 是让你走了吗 陛下 试了服一曲 深藏公语名 你这次成语倒是用对了 谢陛下 谢你的头啊 你以为罚了牛鹤你就没事了 我那老爹差点当场去世 我敢忙下跪 陛下 臣知罪 现在才认错 晚了 既然你坏了朕的信誉 那就罚你献上一份令证满意的受理 否则定不饶你 我文言直接愣躲 我只记得替朱允文准备受理 我哪里有礼物啊 这不就是难为我吗 我在皇帝的受理上 人摔两片宝物 却还受到了朱元璋的赞赏 而他此时让我拿出一件 令他满意的受理 否则就要将我满门抄斩 我只记得给朱允文准备受理 献给陛下 就没办法向朱允文交代 没办法退婚 无限就会被朱元璋治罪 正当我左右为难的时候 门外传来 朝鲜国使权道 那不就是明朝的藩属国吗 正当我愣神知己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去接待陈史 我一脸委屈 接待陈史不是有专门的人吗 此时却看到一群朝鲜人民走了进来 我去 这是偶像天团吗 迎面走来的正是朝鲜国的礼方元 我赶忙上前接待 不料却被他嘲讽一番 我差点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 就要把他收拾了 随后他便走了上去 我代表我父亲 为陛下贺寿 献成上贺礼 这些都是我国的特产 希望陛下能够喜欢 都是兴礼的 可惜朝鲜国的礼士都是乱臣贼子 老爹你说的是什么呀 这小子主动投靠我大礼 连国民朝鲜都是陛下给取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还有这回事 可惜陛下也不喜欢这种行人 只封了个全知国事 我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是奉大名为宗主国的礼士朝鲜 就在此时皇帝却再次把我叫了过去 陛下有什么吩咐 你面分寿里可以拿出来 朕知道你编了一支不错的舞曲 李方远这小子有些傲气 你去压一压他 陛下 咱们欺负国际有人不太好了 如果不能表现出彩 提头来见 我也不敢懈怠 只能先把我的舞蹈请了出来 一众大臣纷纷看去 我此时也管不了退婚的事情 先把眼前这关过了再说 我刚把乐队请了出来 却看到那李方远要求先展示歌舞 李方远 你竟然横刀夺爱 请陛下胜财 远来是客 就让客人先来吧 我文言直接愣住 一会儿你的歌舞要是输给客人 朕还是要斩你狗头 没想到李方远的舞蹈一上台 就把台下的人看得目瞪猫呆 刚才表演的是我国传统歌舞阿里了 陛下听完是不是很心动呢 皇帝虽然根本听不懂唱的是啥 却只能说还算不错 而我此时不禁大笑起来 李方远文言还准备看我出场 死楼 朕已经等极了 现在就开始 请朝鲜国诗者也欣赏一下 好啊 我正想看看有什么过人之处 随着表演开始 皇帝瞬间瞪大了双眼 一众大臣也对其夸赞你家 而我此时大喊一声 上次的笑 舞台上便出现好多泡泡 明朝人哪里见过这四百年后的东西 激动得泪流满面 皇帝也不禁连连称赞 陛下 刚才那段歌舞其实是皇太孙准备的 全只是带皇太孙献给陛下 还好我机智 这样和朱允文的约定也完成了 而皇帝此时却再次叫住了我 陛下 还有什么事啊 朕要你献上寿礼 结果歌舞是允文准备的 那你们寿礼呢 如果今天见不到 朕还是要治你的罪 我那老爹瞬间一脸惊恐 牛二也在一旁等着看我出仇 陛下 骑士给陛下的礼 陈早已经准备好了 别人送给皇帝的寿礼都是无价之宝 而我却送了一块破砖的 那牛二等人见状还准备看我出仇 下一秒我便让手下抬了一桶香皂水 随即便用道具吹起了泡泡 众人一看还以为我在表演魔术 陛下 臣想向陛下献上的正式香皂 李锦某你究竟想捣什么 以为靠的香皂就能糊弄过去了吗 而我此时却开始吹嘘起来 这香皂乃是清洁利器 比大家以前用的造假 居无能力强百倍 且更加耐用 我大明则被四方 除了礼仪 更要有福章之美 而这些都离不了清洁 臣愿每月送香皂一千块给宫中 供陛下和各位贵人使用 让陛下保持神清气爽 据说用了香皂还可以延年一寿哦 皇帝文言也被我忽悠的一脸 好吧 你这份礼物 朕就收下了 谢陛下 而我此时不禁暗暗庆幸 这次连皇帝都用了我的香皂 以后我的香皂产业势必会更加火爆 身后的臣子也是对我议论增分 李锦龙你跟我们牛家这两子算结下了 我跟你没完 不愧是我方家女婿 生意都做到陛下头上了 方大人你说的啥 连陛下都用李锦龙的香皂 这天下岂不人人效仿 我要发大财了 锦龙你快把我闺女娶回去 老夫下半生的幸福靠你了 而此时李方远在身后叫了叫火 那个香皂能不能卖我一点 兄弟 你们用皂脚不香吗 随即把他的手推开 刚才你的歌舞要不是有香皂 肯定比不过我们的阿里兰 给你机会组织语言 你再给我说一遍 就算说十遍也是阿里兰好 我此时直接愣住了 随即拿出一块香皂 而他的态度也瞬间转变 你嘴上说不要 身体还是很诚实的吗 你若真想要 一块香皂十两银子不能再少吗 我还以为是价格给的太贵了 没想到他却说十两银子一块是白菜价 你如果嫌便宜 我们可以再涨点价呀 而此时安南国公主叫住了我 不知我博人能否购买香皂呢 那当然可以了 我喜欢和美女做生意 那敢问公子多少银子一块 看你诚意满满 就五两银子一块好了 而李方远文言瞬间惊掉了下巴 锦龙你退下了 竟然把生意做到朕的生日宴上 陛下 其实臣还有一件礼物 别人在皇帝寿礼上都是微微懦懦 而我却赶在寿礼上给朱元璋做生意 我送的香皂不仅得到了他的认可 还让皇帝免费给我打了波广告 然而这还不够 我此时提出要替燕王送上一份寿礼 皇帝一听顿时来了兴趣 下一秒一个破玻璃瓶就出现在我的手 众人一看皆是觉得平平无奇 皇帝此时也对我的这份礼物有些失望 说我玉桶不如铁桶 你现在那个破玻璃瓶算什么 是想当着陛下面敲碎 羞辱自己吗 牛大人不懂不要乱说 会被别人嘲笑你的无知的 牛鹤一听恨不得直接给我一刀 陛下燕王的鹤里并不是这瓶子 而是这瓶中之物 那你倒是讲讲这瓶中是什么 瓶中之物正是酒 燕王一听瞬间吓出一脸冷汗 这酒有什么特别的呀 怎么敢送酒给父皇做寿礼 而我此时自信满满 陛下我这酒与别的酒都不同 陛下一世变之 小公爷我先替陛下尝尝你这酒 下一秒便见到张公公一饮而尽 张公公这酒如何呀 只见他低头不已 燕王此时也死死地盯着他的状态 随即见他犹如火山爆发一般 陛下 好烈好香的好酒啊 下一秒便直接倒地不起 这是什么酒 怎么一杯就醉倒了 陛下 这是臣用特殊工艺提纯的酒 名为牛兰山二波头 此酒性烈 最适合西北苦寒之地 能给将士取暖 能给伤口消毒 来世居家旅行行军打仗必备 堪称国之利器 皇帝此时将信将疑 而此时太医院的吴之山走上前 可甜筋补损 炎年益寿 皇帝一听顿时瞪大了双眼 还不止这些 如果战士受伤 用这酒便可让伤口不易发言 可以大大减轻伤病了 并且还是屈含力气 而吴太医不过早就已经被我用大宝剑金卡收买 此时他完成了任务差点当场起飞 而牛二却在这个时候冲了出来 李锦龙 你煽占了我的名字 抗议无效 大名没有专利的 而我此时正得皇上看重 牛二也不好继续追究 如果这酒真的这么好 朕可以亲笔提子 并封为玉酒 谢陛下 陛下您喜欢就好 而此时朱元璋对燕王的态度也瞬间转变 台下的臣子也都觉得燕王看对了人 真是后生可畏啊 这酒怕是会卖抱着个大名吗 话音刚落 便看到李方元再次走了上来 你也想要酒吗 你们朝鲜不是地大物博吗 下一秒便看到一个使臣为了些酒跪下求我 一瓶小小的二锅头 竟让朝鲜国使臣亲自下跪 还好言称只要我卖给他 不管多少钱都买 我此时露出一脸奸笑 少爷我不要钱 李方元文言差点原地升天 下一秒我便直接将他打醒 想要二锅头拿你们的特产来换 比如人参 貂皮 东珠 海东清我全要 此话一出 便看到身旁的安南国公主叫住了我 那个二锅头能卖我一点吗 你也是想要二锅头吗 对啊 我们安南国湿热 毒虫猛兽多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二锅头又不能杀主 说着便要用最名贵的五毒换我的二锅头 我们安南人泡要紧 可是无物不可泡啊 知道知道 你们连外星人都要往酒里跑 现在就差二锅头这种一杯就醉的烈酒了 好了 我都知道了 安南国公主一脸疑惑 这酒我也不要你们 就拿你们的特产来换 我们安南国特产黄金 美玉 象牙 药材 统统都可以拿给你了 此话一出 身后的臣子直接愣在原地 这二锅头还没正式发售 都已经预定到朝鲜和安南去了 方笑如一听瞬间一脸奸笑 都别跟老夫抢 李锦龙早就是我的女婿了 方大人 就算你官职大 老夫也要跟你争一争 那咱们就个平本是吧 话音刚落便看到一群大臣冲了上去 林芳看到我被一众大臣抢着当女婿 不禁一脸羡慕 而我此事哪里敢想那么多 再不跑就跑不掉了 随着张公公喊道 天子受代 普天同庆 赐验 现在受理的事情圆满解决了 与朱允文的约定也完成了 可以去谈谈退婚的事了吧 我命由我不由天 今后我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允文 我们的约定可以兑现了吧 没想到她竟然想要赖掌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下一秒便听到 公主驾到 锦楼 我们好久不见了 来源正是17岁的寒山公主 牛二文言大喊一声 他们俩一定有猫腻 一嘴 大听广众喊这 你想被杀头吗 我赶忙上前叫了声公主便想 下一秒便看到她直接哭了起来 我直接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我骗你的 小时候你经常欺负我 现在逗你一下不过分吧 而我也只能连连点她 随即便见到她直接走远 只留下一块手趴在我手中 我一看直接愣住了 难道是在撩我 老大 这么明显的暗示 直接上啊 那可是公主啊 我怎敢如此大步进 怕啥 正所谓富贵舔中求 我文言竟觉得挺有道理 随后便反应了过来 你给我滚开 敢碰公主 不被朱元张掩了才怪 对了 我还要去找朱允文说退婚的事情 下一秒便看到朱允文已经跑路 到了深夜 我竟被一群蒙面人绑了起来 随即重重地摔在地上 我差点当场去世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要绑我 随即便看到寒山公主出现在眼前 身为大明朝的公主 竟把一个京城败家子绑进自己房间 我一看是寒山公主直接愣住了 孤男寡女又在房间内 难道 景龙 你莫非不记得小时候的事情吗 我文言被吓得一脸冷汗 随即便看到了她拿出的照片 那时候你是我除了哥哥们外 唯一接触的男孩子了 我明白了 小时候我爹被陛下刺性主 我们的关系就像兄妹一样纯洁 只见她直接脸黑 并说我还不如她脚下的猫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朱元璋的女儿我哪敢招人呀 下一秒她便要让我坐她身边 我赶忙下跪 公主能不能放我一马 随即便来到我身边 景龙 这些年你想我吗 我瞬间羞红了脸 便提醒她已经是有驸马的人了 没想到她却一点也不必我 我赶忙走向一旁 我听说你这些年还有个败家子名号 你可别听人乱说 我可是大明柳下会 下一秒一个皮鞭就出现在她手中 千钧一发之际 便看到门被直接打开 老大快跑 临放一看物闯了公主归房 吓得赶忙跑路 随即便见到沐王冲了进来 直接就把我拉了出去 幸好今天陛下过寿 恭敬比平时晚 不然就出不来了 沐王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 我要是不来 你是不是救 你可别乱说呀 寒山可是有驸马的 我听说寒山公主的驸马身体不太好 传闻他们至今没圆房 什么还有这回事 还不是怪你 小时候说要娶她 吴文言直接愣住了 我从小就这么会撩吗 别说这个了 我听说方笑如连夜求见陛下 我怀疑她想请天子为你赐婚 你说什么 方笑如想坑我 现在宫门落索 依我之见 不如让你爹明早上朝时去打探一下消息 好那就这么办 现在想想 如果刚才你留在公主那里 也许能把方笑如给拦住 那你怎么不早说 好打 次日 我一醒来就赶忙问下人我老爹回来了吗 正当我准备去朱允文府上退婚的时候 阿刘大喊道 少爷 老爷回来了 我爹回来了你慌什么 少爷 这次是大事不妙啊 下一秒便看到张公公走进院路 随即一道圣旨便把方师师赐给我 我此时心头猛然一惊 完蛋 上了方家贼船了 随即便倒地不起 差点当场去世 爷爷被天子指婚都是莫大的荣耀 而我却被吓得差点当场去世 到了深夜 正当我准备连夜披童跑路的时候 阿刘却一把抓住了我的脚 少爷 你别走啊 阿刘 你果然有情有义 但这婚我是不会结的 你回去吧 少爷不是啊 这是皇上指的婚 你要是逃了 我们全都得掉脑袋呀 下一秒便听到他大喊了 快来人了 少爷想逃婚 而我的老爹净凭空出现 我随即被两个大汉给拉了回去 既然这婚事是皇上定下来的 儿子 你就从了吧 我不要了 你快放了我 次日 朱允文静亲自登门拜访 皇太孙 你是不是也太不讲信用了 锦楼 你也别怪我 这是皇爷爷的主物 可不是我不守约定的 不说这些了 我有份礼物要送你 下一秒张公公手中便出现一件黄袍 就要将这黄袍送给我 我不滚出去 我不甘心 我不认命 逃婚 一定要逃婚 下一秒我那老爹如幽灵一样出现在我身后 我瞬间被吓得一脸惊恐 儿子还是来聊聊这门婚事吧 我不管 我就是要退婚 儿子 我知道你不喜欢方家人 可是我们李家没有选择呀 泰国大将活到现在都唯有我一人 我们李家难道想不拦欲后尘吗 吴文言直接愣住了 是爹对不起你 为了保全家族 这些年故意让你带家 好让陛下放下戒心 如果不是靠着明哲宝身之道 我们李家早就没了 所以我在陛下生日上 故意写书法 向陛下表明心计 什么 这些都是你故意安排的 方孝如乃是陛下安排给皇太孙的顾命大臣 我自愿放下兵权换来陛下承诺 让你娶方家女儿 就是告诉我 下一任天子 我李家依旧胜卷不衰 你明白了吗 想保全家族 想活下去 就必须听话呀 原来是这样 我没想到老爹你竟然有这么深的心计 开国大将能有几个是蠢才 我能活到现在 就是因为看得清大事 这么说看来这婚事没得商量了 下一秒便看到门外的四人再次冲了进来 把我俩瞬间吓得哑巴呆住了 而婚礼也如约而至 但在这大婚的日子 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反倒是老张人一脸奸笑 随着仪式顺利的进行 马上就要里程的时候 只见房门被突然踹开 我还以为我的救星要来了 没想到竟然是齐栏欲闯进来 败家子娶了京城第一美女 却在婚礼当天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仪式也在顺利的进行 马上就要到里程的时候 只见房门直接被一脚踹开 我还以为是我的救星要来了 下一秒便看到齐栏欲冲了进来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你当初不是说好要娶我的吗 你个负心汉 我文言一脸猛逼 我什么时候说过呀 随即便看到他拔刀就朝我砍来 今天是公子大婚的日子 你可不要在这里闹事 妹妹你冷静点 没了这个败家子 军中还有许多淳爷们等着你挑 我不要啊 他家的温泉最舒服 完了好像说漏嘴了 你们俩就别捣乱了 快滚 里程之后 我便被侍女带到了洞房 在这猛逼的环境下 我竟然成婚了 看着眼前的方诗诗 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夫君 我们还有最后一道理没完成 我文言瞬间一脸惊恐 乖子掀盖头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随即将盖头掀了起来 一时间四目相对 你怎么发呆啊 难道你不会吗 谁说我不会 事关我的尊严 锦龙一生不弱于人 你以为我是个青铜 其实我是王者 嘿嘿 接下来的画面不太好看 我就替你们看了 到了第二天 我无精打采地坐在书房 下一秒便看到 林芳木昂过来问我 别提了 那是个狼人啊 林芳文言瞪大了双眼 老大你说啥 比狠人还多一点 老大 连你这种品级的男人 都置不住他吗 怎么可能 少爷我今天就要一阵富刚 两人瞬间被我的气势拿捏住了 随即便看到方诗诗出现在门口 你刚才说我什么呀 而我也瞬间秒怂 刚刚的气势却一点也没有了 两人看我这架势纷纷叛了口气 此时门外传来 燕王驾到 我赶忙出去迎接 不知燕王驾到有失远迎 锦龙你可知道你要大货临头了呀 五文言直接愣住了 随即将他请到书房内 你可知道 前几日父皇召我去说了什么 还请燕王指点 父皇说现在朝中速降 只剩李文忠义 如果他不在了 让你爹也下去陪他 什么 这错不要脸的竟然要对我爹下手 你怎么说话的 是我誓言 燕王见谅 别以为你娶了方笑如的女儿 李家就万事大吉了 而我调查你爹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五文言皆是一愣 你爹在外面养了个小三 还生了两个儿子 我一听直接坐不住了 下一秒便带人直接冲了出去 活了十八年的独生子意外 得知自己竟然还有俩弟 这把他瞬间吓得养了呆住了 我迅速带人以一百二十码的速度冲了出去 很快便来到了燕王说的地方 下一秒只见房门被突然踹台 而我看着眼前的一切直接愣住了 你们是什么人 你就是我爹饲养的妾室吗 你难道就是他那个败家子 我一听连一头撞死的心都有了 我老爹都跟你说了什么呀 随后我便被请到了房间内 大公子 这是小儿曾知 大儿叫李方英 我一听曾知这名字 难道我老爹是真想开支散叶吗 我随即猛拍一下桌子 可惜你们行事不命 反而被陛下知道了 又多了一处把柄 你们都跟我回礼府 这里已经被锦衣卫查到了 回到府中之后便看到下人在一起议论纷纷 老爹 请我一个解释 而我看到他那平静的样子 直接一壶热水浇了上去 房间内瞬间传来一声惨叫 不要以为不说话就完事了 这是必须有个交代 停一下 我身为国公也 在外面养几个女人 有几个私生子 也很合理吧 合理个头啊 我恨的不是你有私生子 而是你身为大明战神 竟然做这么幼稚的事情 现在陛下已经知道这件事了 那是你懂陛下 还是我懂呢 吴文言直接愣住了 你以为只要老爹围观清廉 不碰丁拳就完事了 自无保平安懂不懂 我不故意留点漏洞 陛下怎么知道我在怕他 怎么有安全感 我觉得我在外面养个小气 这算是事吗 你竟然敢凶我 这日子没法过 儿子 是我错了 别生气了 现在除了你多两个弟弟分家产 好像也没什么影响啊 你说什么 我为什么会莫名其妙 多出来两个分家产的弟弟 儿子你那么能赚钱 老爹这点家产都还不如你自己挣的 我文言竟觉得挺有道理 可现在不是这个问题啊 是陛下想对老爹你吓什么了 放心吧 陛下春秋鼎盛 我能活他那么长 睡着都能孝醒 不对啊 我记得朱元璋活不了几年了呀 比起这件事 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我们养的私兵现在咋办了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什么 你还有私兵 随后我便直接将他带走 很快便来到了一处作坊 我一脚把门踹开之后 过来看一下吧 我那老爹走进一看里面的情形 瞬间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这是什么东西啊 原谅儿子擅作主张 将他们改造成作坊工人啊 我那老爹一听他的军队被我改造 气得当场倒地不起 曾经的百万铁骑大军 一夜之间让我改造成了流水线工人 我那老爹得知此事之后 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老爹 现在不用担心了 我们李家只有卖身出力的工人 只见他差点被我气出心脏病 随即便倒地不起 安顿好老爹之后 我便带着手下准备去酒场看一下 也不知道牛二家里的生意黄了没有 现在生意已经进入正轨 又把私兵的事情停了 只要讨好黄太孙 稳住燕王 熬死猪元璋 等燕王打过来 我再改换门庭 简直完美 正当我在密谋着我的如意算盘 只见方笑如突然出现在我眼前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哪里冒出来的呀 这一句 岳父是来找你借点名字的 什么 这才几天你就要开始借钱 方大人名字没有 不过我有个好东西要送给你 方笑如一听瞬间一脸奸笑 而我把我的宝马送给他之后 只见他幸灾乐祸地离开了 方大人好好享受 这车的自动挡很赞的 方笑如一听瞬间一脸猛逼 下一秒只见马车直接冲了出去 现在跟方笑如这样的猪队友绑上了 怕是将来还会有麻烦了 老大 不如咱们一不做二不休 林放 你又是什么时候来的 老大 我来好久了 你都没有注意到我吗 你给我死一边去 别摸我 对了老大 我替我姐送信给你 我迅速把信封拿到手中 打开一看内容 瞬间让我心跳加速 这真是你姐给我的 姐姐知道老大你结婚 大哭了一场 老大 你要不把我姐姐收了吧 我也是有媳妇的人了 怎么能再沾花惹草 给我滚 少爷 您是败家子啊 终于人设 我文言瞬间转变语气 那我回头有空就把你姐姐收进房 话音刚落 便听到身后传来 还想收女人 我俩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回头一看 竟是寒山公主 锦龙 你现在还真是气管炎了 我可不是啊 你可不要乱说 既然没有 那你不如上我的马车 我们好好聊聊 公主 为了陈的脑袋 你还是放过我吧 那要是我不放呢 对了 你可以找林放 他会十八般乐器 吹拉弹唱 一定会让公主大开眼界 祝公主玩得愉快 小弟就先告辞了 好你个李锦龙 简直不识抬诀 公主 没有老大 要不要和我探讨一下乐器 既然如此 跟本公主上车吧 下一秒只听一阵哐当声 一个猪头便从窗户钻了出来 老大 救命啊 别打了 我还想留下英俊的容颜给小姐姐 你不是会乐器吗 你倒是给本公主吹他弹唱啊 不敢了 我除了吹牛 我啥都不会吹 好啊 来人 给他换身打扮 下一秒便看到林放被撕了得干干净净 随即一脚被踢了下去 一拳能要人半条命的钢铁猛男 胸前却纹了一只小猪佩奇 这操作差点把我们三人当场送走 巴图 你什么时候换纹身了 因为您说二哈不雅观 纹这个不好吗 我迅速地竖起大拇指 没事 挺好的 我很佩服你 此时便听到阿刘喊道 少爷 牛二已经跑了 而我看他逃跑的速度光想超越伯尔特 差点没把我下巴惊掉 算了 下次遇到定让他好看 此时便看到李方远鬼鬼祟祟地准备跑路 刚才只是正常的商业行为 我这么说 你能理解吧 放心 我肯定理解啊 阿刘今后给朝鲜的货物 每件再加二两银子 李方远一听差点原地去世 此时的最先居酒楼内 一群五薰子弟正在等我来喝酒 徐达一时间等得有些不耐烦 竟当众说起了我的坏话 而我此时突然出现在门口 徐兄 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怎么会呢 你能来就是给我面子啊 我文言差点笑出诸教 你这突然变了 让我有点不习惯了 随后我便走到了沐王旁边坐了下去 徐兄有什么话就直说吧 不然这番怕是吃不香啊 只见一群五薰子弟拿着我的二锅头 就是一顿夸赞 既然还编成了顺口溜 我瞬间被这操作吓傻 随即猛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们到底搞什么呀 给少爷我王红门宴呢 既然如此 那我可就直说了 只见他一番酝酿之后 锦龙带我们一起发财吧 我顿时一脸无语 下一秒身后镜忽然出现了 拉我们一把巴黎上 狗富贵 勿相忘啊 几位好歹是开国功臣之后 你们的节操在哪里啊 只见徐达拿起酒杯就要敬我一杯 客气了 都是自家兄弟 对对对 还是锦龙大气 不对啊 我记得之前几位不是说不喜欢做生意吗 贤弟那些都过去了 不说那些了 此一时彼一时啊 那时候贤弟还没这么能赚钱 现在你可是公认的财神爷 咱们不能跟钱过不去啊 我文言摆了摆手 你们就这点节操吗 贤弟没有钱 底库都保不住 还谈什么节操 咱们几家又不会做生意 老爷子也没留下太多祖产 陛下又限制熏贵去圈田 地主家也没余粮啊 哥 都是熏贵 互相帮一把 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好吧 我那二拨头的生意 到时候与几个哥哥分一反 此话一出 便看到徐达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并对我的生意一顿出谋划策 我文言结实一愣 这脑子为啥你不去自己创业啊 平日里光鲜亮丽的五薰子弟 却穷的内裤都要打补丁 而我在他们面前 却是活生生的财神爷 在沐昂的劝说之下 我最终决定把我的二拨头生意 分给他们一起 话音刚落便看到徐达连连叫好 我家在陆运和海运上有关系 可以帮你上下打点一下 我一听好像有他们的帮助还不错 不过贤弟你也不要高兴得太早呀 你已经坐在火山口上呀 我一听直接一脸猛逼 你父亲顾前是当今军方第一人 而你现在又这么能赚钱 你猜陛下会怎么想 你可要知道沈万三的前车之鉴啊 我一听沈万三直接愣住 那不就是被陛下砍头的前首富吗 我今天约你来 就是因为徐大哥他们在朝中有的脉 大家守望相助或许能够跨点危机 说得不错 锦龙就让我给你分析一下当今形势 还请徐大哥给我指点读经 如今大明表面平静 可那里却暗流汹涌 而这都是因为两件事 第一件事费响 我闻言一脸猛逼 陛下先收拾胡为庸 再除掉李善长 两位丞相被除之后 再也没有立过丞相 我闻言恍然大悟 陛下要集权 所有的权力基于一身 再也不能有任何人分他的权 这些年薰柜里有能力的 能打仗的 已经全被陛下收拾掉了 而这第二个问题就是 陛下再给皇太孙铺路 穆王闻言皆是一愣 权力的博弈从来没停止过 就像这次陛下过手 我闻言直接瞪大了双眼 你爹送书法 表示无意在碰冰犬 令陛下安心 而牛大人的一桶江山 表明拥护陛下和皇太孙 我一听差点原地去世 原来我过了一个假的天子寿宴 此话一出 便看到几人瞬间瞪大了双眼 你当时不是故意站出来 打牛大人的脸吗 故意 你们说的是哪种故意 表面上是打脸 其实是表明你比牛大人更好用 也更聪明 锦龙哥 我跟他们说你只是为了出口气 他们都不行 别说了 我现在自己都有点恶心 陛下认为 你选择了皇太孙 并且显得很有用 我闻言差点没被气死 但是你就不同了 主动放下权力从伤 陛下高兴都来不及呢 既可令陛下有一段君臣佳话 又能丰富大明的前代理 可谓是前途不可限量啊 正当我准备带人离开的时候 一个猪头便出现在我眼前 差点没把我下出心脏病 随即一脚将他踹开 仔细一看竟然是灵发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鬼样子啊 平日离养尊处优的公主 如今却被打得亲妈都不认识 而他这个样子把我也吓得不轻 以后还是不要招惹公主 太难伺候了 没想到他思考之后 竟要知难而上 凝知山游 偏向虎山行 我一听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路王咱们离这会远点 他脑子有坑 一看他就是提着灯笼上牢房 吴文言一脸疑惑 随即见他打开扇子 差点没给我气死 老大 你不知道我内心孤独啊 真正孤独的人是说不出孤独的 锦龙哥 你说的啥呀 那些很孤独的人 就像是烧开水一样 众人一听纷纷觉得有道理 那是自然 本少讲话一向有道理 老大你果然英明生武 又被你看穿了 出了酒馆之后 正当我们几个计划者去哪里潇洒时 只见眼前一个算卦的吸引了我的猪 台边上写着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半仙玄机子 那不就是刘伯温吗 喂 是谁派你来的 八徒你先等等 让我来 而他看到我过来之后 瞬间变得神情紧张 随即便开始掐算 不好 众人文言皆是一愣 难道你算出什么了 哎呦 我手抽筋了 这操作差点没给我们送走 你是不是找死了 等等 频道随手起挂 定能算出你们的身份 一阵口诀念出之后 如果我推算的不差 你的名字里一定有个哈子 八徒一听瞬间一脸猛逼 而我却差点没被气出心脏病 走了走了 这一定是个江湖骗子 你我有缘 你还会再来找频道的 这骗子真是没眼力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那说的可是开国第一之行 诚意博留博温啊 现在的骗子都这么奇葩了吗 当今天下除了老大 谁能当得起奇葩之王 你才奇葩 你全家都是奇葩 话音刚落 便看到一群家丁走了过来 我家主人蜀王 想请你去府上一座 随后我便被人带到了蜀王坟 我一来赶忙行了一 不用这么见外 小时候咱们都是皇后养大 轻如兄弟一般 这上来就扯交情 我瞬间有些紧张 我只是看你的歌舞不错 想学习你一下 我一听这才放心下来 你放心 不会让你白叫 赢钱方面你放心 我听说你生意做得不错 不知有没有兴趣经营些蜀中特产 蜀地的特产可都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啊 蜀王有利于我做生意 只要你愿意 咱们可以联手 有钱一起赚 许了方诗诗跟方笑如撇不开关系 现在得努力结交好猪王才行 这样才能保全李嘉和方家 你刚刚说什么保全 没有没有 你一定是幻听了 你不用瞒我 我理解你的苦楚 我一听瞬间来了兴趣 我的正妻姓蓝 我直接想到了什么 没错就是蓝玉之女 三年前她被株连了 天家无情 涉及到谋逆大案 或许只有当驸马才能活命 我猛然站了起来 静难时燕王将朱允伦推翻自己 做了皇帝 凭我现在的身份 到时候难免一死 什么都保不住 除非娶个公主当驸马 可惜 父皇的女儿都嫁人了 不然我倒是想与你做亲戚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我把你当兄弟 你竟然想当我妹夫 表面上有福同享的亲兄弟 背地里却想让我当他妹夫 我文言心头猛然一紧 看现在陛下的意思 下一任天子一定是允伦了 以你和允伦的交情 你还怕啥 可我现在是真怕朱允伦 干不过他叔叔燕王朱棣 到时候跟他走得越近 就死得越惨 锦龙你可不要有什么别的想法 父皇把未来都规划好了 若你此时三心二意 只怕陛下第一个不饶你们李家 我跟你说实话吧 跟你亲近 也是希望日后你扮允伦上位时 能够提携一二 蜀王 你跟允伦可是书职 名为书职也是君臣 如果哪一天我挡了天子的路 只怕是南宝小命 随后我便出了蜀王府 如果我此时跟燕王太紧 皇帝和朱允伦不会放过我 可若我今日与朱允伦太近 日后难逃被燕王清算 这不就是难为我吗 此时身后传来一句 知难而上 不不不 谁要知难而上 我只是一个败家子而已 少爷我可是有老婆的人 下一秒便看到那个算命先生出现在眼前 宁像直中曲 不像曲中球 这是江子牙说过的话 李少你果然有大智慧 我一听直接转身就走 李少等等 平道算出你有意见 正需要我 武文言看了看他 就你 没错 当朝太祖开国 还需要留伯温帮忙 难道李少遇成大事 不需要指点吗 闭嘴 老子最大的事就是混吃等死 你敢乱说 信不信我送你入宫当太监 好狠 武当派也要武当了 我一听武当直接瞪大了双眼 当得知张三丰指示他祖师之后 他还不忘装了一波杯 可我却转身就走 差点没把他下巴顶掉 随后便开始了算命的那套说辞 脸上大写着忽悠二字 我一看给他做了个鬼脸 你还是回家洗洗睡吧 大师 省省吧 你这套我还没生下来就会了 他一听瞬间一脸疑惑 等一下 平道看你骨骼惊奇 一定要替你算一款 只见他又是一阵推算 我还以为又是手抽筋了 没想到他却说我会在18岁寒笑九泉 我一听心头猛然一惊 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 下一秒便看到公本一脚踹了上去 随后便看到那个当时被解案 在地上摩擦 都闪开 让我来 那道士还没反应过来 八图便直接从空中砸了上去 我是说让你等等了 少爷 他筋骨已经断了 那还不快去救人了 这个练习时长两年半的小道士 第一次算命 竟然说我会在18岁寒笑九泉 话音刚弱 便看到他被我的手下 按在地上摩擦 我一看赶忙让他们住手 回到李府之后 随即看到他已经奄奄一息了 虽然断了 但是道长出家人 想必也用不到这方面 谁说的 我是火炬道士 是能娶媳妇生儿子的 五文言拍了拍他的肩膀 大不了以后陪你一个人 没想到他一阵思考之后 竟觉得还挺有道理 少爷我只说送你儿子 又没说是你生的 实不相瞒 平道看公子骨骼精气不是凡人 有心投靠你做一番事业 五文言直接拔刀 你竟然查过我 处心几率接近本上 究竟意欲何为 他看似淡定地把我的刀推开 不过 你推斗什么呀 而他此时尽量让自己站直 却不论如何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 有话直说 站好啊你 实不相瞒 如今天下大定 佛教又兴盛起来 我们道门中人 不甘任被打压 所以我掌门派我下山 寻找民主 匡复我教 那你们掌门怎么不自己出山了 因为掌门他先锋道骨 已经凸了 五文言差点没给我送走 随即便坐在地上 差点笑不活了 礼少请你尊重掌门 好吧 掌门虽然凸了 但是也变强了呀 随后便见他吹嘘起来 平道有一天夜观天象 群星闪耀 所以才下山准备寻找民主 没想到我隐藏的这么深 还是被你发现了 没错呀李少 就收了小弟吧 你以为这种鬼话能骗过我 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淹了 平道云游到此 身上没钱了 看你有钱 所以想结个善缘 我随即将刀架到他脖子上 给我说实话 平道就想弄点钱而已 好大的胆子 碰刺碰到我身上了 我看你是五行欠仇 八字欠糟 平道只是五行缺钱 八字贫穷而已 大家都是腰间坛 你为何那么突出啊 随后便见他一脸猛逼 滚吧 不要再在我面前出现 下一秒便见到八足出现在他身后 等等李少 平道是真想投靠你了 请听我再说最后一句 说吧 我看你狗嘴里能吐出什么象牙 看李少如今风光 但平道算出 你命中有一截 家中十足俱备一瓶 我闻言心头猛然一紧 这家伙怎么会知道方笑如的事情 我赶忙来到了方如 没想到方笑如看着像是正经接待我 随即便露出一脸奸笑 下一秒便看到他的十八防疫太太 就要进来看看 这个七勋老汉竟有十八防疫太太 而身为他女婿的我第一次登门拜访 就被眼前这一幕吓得不轻 都被我推下去 一点礼数都不懂 说完便夸赞起来我上次送他的马车 我一看他这笑容很是古怪 也是捏了一把汗 贤婿 娶道失失 真是你捡到榜了 我闻言一脸疑惑 随后便跟我说起了我不在这三天的带路 没想到他已经发现了我所有产业上的疲瘩 并且已经把这些漏洞全部解决 话音刚落便看到方笑如猛地拍了下桌子 我这个女儿在全京城也是数一数二的 你还以为是老夫占了你便宜吗 这站没占便宜不知道 但是跳火坑里倒是真的 随后我便震慑道 岳父放心 我一定会善待失事的 下一秒便看到方笑如一脸得意 而方失事却走上前要我把钱上交 还豪言称每月流失两银子给我当人花 我一听差点没给我直接送他 正所谓管住男人的钱带你 比管住他们的位更靠谱 不愧是我女儿 随后便听到她的三妻四妾连连叫好 从明天起 我们也要管住老爷的钱带子 那方笑如一听想死的心都有了 回到房间之后 方失事便对我今天的表现连连称妙 夫人的面子我肯定是要给的 随后便看到她直接向我走了 夫君 切身心学了一门乐器 看看是否有那些异计的水准 还请夫君品鉴一番呢 会赚钱还会乐器 娘子果然是好学呀 到了第二天 便看到她的两个侍女 要我把他们收了当通房丫鬟 这古代人真开放 娶个小姐还顺带收一堆丫鬟 随后便看到他们就朝我走不过来 停 夫人累了 不许吵醒她 还有 我李家门不是随便能进的 先问过夫人答不答应 请你们控制好自己的感情 随后我便潇洒离去 而这一切却都是方式施舍的剧 看到我没有上当不进连连叫好 而我出了门就带人来到了明月龙 那小道士哪里见过这种场 几杯酒下肚便看到她已经开始醉了 我说道长 你一个出家人跟我们喝花酒不太好吧 我是火炬道士 是能吃肉能娶媳妇的 修道之人在滚滚红尘中修的是一颗百节布膜的道行 话音刚落便看到她已经放飞自我了 这假道士说她修心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慕王老大咋会收这种假牛鼻子当手下呀 这个你就要问她本人了 话音刚落便看到我突然出息 把人带上来吧 众人文言皆是一乐 什么情况 这个小道士每天不好好休息 反而天天跟着我喝花酒 而他也很快被这纸醉精迷的生活沦陷了 话音刚落便听到我大喊一句 把人带上来吧 几人文言瞬间一脸猛逼 下一秒便看到蓝芳姑娘出现在眼前 少爷您找我吗 蓝芳 少爷我平时带你如何 若没有少爷提拔和治愈之温 哪里有我的今天 原来你还知道 那你为何还和人勾勾搭打 有没有把少爷我放在眼里 慕王此时也是一脸疑惑 少爷冤枉 昨日是林小姐派人找我 什么 林明儿找你 林芳一听也瞪大了双眼 林独秀同志 你先坐下 怎么可能会是我姐啊 一定是老大伤我姐太深 转了信了 我姐难道她不喜欢男人了吗 不爱男人了 你也用不着这样的 你懂什么 她连邪于小妹都不放我 府上的漂亮丫鬟哪还有我的份 这逻辑我给你满分 少爷 我知道的都说了 绝不敢欺瞒 那你先回去吧 有事我再找你 道长如何看待此事啊 这玄机子到底有没有真本事 还得考验一下才行 公子爷既然问了 以平道看 刚才的姑娘两腿内核 眉毛不散 分明是处子之身 我文言差点没给我送走 谁问你这个东西了 李少在帝都一向 以风流好色败家闻名 频道认为这波难道分析的不对吗 我不要你认为 我要我认为 停一下 那位林小姐是不是就是 李少口中的林大伯 闭嘴吧 快滚 随后我便将她一顿抱走 老大果然是微风不减当年啊 李少停一下 我想到了 要是在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当心我还做你 不能再打了 再打频道要飞升了 少废话 快说 一频道看 那位姑娘分明是对公子你有意思 有意思 那是几个意思啊 我听帝都人都说 这位姑娘在商业上颇有手腕 如果她真想撬你的人 或者打你生意的主意 就不会这么容易被你发现了 我料她不过是想借机向你表白 我一听直接愣住了 倒是林放木昂直接来了兴趣 问世奸情为何物 只叫人生死相许 李少女污了人家的清白 你可别瞎说呀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我那是欣赏 哪里能叫污 老大你是真地无耻 都别说了 我不听 总之林姑娘的心在你这里 李少给她一个交代就好了 什么 真的是这样吗 这件事好办 但是另外一件事 道长你难道要和锦文哥分享经验吗 随后我便带她来到了房间内 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你可以说 那平道就斗打了 请李少把公主娶了吧 闭嘴 你说的什么疯话 平道不是乱说 是为了保全李少的富贵 今天你要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要么我叫人把你占地 以我李家的权势打死一个疯道士 想必陛下也不会怪罪 杀了我 李少乃至整个李家 也会跟着输掉啊 什么 竟然敢威胁我 我堂堂明朝省万三 竟被一个小道士给威胁了 平道只是算出李少需要一位谋主 话音刚落 便看到门外两个嘉宾走了进来 我错了李少 饶我一命了 那你倒是讲讲你错哪了 我哪里都错 都是月亮惹的货 什么 你是不是又欠揍了 李少果然不愧有人主之相 玄机子佩服 我文言直接放下了水杯 人主之相 意思是你真觉得自己有出将录像之才 不敢不敢 我看李少身边都是些武将 做大事怎么能缺少谋士呢 你看我朝开国 圣上身边有刘伯温 李擅长 就连燕王身边都有个姚广孝 我一听这个名字直接愣住 那不就是静难之意中 祝燕王夺取南京 登基称帝的那个人吗 锦龙哥 这是你让我查的东西 如此谨慎 说明李少果然如我所想 预干一番大事业 云南王 燕王 蜀王 商业垄断 李少当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 玄机子 你还知道些什么 这么快能查清平道的身份 锦衣卫那边怕是也有李少的人吧 你这贼倒是果然有几分本事 平道这个人实力只有一点点 主要是比较浪漫 下一秒便看到一把刀架到了他脖子上 现在你还觉得你浪漫吗 李少下马威也给了 李细你也查了 现在该平道向您献上一份投名状 我一听赶忙问到投名状是什么 平道为主公献上一张保命 就是寒山公主 寒山有驸马呀 你这算什么狗屁投名状 如果我说能让主公娶了寒山公主呢 满嘴胡言 你要是能办到 我就把这刀吞下去 木少我就随便口嗨一下 不用赌这么大吧 少废话 要是办不成我直接从你身后躲进去 那玄机子一听瞬间一脸惊恐 跟我们玩 你行不行啊 戏狗 下一秒便看到公本冲了进来 少爷不好了 出大事了 什么情况 细细道来 少爷 是寒山公主的驸马隐亲将军暴毙 这消息差点没把我们三人下把惊掉 寒山的驸马还年轻啊 怎么可能 几位公子 平道铁口之断 能知过去未来 你到底是什么妖怪啊 我这个人嘛 还是有些本事的 那么按照赌约 请木小公爷吞剑吧 不会完真的吧 木王你快去给道长认个错 没想到木王直接走上前 道长得饶人处起饶人 既然主公发话 那这件事就这么算了吧 我们三人不禁连连叫好 没想到木王却一把将剑夺了过去 下一秒竟真的要直接吞剑 平日里嚣张跋扈的木大公 如今为了面子竟要当场吞剑 这操作瞬间把我俩下的哑巴呆住 下一秒便看到他一脸惊恐 警公哥你快拉住我来 我文言直接明白了他的意思 来人快拦住他 随即便看到八图直接冲了出来 下一秒便看到他手中的剑落到了他嘴里 这操作差点没把我们三人下巴惊掉 木少平道竟你是条汉子 没想到木王直接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此时的林祖后花园内 只见几位大小姐已经进入了三缺一的状态 今天请你们过来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 本公只对一件事感兴趣 林小姐你跟李锦龙是什么关系 此话一出便看到齐伦郁顿感不妙 实不相瞒 我今天就是想和两位谈谈锦龙的事 果然我还没来的时候就已经猜到了 你们俩在说什么 我怎么听不懂啊 齐姑娘你真的不懂啊 随即殿看到他猛然起身 没想到就这样被你看穿了 齐大人尽是出身文武双全 他的女儿又怎么会毫无心机 没错本姑娘是为了 你肯定是贪图锦龙的美色 此话一出就看到差点把他俩送来 公主你还真是好眼力啊 那当然锦龙那么优秀 别说是你 就连林姑娘不也在打他的主意吗 而此时齐鸾欲怒气之飙声 却不敢对公主动 既然大家这么有默契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我想请二位帮我一个忙 谁跟你有默契了 你要我们帮什么忙 请二位助我让锦龙修妻 什么 你想让锦龙修妻 没错只有让他修掉方施施 我才有机会 可我们为什么要帮你啊 事成之后我可以答应你们一件事哦 笑话 我堂堂公主 还需要你答应什么 如果我说 等我嫁了锦龙后 让二位做锦龙的平妻呢 话音刚落便看到齐鸾欲直接打刀 我堂堂兵部尚书的女儿 会跟你一起做李锦龙平妻 那你不愿意的话就算了 随即便看到齐鸾欲连连叫好 我说你的节操呢 如果林姑娘和寒山公主都愿意 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呢 和我想的一样 齐鸾欲够聪明 那公主你还要拒绝我的条件吗 可是本宫是有驸马的人啊 下一秒便看到一个丫鬟跑过来 公主殿下 不好了 驸马断气了 随即便看到三人直接愣住 而寒山却爽快地答应了这个条件 随后便带人离开了 公主还真是觉醒啊 那是因为他心里装着锦龙呢 但是齐姑娘你又是为什么呢 你到底能不能认真一点啊 没想到你竟然生气了 而我此时刚带人走到大街上 便看到阿刘偷偷地走上前 少爷少爷 这么着急要去哪里 你能不能小声一点 寒山的驸马死了 我得赶紧找地方躲一躲啊 老大 他驸马的事又不是你做的 你躲什么呀 对啊 那我还怕啥 以平道看 不但不需要躲 反而要迎难而上 趁机把寒山公主拿下 到着 这就有点强人所能了吧 明朝公主意外得知自己的驸马 英年早逝 可他不但没有半点悲伤 反而还连连叫好 而我此时带人来到了驸马府 看着眼前的情形一脸不可置信 锦龙你也来了 真是有情有义啊 我一时间竟想不起来他是哪位 我是郭震啊 你忘记了 那不就是武定侯郭英之子 是朱元璋十二女永家公主的驸马吗 锦龙你和隐亲驸马关系一向不好 怎么想着过来祭拜 经他提醒我才想起小时候 我俩之间的矛盾 下一秒 郭震竟然拍着我的肩膀要入骨 什么 你不是驸马吗 何出此言 锦龙你还记得我喜欢诗歌呀 你以前就常常和我说起这句 何出此言 什么 这也能接上来 你个铁憨憨 随即便看到他开始做起了诗 花镜未曾圆客嫂 鹏门金屎未君开 我怎么感觉你是在调戏我 我们读书人就是要吟诗作画 请你离我远一点 我不感兴趣 锦龙你这就不仗义了 以前一起花天酒地 现在发财的就不认识兄弟了 什么 谁会跟你一起 下一秒便听他说的头头是道 而此时寒山公主走了进来 锦龙你竟然也来了 驸马他走得好突然 我这心里好难过 随即便看到他一脸奸笑 你的表情出卖了你的心 你的心却出卖了你的灵魂 我只是悲极生乐而已了 什么 那是极乐生悲吧 一会儿你留意下 我有话跟你讲 我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人了 寒山的表现很奇怪 他想跟我说什么呀 兄弟 劝你一句 别和寒山公主走得太近 我文言一脸猛逼 我有内幕消息 驸马暴毙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你是说驸马的死是他干的 随即便看到燕王带人走进了院子 家定一看这阵仗也是议论纷纷 而燕王见过寒山公主之后 看似是奉父皇之命前来 把无关人员遣散 没想到却直接朝我走过来 锦龙你快回去 最近不要再出来了 我文言心头猛然一惊 随后便赶忙出了驸马府 如何 和我说的事不是一模一样 这件事没这么简单 快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隐亲可是驸马都尉 如此位高权重的人物 年纪轻轻就暴毙了 这里面的水深着了 总之试的大坑 你我都躲远一点 说完还不忘提醒我入股的事情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是想在你生意上入股 听到是生意上的股份 我才送了口气 总之 徐辉祖他们都能入股了 不能少了我一份 回到李府之后 我赶忙问阿刘这个郭震 到底是什么人 老大你不记得了吗 你们以前关系很好的 而且你们还有个组合 孝宗灭霸 那是什么东西啊 因为老大你和郭震 都一样喜欢坑爹啊 我一听瞬间一脸猛逼 这难道就是有父同享 有爹一起坑 那个时候老大你可没少败家 差点就要破产了 话音刚落变 看到玄机子破门而入 道长出了什么事啊 现在外面都在船主攻势 贪图寒山公主美色 所以害了隐亲驸马 我一听差点没给我直接送走 到底是谁造谣污蔑我 下一秒便听到门外传来 寒山公主驾到 我们三人一听 直接愣在了当场 这个时候寒山怎么来了 位高权重的驸马刚刚断气 外界便把这罪名诬陷到了我头上 而此时他的妻子寒山公主 便来到了我家里 除了李锦龙 其他人都给我滚出去 公主 那我呢 下一秒便看到 林芳被一脚拆了出去 几人一看瞬间一脸惊恐 林芳你没事吧 随即便看到 寒山公主朝我走过来 公主你来找我是何事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叫我公主吗 不叫公主 那叫你什么呀 你可以像以前一样 叫我小甜甜了 这怎么可以 下一秒便看到 他怒火中烧 直接把我拉了过去 去年这个时候你说过 只要我那个驸马挂了 你一定娶我的 话音刚落便看到 我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锦龙你说过的话 该不会不认吧 我随即口吐白沫白眼直翻 寒山看我这样子 瞬间被吓傻 锦龙你快起来呀 难道是我太大力了 门外偷听的几人 此时议论纷纷 没想到居然是公主主动 老大厌妇不浅 寒山暗恋锦龙哥好久了 如今驸马死了 他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你们别瞎说 主公可不是那样的 随即便看到 玄机子冲上前去偷听 道长 你的身体出卖了你的心啊 公子当年的事情就别提了 那时候我们还小 什么 我可不觉得那时候小呢 我一听差点没一头撞死 别撞死啊 既然撩了我 你就要对我负责 我以前究竟是造了什么孽啊 我不管 今天你不给我一个说法 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寒山 你可是有驸马的人 我也有家事啊 如今我驸马死了 你也可以休戚啊 我老婆这么好 我休个屁啊 他不休礼我就不错了 话音刚落便看到 他再次上前 我知道你马上休息很难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等 什么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那你以为你败家子的名号怎么来的 你教我了 坏男人扎一阵子 好男人扎一辈子 随即便把我拉了过去 你忍心扎我一辈子吗 你若对我无情 何必从小撩我 既然在我心里住下了 又为何不来娶我 一时间我竟有点心软 难道我真的要娶公主 可大明是一妻多妾子 正妻只有一个 其余的小妾根本没地位 难不成让堂堂公主做小妾 而此时寒山却露出一脸奸笑 早已忘了他们几人之前的约定 管你什么平妻 锦龙今后的正妻只能是我寒山 我一听直接愣住了 你刚刚说的什么呀 下一秒便看到阿刘破门二路 少爷不好了 燕王来了 而他看到眼前的情形 差点没把他下巴惊掉 少爷 你们这 阿刘不是你小的妹啊 与此同时便看到燕王直接走了进来 明朝公主不顾身份倒贴败家少爷 家丁看到这场面直呼辣眼睛 下一秒便看到燕王朱棣走了进来 我一看这架势赶忙把阿刘拉到我身前 燕王一进门瞬间瞪大了双眼 这操作差点没把他下巴惊掉 不好意思 是我打扰锦龙的雅兴了 燕王不是你想的那样啊 都这样了 你还说不是 我只能赶忙原场 不知燕王今天来有何指教啊 不必忙了 今天我来是公务在身 我一听直接愣住了 关于寒山驸马暴毙之事 现在外面都传是你害死了隐亲驸马 宗人府现在派我查这件案子 我瞬间被吓得哑巴呆住了 这跟我可没关系啊 不管是不是你 现在这件事都得查清楚 而此时桌子下面传来声响 不对 是不是还有其他人藏在这里 而此时寒山公主躲在桌子下瑟瑟发抖 没有啊 刚才是我用力跺脚发出的声音 没想到我随便跺了一脚刚好踩到她手上 差点没点寒山当场送走 不对啊 跺脚声音不是这样 怎么不对 明明是对的 不信您再听 我随即又猛跺了几脚 不对 是你嘴巴在配音 我可没有啊 正当燕王准备和我说正事的时候 便看到寒山公主一把将桌子掀翻 李锦龙 你踩我几时下了 有完没完 而燕王看到寒山瞬间一脸惊恐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是清白的呀 对 我们是纯洁的男女关系 说完便直接搂了上来 好一个清白 男女关系还纯洁 只见燕王猛地拍向桌子 看来这次是要玩完了呀 下一秒便看到寒山直接上前 王兄 我对锦龙是真心相爱 不要拆散我们 你别说了 这次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够了 锦龙你跟我过来一下 我闻言被吓得瑟瑟发抖 随即便被燕王一把拉了过去 下一秒直接将寒山锁在屋内 看好门 别让他跑出来 燕王 引轻驸马的死 真的与我无关了 下一秒便见到他拿出一把剑 完蛋 确实要直接砍了我了 而燕王此时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紧张什么 你我兄弟一般 就算是天大的事我也会帮你 我有一个朋友 他欠了别人好大的人情 但是后来人家找他要的时候 他却不肯断 什么 那后来呢 后来他就隐恨西北了 燕王你这不就是无中生有吗 你说的这个朋友就是你自己吗 下一秒燕王便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多谢燕王不杀之恩 记住你说过的话 不然有你好看 我心想这次麻烦大了 送走燕王之后 便看到玄机子过来问燕王 燕王他真是个妙人了 可谓是无中生有 暗度陈仓 回去吧 屋里还有个大麻烦等着我 主公 那寒山公主怎么办 能怎么办啊 只能凉担 我是绝对不会向女人屈服的 老大威武 男人不狠感情不稳 我随即一脚将门踹开 没想到寒山竟然跟我老爹正在喝茶 这是什么情况啊 败家子一脚踹开房门 却看到明朝公主和自己老爹喝起了茶 我一看这架势直接愣在了当场 而林放却直呼是未来媳妇见公共的场面 你说的什么呀 别我滚 老爹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放肆 在公主面前怎可无礼 下一秒便看到寒山拿起茶壶直接倒了上去 我那老爹瞬间老泪纵横 本宫一时守华 豪国公见谅啊 只见我老爹对着公主屁都不敢抱 随即便将我拉了出去 快给我说 寒山怎么会来咱们家了 老爹莫慌 我这就把他赶走 没想到我老爹却不是这个意思 反而对我的操作连连叫好 众人一看我俩这温馨的场面 快点没把下巴惊掉 好不容易将寒山公主送走之后 便看到林放躲在角落里痛快 你现在又犯什么病了呀 看到老大的操作 我才懂得我要这盛世美颜有何用 我这手又有何用 你别这样 你的幸福还是要靠你的双手 下一秒便看到林放拉着我要我传授经验 这不是我不教你 这种事情是看天分的呀 我不管 我就是要学 我一看这架势只能将计就计 随即将他拉到一边给他出了点损招 儿子我知道你本事大 不过公主这是你得小心 老爹你放心 我自有分寸 你办事我放心 毕竟是我儿子天生优秀 老爹还真是会自卖自夸呀 随即便看到他一脸尖笑 说要去看我二弟三弟 跑路的速度连我扔的香皂都追不上 老爹真是越来越不正经了 随后便看到玄机子走上前 恭喜主公第一步计划完成了 我闻言心头猛然一惊 原来玄机子怕我被驸马之士受牵连 使出一击因事利诱 舆论起来的抵赖没有用 越是否认 人家就越以为是你做的 现在这件事完美的被坏了 道长原来你还是有点东西 以前小瞧你了 过奖了 其实频道本事还是有一点的 随后便听到他对自己的才华一顿夸赞 够了 你们两个有完没完 此时外面电闪雷鸣 林芳还在回味着我跟他说的秘迹 突然一辆熟悉的马车一闪过 直接就朝着我家的方向冲去 而下车之人正是林明儿 一进门便要跟我商量生意上的事情 没想到看到眼前的景龙之后 直接愣住了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 林姑娘不是你想的那样 其实我们是在研究一门武学 名叫瑜伽 景龙我信你 才怪 我闻言瞬间一脸惊恐 除非你教我也练 不然我怎么知道真假 什么你要跟景龙哥打架 话音刚落便看到林芳冲了出来 哪种打架 老姐带上我 只见林小姐脸色一变 林芳直接被扔了出去 林姑娘你真的要跟我练瑜伽吗 怎么了 不可以吗 我龙腹太高 我怕一出手就把你摸个头 为首歌的千金小姐 竟要跟着一个败家子学瑜伽 而我此时却在房间里打起了太极 只见林芳破门而立 直接被眼神的情形瞬间吓傻 林芳你在捣乱 信不信我把你淹了 你出去吧 我不想跟你说话 今天就先到这里吧 不知林姑娘今天真正的来意是啥 锦龙你真的要我说的那么明白吗 此时房门轰然倒塌 只见四人再次把门压垮了 都在干什么 给我滚出去 随后便看到几人落荒而逃 林姑娘不是我无情 但现在我已经结婚了 那我呢 我身上你哪里没看过 你叫我如何做人 都怪那个真正的败家子 给我留下这么个烂摊子 我随即将一把刀递了上去 事实对我很好 我不能公诉他 你用这刀在我身上捅两下 就当是还债吧 什么 你宁愿死也不愿娶我吗 这世上可能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下一秒便看他夺过匕首 直接就朝我刺了过来 什么 竟然玩真的 只听房间内传来一声惨叫 没想到我的手下却根本没当回事 而匕首却狠狠地刺到门框上 从小到大 我是天之娇女 但凡我想要的 没有得不到的 只有你 玷污我清白却又气如毕履 救命啊 谋杀了 你欠我的你这辈子都还不了 我恨你 我赶忙说了声对不起 对不起要是有用的话 那要牢房还有什么用 你别忘了 你的生意有一半都在我手上 你信不信我002明天就让你破产 我一听瞬间一脸惊恐 人生最惨的是什么 人还活着 钱没了 你给我考虑清楚 到底要不要修了方师失去我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里 就是让我破产 我也绝不休气 女侠饶命 求求你放过我吧 而此时寒山公主刚回到家 一把刀便架到了她脖子上 就算你是公主 我这次也不饶你 齐鸾玉你到底想干嘛呀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背着我偷偷去找李锦龙 是想要毁约吗 说完便拉着她准备去李府对峙 而齐鸾玉很快便把寒山 拉到了我家门口 家定一看这场面 瞬间一脸惊恐 寒山公主怎么又回来了 而且又多了一个姑娘 少爷艳福不起来 下一秒只见齐鸾玉破门而入 而看到眼前的情形差点 没把她吓到惊掉 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而我却赶忙假装正定 是鸾玉来了呀 坐吧 还真是巧呢 我跟锦龙正在谈一笔生意 两人一听直接就要上来算账 而我此时早已被吓得瑟瑟发动 下一秒一把刀便朝我砍过来 你冷静一点啊 听我解释 而此时玄机子竟然在门外唱起了梁梁 你个不要脸的 给我滚 飞机一把刀架到了我脖子上 你竟然脚踏好几条船 这个渣男 锦龙 我们三个你到底选谁 什么 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这个已经有家世的败家少爷 竟被三个千金小姐上门逼婚 我一看这架是直呼上辈子造年 下一秒便看到阿刘破门而入 少爷不好了 夫人来了 而我一想到方施施变一脸惊恐 房门被推开之后 只见朱允文直接转了进来 锦龙你刚刚喊我什么 老婆 黄太孙你一定是听错了 是老大 我还以为是我家夫人过来 而此时他们三人已经躲到了屋内的每个角度 不知黄太孙今天来是何事啊 我听说你涉及寒山驸马的案子 过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帮忙的 那可就多谢黄太孙了 不过我来的时候 听到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 而听到他说到燕王我瞬间一脸惊恐 禁难之一燕王带兵打破京城 他们俩可是天敌啊 锦龙你怎么头上出了这么多汗 没有没有 可能是房间里太热了 锦龙你放心 大胆的去接近诸位王爷 我们越来越接近成功了 我一听这话瞬间一脸猛逼 随即便看到朱允文猛的拍向桌子 锦龙你该不会是当败家子上瘾了 忘了我们之间的约定 原来我从小就跟朱允文密谋了将来的打算 而他还要我接近朱王 做他的卧底 到时候便可以捅天下 当然了 锦龙最近做得很好 黄爷爷那边我帮你盯着你放心 我们的约定务必保密 绝对不能泄露出去 那泄露了会怎么样啊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没想到这一拍把桌下的寒山公主吓得不轻 什么声音 这里还有别人吗 还没等我做出解释 屋顶上一把剑边落了下来 差点没把朱允文当场送走 我是谁 我在哪 发生了什么 那是滑下去的呀 我不是故意的 皇太孙这是个意外 一定是天气太热 皇太孙刚才中暑 不信皇太孙可以试试我发明的冰袋 只见他敷到头上之后便一脸享受 还准备用这个冰袋给我降降门 我被读书人 心怀天下 怎可分散精力 说得好 皇太孙简直是我被砍 下一秒便看到他犹如冰火两重天一般 皇太孙你这个笑容有点古怪呀 说正是吧 引轻驸马的案子 我想到办法帮你和寒山撇清了 而灵灵儿听到这话 静偷偷给我俩到了两杯开水 只见皇太孙一口喝下之后 下一秒房间内便传来一声惨叫 皇太孙你还好吗 还好有这冰块 保住了半条命 我一听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皇太孙你这真是天赋一笔了 还是说说你的主意吧 很简单 我说洞皇爷爷 尽快给寒山找新的驸马 而且我觉得那个牛儿就不错 当他接这个牌 到时候就没人记得隐心暴毙之时 而寒山听到之后瞬间气不打一出来 下一秒便从桌下探出了头 直接一锤砸到了朱允文脚上 而这次的惨叫 却把外面的众人都吓了一跳 平日礼养尊处优的皇太孙 来了一趟礼府之后便成了个残废 我一看瞬间一脸惊恐 皇太孙你听我解释 这一定是个意外 我信你个鬼啊 把桌子掀开看看 下一秒他就要掀开桌子一探究竟 而我此时直接被吓得哑了呆如 桌子被掀翻之后 皇太孙瞬间瞪大了双眼 而我正准备跪下任头 只见一只招财猫便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你不想被我看到的原因吗 皇太孙瞬间被眼前的招财猫吸引了 而寒山趁此机会偷偷溜到了平后 快出去 这里容不下两人了 刚才后面是不是有什么声音 我赶忙回应应该是老鼠 允文要不你先回去吧 回什么回啊 咱们的计划还没谈完呢 正当我推着朱允文准备送客的时候 不对 我总觉得你有事瞒着我 说完便准备看看屏风后到底有什么 正当我准备跪下解释的时候 下一秒只见平后竟然出现了一尊佛像 没想到锦龙你还挺闻的呀 你现在应该相信我了吧 说完便拉着他往门口走去 没想到躲在房梁上的齐鸾玉 却突然坚持不动 手上一个没抓紋 直接从房梁上掉了下来 朱允文一看瞬间一脸惊恐 这就摔下来了 看来这功夫也不咋样啊 我早就知道齐鸾玉靠不住了 而他看到寒山和林小姐之后 差点没把他吓得进来 此时方施施竟然走了进来 夫君 我听说你在金屋藏娇 而他看到眼前的情形直接愣住 只见我一个败家子竟然拿起毛笔 夫人你来了我在用功啊 你难道用功烧烤吗 皇太孙来了 咱们是不是得招待一下 要招待是不是得烤肉 烤肉是不是得很努力才有好味道 正当我还在为我的机智暗暗庆幸 谢谢锦龙的款待 我们先走了 没想到下一秒方失事便把我叫了过去 夫君 你看我今天美了 夫人最大的缺点就是生得太美了 只见他微微一笑 下一秒便让我跪到烧烤架上 等你什么时候你想跟我说实话 再给我起来 这次要完了呀 一群妹子要做我老婆 这要我怎么说出口 爱家子金屋藏娇被大老婆发现 可他老婆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支持他的小妾 现在世间男子有几个不纳妾的 锦龙的父亲一生只爱锦龙母亲一人 直到他去世多年才养了妾室 有这样的榜样 锦龙不会让我失望的 小姐 你是说您支持姑爷那妾 我从没说让他不碰别的女人 但是如果他要那妾 一定要经过我的童 因为我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 而此时朱允文刚回到府中 就看到黄子诚和其太登门败款 殿下 您这头是怎么了 是哪个不长眼的惹到陛下 我替你砍了他 齐侍郎不必紧张 我要说有你女儿一份 难道你还能把自己女儿砍了 而朱允文早就被三个大小姐威逼利诱 此时根本不敢提上午的事情 殿下 你怎么了 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 我只是在想锦龙那边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美人 殿下 难道我们不美吗 殿下不要理会这些庸之俗粉 说完还不忘提到 他那个成熟稳重的女儿 下一秒只见齐鸾玉破门而入 这操作差点没给三人直接送走 齐侍郎的女儿 果然很稳重 而牛二这边竟再次叫来了李方元 李世子 现在情况你也清楚了 李锦龙可是要自身难保了呀 搞不好这次驸马的事 陛下就会要了他的命 所以世子最好就跟我合作 我爹可是应天赋引啊 而这个官职相当于后世的首都市长 刘少这么说 我听了真的很心动 你心动归心动 那你后面那些是什么人 说着便指向了身后的一群少年 刘少不必惊慌 这些都是我得贴身保镖 你骗谁呢 而此时他们露出自己的身材 差点没把牛二直接吓傻 说正是吧 牛少师让我一起对李锦龙落井下石对吗 没错 我正是此意 而此时的李府内 我好不容易将皇太孙和方诗师都安抚过去 只听玄机子说这场危机还没有过去 恐怕还只是刚刚开始了 什么 道长何出此言 主公 如今您虽然暂时安抚好皇太孙 但是就没发现之后的隐患 皇太孙说让我做他卧底 这难道不是天大的好消息吗 做卧底容易 就怕喜白难了 道士与燕王针锋相对 还没等我做出解释 就会被燕王直接斩首 不会吧 我这是奉皇太孙命令卧底啊 以后皇太孙继位我可是功臣 可如果有个外衣 我还可以抱燕王的粗大腿左右逢圆 而此时燕王府内 只见他召集了自己的左膀右臂 就连姚广孝也被喊了过来 殿下今天照我们是要有何事 今天我去找李锦龙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我感觉的出来他心里在怕我 殿下 那让李锦龙做咱们的卧底的事情成了吗 没问题 锦龙是聪明人 他知道该听谁的话 毕竟谁不想跟随强者呢 恭喜殿下又收获一名内野 他本是一个有手好闲的败家少爷 如今却成了个陆君王抢夺的人才 那玄机子文言还准备给我来一个大名版的龙中队 我文言瞬间瞪大了双眼 道长快细细道来 主公您按皇太孙的命令 去接近诸王坐卧底 想法很好 但是却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底 我一听心头猛然一惊 是陛下吗 咱们的陛下可不是心词手软的人了 为了给皇太孙铺路 泰国三十多位大将被全处铺路 若陛下见你与个王交往过命 你猜陛下会怎么想 锦龙哥那肯定是人头不保 我一听直接把慕王按在地上摩擦 一平道之间 主公想要替皇太孙做卧底 就要先安抚好陛下那边 否则必出其乱 如果陛下那关过 便可外联皇太孙 那里交好诸王 立于不败之地 正当我还在对这个方案连连叫好 而这一切全都被八徒听得一清二楚 随后便看到玄机子将我拉到一边 其实平道还有一个麻烦 想告诉主公 道长 你说的麻烦是怎样的麻烦 其实我与燕王身边的姚广孝 有不共戴天之仇 主公结好燕王 如果我将来与姚广孝决一生死 还望主公见谅 我一听差点没被骑云过去 你怎么会跟姚广孝结仇 那可是道眼啊 静难之意中 燕王的谋主 史称黑衣宰相 你得罪谁不好 得罪道眼 这不是坑我吗 随后我便将他按在地上摩擦 锦龙哥别打了 再打要出人命了 我才不会为了一个道士 把自己搭进去 那个破道士爱干嘛干嘛 你劝我也没有 我不会为了他去得罪燕王的谋主 那大哥这是个什么情况 我是怕把他给打死了 先带他看看医生 我知道了 主公打我 是为了爱护我 什么 我才没有你说的那样子 哈哈 锦龙哥是刀子嘴豆腐心 一派胡言 你们两个给我走开 谁能有我懂未来 心软的人是活不下去的呀 而林放两人 看我这样一脸猛逼 少爷今天是收钱的日子啊 我一听直接来了兴趣 走你 第一站来到了二锅头酒馆 第二站是我的肥皂店 而我的明月楼依旧赚的盆满钵满 就连阿刘都直呼搬不动我赚的金 我一看这架势 要不我再开家银行吧 林放两人一听瞬间瞪大了双眼 那是什么东西啊 算了说了你们也不会懂的 人生真是寂寞如雪啊 有没有感觉老大今天怪怪的 难道是因为玄机子盗长的问题 下一秒我便将两人直接扔了出去 而当我来到银沟赌方 直接门口便被大批锦衣卫围了起来 什么 锦衣卫咋会来我赌方闹事 他本是帝都出了名的败家少爷 可不管怎样潇洒赚的钱还是越来越多 甚至准备开设大明第一家银行 原本以为会直接走上人生巅峰 没想到自己的赌方竟被锦衣卫包围 我一看眼前的情形直接愣在了当场 而此时的银沟赌方内 大人我们究竟犯了什么错 有没有错还要查过才知道 百呼大人 我们赌方有锦龙少爷的股份 哪个锦龙少爷啊 就是曹国公家的李锦龙啊 你以为搬出那个败家子我就会怕了 话音刚落便听到身后一阵叫好声 好大的威风 什么时候锦衣卫连我们李家都不放在眼里了 大人 是真的李锦龙 曹国公的敌长子 没想到他随即跟我喝酒陪醉 锦龙少爷别跟我一般计较 我也是为了执行公务吗 不瞒您说 当年我也是曹国公的小弟啊 真的吗 那你跟银沉应该也很熟吧 总之这件事是公务 还请锦龙少爷多多担待 有什么得罪之处 再下以这杯酒陪罪 说完便一饮而尽 随后便将我赌方内的人员全部扣押 这些混账居然敢不给老大面子 如今这世道 谁不知道锦龙哥是皇太孙的人啊 他们这么不给锦龙哥面子 到底有什么靠山 锦衣卫牛气什么 当今大名谁的面子有皇太孙大 我知道了 还是有一个的 正是那个男人 求武至尊 锦龙哥不会是陛下的命令吗 锦衣卫天子加盟 他们这次连曹国公面子都不给 上次受到如此待遇的人 正是阴谋逆罪 被锦衣卫诸九族的大将军拦运 说完便看到林芳一脸惊猛 你闭嘴 不要叫出来啊 下一秒只见身后出现一个锦衣卫 锦龙少爷 这是我们百户要我交给你的 我看过之后 直接将信思的粉碎 这信里说让我去找关系摆平这件事 他一个百户没办法为例 什么 意思是查老大的产业 是上面的命令 这个韩莽的话不能全信 我先问问他是不是认识英诚 之前帮我办过事 老大 可是他刚才说不认识英诚 他就是不想跟我们李嘉诚上关系 其他都是些屁话 锦龙哥 那这件事要不要告诉曹国公啊 不用啊 我老爹出面很容易被人抓到拔本 杀鸡不用攒牛刀 我离锦龙在京城也是有朋友的 而我随即来到了续郭公府 徐辉祖一看到我便出门迎接 而我直接给他送了个小礼物 而他用过之后瞬间感觉 眼前的事物异常清晰 纵使金山银山都不及他的万分之一 还跟我夸下海口 说锦衣卫这件事 直接包在他身上 别人送的贺礼都是奇珍异宝 而我却送给徐辉祖一个破镜子 没想到他用了之后 瞬间感觉眼前的事物异常清晰 并对我改造的望远镜夸赞引家 还好言成摆平锦衣卫这件事 包在他身上 出了徐辅后 阿刘便问我接下来去哪里 而我也将这件事告诉了郭真 没想到他前去拜见千户大人 却被锦衣卫拦了下来 最后不仅没见到人 反倒被打成了个猪头 锦龙 你可要为我做主吗 锦衣卫这么嚣张 现在连你的面子都不给吗 下一秒便听他说到 今天惨痛的遭遇 要不我去跟皇太孙说一下 让他去治治锦衣卫 算了算了 锦衣卫是皇上的人 咱可惹不起啊 连郭真的面子都不给 难道这次真的是 陛下要收拾我的产业 而下一秒便见到徐辉祖 竟将望远镜退给你 徐大哥 这是怎么回事啊 兄弟对不住了 这个忙我帮不上 随后便见他头也不回地离开 此时玄机子破门而入 直接被眼前的景象 吓得一脸惊恐 祖公 你这是什么操作 我也想低调 奈何实力不允许 我也想一生一世只爱一人 话音刚落 便被三人合力扔了出去 你是不是老受心上调 想死了吗 不是看你生意遇到麻烦 我才不来哪 锦龙不可大意哦 当前应该集中精力 先应付危机 姐妹们我们走 让他自个凉快去 随后便只留我一人 坐在地上浴库无泪 祖公 论炮妞手段我只 我什么也没做啊 我也不知道为啥 这么多姑娘喜欢我 没想到玄机子 直接一通马屁 给我拍的差点 找不到东南戏本 虽然很想听你继续拍马屁 道长还是想说一下证实吧 随后便看到他 一脸严肃地说道 祖公 您的生意恐怕是要凉了呀 而此时锦衣卫 毫无疑问将我的 其他产业也金属查封 什么 锦衣卫居然这么不给面子 频道也好奇 究竟是什么人 在背后给少爷搞补 现在除了肥皂 少爷的所有生意都被查了 等一下 为啥只有肥皂没有被查 随后便听到玄机子正色道 当一只动物看起来是鸭子 叫起来是鸭子 好起来也是鸭子的时候 那它是啥呀 那它就一定是只鸭子 我差点没被直接送走 这还用你说吗 祖公排除所有的不能 剩下的那个 即使再怎么不可思议 那也是唯一的真相 而没想到我俩的谈话 全都被我那老爹在门外听到了 而此时的皇宫内 没想到皇帝悄悄召见了朱允文 看似想要给他温习一下功课 没想到朱允文 上前问起我产业上的事情 但陛下却只字不提 黄爷爷究竟想做什么 难道真的要收拾锦龙吗 平日里嚣张跋扈的锦衣卫大军 连续辉组和郭振驸马的面子都不给 而眼前这个女子竟要单枪匹马 闯锦衣卫军营 姑娘还是请回吧 我们百户大人说他不在 你当我是白痴吗 你怎么不说他要上天呢 而此时门后一个声音叫住他 来人正是锦衣卫百户周扬 什么人敢在锦衣卫衙门撒影 还不快给我轰出去 下一秒只见一个小弟上前就要送客 我是兵部侍郎的女儿 你们竟然敢骑士我 别说你是兵部侍郎的女儿 今天就算兵部侍郎来了又如何 锦衣卫乃天子清君 在这里是蛇给我盘娘 是虎给我蹲长 没想到下一秒 齐鸾玉竟然叫周扬师兄 这操作差点没把韩蒙下巴走掉 兵部侍郎其他是我恩师 鸾玉是我小师妹啊 韩蒙一听差点没被直接送走 随后便看到齐鸾玉被周扬带了进去 师妹锦衣卫衙门可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你是为了李锦龙吗 我可不是为了那个败家子啊 不是才怪 我还不了解你吗 你当初来跟我告状说一定要收拾他 结果给我的就是他的画像 还跟我说跟他输掉了比武 你这么多年都没变过 一直是刀子嘴豆腐心啊 不过你还是来迟了一步 正当齐鸾玉一脸疑惑的时候 便看我正在跟锦衣卫 千户赵德言称兄到底 齐鸾玉一看瞬间一脸惊恐 千户大人 这是兵部侍郎其太之女 他是来找李锦龙的 而周扬随即被当头一棒 差点直接隐恨西北 众人一看皆是一脸惊恐 而此时赵德言正在研究我送给他的望远镜 并对这个东西连连撑鸟 而我随即放下了水杯 宁愿不说暗话 千户大人可否帮忙 算我李锦龙欠你一个人请 没想到他收了我的礼物 却还想推脱 我为悲言轻 此事上面还有好几层关系 恐怕只有锦衣卫指挥师脚还能做的 你的人现在不在我这里 在政府使赵玉 什么 红武26年 陛下将内外刑狱从锦衣卫废除 现在哪里还有什么赵玉 这个嘛 锦龙少爷还是戏品吧 除非陛下开口 不然谁敢私涉赵玉啊 我一听直接将望远镜抢过来就打算离开 帮不上吗 我要你有何用 也不是完全帮不上 就看锦龙少爷懂不懂规矩 你还敢跟我谈规矩 下一秒我便将银票甩得满天飞 没想到他直接见钱眼开 锦龙少爷既然这么大度 那这件事就变得好办了 而我和齐鸾玉刚走出门 天空中便下起大雨拦住了我们的去骨 我赶忙为今天的事情向他道谢 没想到他还想让我去他家中做作 我一看不对劲 还是改日再说吧 平日里有手好闲的败家少爷 背地里却是一个商业天才 名下的产业不计其数 此事竟直接惊动了皇帝 随即派锦衣卫总指挥奖还将我的产业尽数查封 还要将我赚的钱全部收取 我随即叫来了我的股东商一起来 锦衣卫这次胃口很大 他们想吞下我们的全部产业 众人一听皆是一脸惊 无耻锦衣卫怎么可以这样 老大安全起见你把钱全转给我 这样锦衣卫拿你就没办法了 下一秒零放便直接挨了一拳 锦龙的钱就是我的钱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姐我才是你亲弟弟啊 你不能有了心上人就不要弟弟 随后便听玄机子郑色道 这次可能有些麻烦了 他们根本不惧锦龙少爷的身份 这个讲环当初可是告然预谋反 所以他根本不惧曹国公和主公民 此时郭震进同门外走了进来 锦龙兄弟你找我是何事啊 上次你不是说想跟我一起做生意吗 郭震一听瞬间瞪大了双眼 对啊我今天就是要来拉你入股 而我也顺势将一部分产业分给了郭震 随即便带他签字画押 没想到郭震激动之余 竟然再次跟我展示他的诗词才华 下一秒便被我一脚踢了出去 而我随即来找到了方笑如 贤虚来找我是何事啊 而我直接露出一脸奸笑 没想到方笑如转头就跑 却直接撞到了巴图怀 下一秒只见巴图一把将他拉了起来 我随即强行让方笑如也入了股 方师师也责怪我做事过于莽撞 把他那老爹吓得不轻 岳父大人体贱如牛 放点血算什么 而方笑如却在院子里抱头痛哭 此时的南镇府四妹 只见一个锦衣卫对我的店员威逼利用 逼迫他们签下店铺转让合同 是可杀不可辱 就算刀架到我脖子上我也不欠 当一把刀真的架了上去 而他也被迫签下了不平等 指挥使您看他们已经签下了 随即便看到蒋桓一脸格约 指挥使大人 属下还是不明白这是为何 不明白你当李锦龙是个傻子吗 而他只听说过我是个好色的败家子 那是以前 现在他仿佛开了窍一板 能赚这么多钱就不能当他是傻子 他说要花时间筹钱 我得防着他耍花样 让这些产业的老板立下文书 把生意转到我名下 大人这招可真是英明 而到了第二天 我那老爹还准备出面将这件事摆 没想到我却早已经有了应对之策 锦衣卫想谋夺我的家产 现在抓走了所有生意的老板 但是那些人他们只是打工的 我只需将产业直接分出去就好 而现在这些产业全在他们手里 方笑如是皇太孙老师 郭振是驸马 寒山是陛下的女 沐王是云南小王爷 林明儿是户部尚书之女 我倒要看看 蒋桓要怎么动我那些产业 话音刚落 便看到我老爹也对我的方案连连称谋 这个败家子的商业思维堪比马云 短时间内直接垄断了明朝的所有生存 而此时皇帝清军锦衣卫将我的产业尽数查封 我却只用一招巧妙地画给了危机 将我所有产业股份分给了皇帝身边的人 我那老爹还在为他们五人有二心而担忧 老爹你就放心吧 我定下的文书是他们有持补权 但是没有执行权 此话一处便看到他一脸猛衣 他们几人是名义上的狗 可以享有分红 但对我的产业没有控制权 具体怎么做还是我说的算 只见他听后对我的计策连连称谋 还不忘问我是怎么想出这招的 而我随便说了一句是你生的好 只见我那老爹差点笑出猪脚 而此时锦衣卫还想靠着转手合同收复我的产业 这座赌方的东家可是房太孙之师 汉林院学士方笑如 你拿这种废纸出来 简直就是自取其辱 而韩蒙一听方笑如也只能作罢 另一边我的喜遇城门口 只见公本将文书扔到地上乱彩 敢毁文书 你真是好大的胆子 我们喜遇城市寒山公主的产业 你凭这种假文书也想收走 简衣卫一听差点没把下巴紧点 而蒋桓得知此时之后怒火中烧 让我如果明天不把家产乖乖奉上 便要将我们禁术下照顾 简衣卫简直气人太甚 老大你放心 我这就回家拿大刀砍了他 林放你要是害怕就直说呀 没想到他听到之后直接转听太语 还声称只是去倒杯茶而已 既然蒋桓得脸不要脸 那就跟他摊牌吧 而我此时独自来到了锦衣卫军营 李锦龙你竟然敢偷偷转移资产 真不怕锦衣卫灭你九族吗 而我此时一脸得意 根本没有怕的意思 林放三人倒是在外面担心起我了 你清楚我身后站的是谁吗 只要他一声令下 你李家便是万劫不服 难道你想不拦御后尘吗 那我家自然是不敢 锦衣卫是皇上的英权 皇上要办我们李家就一句话的是 那你为何还敢跟我玩花样 锦衣卫代表皇上不假 可谁说皇上要动我李家了 蒋桓一听瞬间咬牙切齿 指挥使大人还需要我点货吗 没记错的话 我家所有生意锦衣卫都查封了 那为何独留我家肥皂产业呢 蒋桓听我这么一说也是一脸努力 真相只有一个 肥皂乃是育供之物 每个月都有一大批送往宫 不想把此时传进宫内 你跟我说了半天 就知道 我文言瞬间一脸惊恐 我还以为有什么大不了 就凭这一点就敢跟我摊牌 不断宫中肥皂那时我会办事 你以为这么大的事情陛下会不知道 什么 你是说这是陛下的命令 平时日理万机的九五至尊 如今竟出动所有锦衣卫大军 却只为打压一个京城败家子 牛二得知我得罪了锦衣卫 迅速带人准备报他往日之仇 正当他还在为自己的计划暗暗庆幸 身后的家丁却已经被吓得瑟瑟发抖 你说我干啥 还不快走 不是啊少爷 李锦龙在你身后 牛二听到此话瞬间一脸惊恐 你是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的 我可是来了有一会儿了 完了 那不是全都听见了 虽然牛兄一直对我有误会 但是我可是一直把你当知己 正所谓人生难得一只鸡 你刚刚不是还说我是知己吗 对啊 鸡是拿来炖的 知己就是拿来卖的 牛二此时一脸迷惑 来人啊 帮我这个知己脱衣服 而锦衣卫近凭空出现在身后 瞬间把牛二吓得哑到呆住了 随即便开始大笑起来 李锦龙 你是不是疯了 锦衣卫会听你的 下一秒便看到他来问我要拖到什么城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全拖光给我狠狠地往私里揍他 随着惨叫声响彻整个锦衣卫军营 锦衣卫指挥师蒋桓也走了出来 而牛二看到蒋桓好似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指挥使大人救命啊 李绍这是什么情况啊 李锦龙你这次死定了 也不打听打听指挥使和我爹是什么关系 我原本还以为牛二有什么狠 下一秒便被蒋桓一群抡了上去 差点没当场隐恨西北 蒋桓你敢打我 难道你不怕我爹吗 把他的嘴给我阻上 随后便看到牛二又经历了一波社会的毒打 指挥使大人 绑好了 李绍这边就交给我吧 包你满意 而我离开之际 锦衣卫也是恭恭敬敬地将我送走 这个世界都疯了吗 锦衣卫见到李锦龙都跟见到亲爹一样 难道李锦龙是陛下的私生子 还敢胡言乱语 听李绍的 给我狠狠地教训他 只见手下小弟这次全都抄起武器走上来 问君能有几多仇 恰似太剑上青楼啊 大人 卑职不明白 为何要对李锦龙这样 你不明白就对了 照我说的做 不要作问 李锦龙是唯一能帮我的人 我不把他当爷供着还能咋办吗 出了门之后便看到林档直接走了上来 老大 蒋桓为什么会听你呀 你想知道吗 除非你求我 随后我便将他们几人带到了回春堂 一入座便问我究竟对蒋桓做了什么 而我只是比划了两个手势 随后便看到木王一脸猛衣 意思就是我抓到他们的弱点了 什么 锦衣卫指挥室能有什么弱点 堂堂锦衣卫总指挥竟被一个败家子抓到软肋 林档等人文言一脸不可置信 锦衣卫指挥室能有什么软肋啊 而他的弱点就是怕死 而此时玄机子上前解释道 锦衣卫是陛下手里的一把刀 但是这刀用盾了就得换一把 众人文言一脸猛逼 上一任锦衣卫指挥室 在查完胡为庸的案子后便被刺死 而这蒋桓查完兰玉暗部低调作用 反而还敢彻查主公 那不就是找死吗 所以说锦龙哥你是怎么说服蒋桓的 我就直接摊牌啊 他查完我肯定会死 就算陛下饶过他 皇太孙也不会放过他 在我狼面面前他别无选 锦龙哥你果然是个狠人了 我这个人实力只有一点点 但是也足够了 现在按玄机子的计划 我只要狗到朱元璋暴毙 这天下就没人是我的对手了 皇太孙那边不用担心 但是燕王那边怕是不好护了 如果禁难发生 我到底是帮谁呢 而我一想到我身后全都是一群猪九族的坑户 不禁感叹命运的不公 所以说我要改变历史 锦龙哥你刚刚说的啥呀 话音刚落便听到门外有人要硬闯进来 八徒他们是做什么吃的 连个人都拦不住吗 下一秒便看到安南国公主走得进来 我一看赶忙上前迎接 什么风把公主您吹来了呀 一会儿我带你去玄武胡游玩 灵明儿见状差点没被气死 穆王等人见状皆是一愣 难道主公是时间管理大师 随后便听到他问了我个射死的问题 如果你前女友和现女友同时掉水里 我可以做你老婆吗 此话一出便看到三人差点被直接送给 够了 李锦龙你到底还想惹多少姑娘 不是啊 我可没有 那他是怎么回事 方氏施 寒山 齐鸾玉 你到底有几个好妹妹 而此时三人皆是喷嚏不断 等等 你一定是误会我 我今天叫天芬来 是为了一件大事 什么样的大事需要这么亲密吗 谭正事之前先介绍一下 这是我安南国将军侯廷欢 什么 你爸妈跟你有仇吗 取这个名字 下一秒便看他一脸疑惑 锦龙 不是说谈正事吗 到底有没有什么正事 那肯定有啊 正事就是 我们准备强强联手 珠连闭合 你俩是当我是瞎子吗 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静难之一 安南的陈天芬必须拿下呀 到了深夜 只见房门被突然推开 没想到竟是安南国公主走了进来 而我只是让巴图去找林明儿 她怎么会来呀 正当她朝着我缓缓靠近 下一秒便看到方氏施和林明儿破门而入 只有安南国公主独自前来 我赶忙上前迎接 可她的主动却让我措手不及 下一秒便看到林明儿和方氏施破门而入 我瞬间被吓得一脸惊恐 你们来了怎么不敲门啊 夫君有什么大事 需要把安南国公主留在府里 也不怕有人乱嚼舌根吗 府里谁敢乱说话 我打断她三条腿 再说有夫人坐镇后斩 借我一百个胆子我也不敢乱来呀 那我希望你说的都是实话哦 千真万确 有道是先撩者输 我这么高的段位从不会撩人 这么说夫君的求生欲很强吗 那是必须的呀 当初也不知道是谁偷看我洗澡 我文言差点没被直接送走 咱们别在这里提这一回吗 够了 有事谈正事 没事就跟我回去 两人一看皆是竖起大拇指 其实我是觉得安南国现在不太平 天分需要我的帮助吗 只见他听后一脸不可置信 白天你主动找我 必是有求于我 现在臣是安南 有全臣当国 话音刚落便看到公主竟然给我下跪 两人见状瞬间瞪大了双眼 我可以帮你 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回报我呢 全臣胡继毛屡次威逼我父亲 只有请天朝大明才能发兵救我们啊 我父亲是大明军士 我也是下任皇帝的左膀右臂 你的要求我是可以办到的 我原本只是想帮助他之后 可以再安安你有关系 而他下一秒的操作差点 没把我们三人下的冰票 我瞬间一口鼻血喷涌而出 天分妹妹 我帮你也不需要你如何 你答应我个条件就好了呀 原来是这样 公子请讲 首先从京城到安南路途遥远 就算要发兵对付胡继毛 胡继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这个你要明白 看到他明白之后 我将时间定为四年之内会出兵 帮你搞定胡继毛 而他也对我的时间产生了疑问 史书记载 四年后胡继毛会夺取皇位 自己成为新安南王 而这时大明正陷入禁难内乱之中 所以时间窗口只有朱元张死 朱允文继位还没开始削翻的时候 早了手里没有兵权 晚了安南已经被胡适窜了 而此时他却都我刚才的自言自语身表迷惑 我赶忙回神过来 我的条件就是帮你除掉那位权产 但将来我有需要 你们安南必须无条件帮我 没想到他竟然爽快地答应了 我随即拿出笔墨纸业 既然这样 写下文书吧 不然口说无品 这样也好安心一些 而安南前面有两广 侧面是云南和四川 这些是沐昂和蜀王的地盘 如果再拿下安南 便有了尽可攻退可守的退路 平日里有手好闲的败家少爷 如今竟要亲自改写历史 不禁把整个南方的关系打通 还为自己找了个 尽可攻退可守的后路 随即便看到 安南国公主已经写好了文书 下一秒只见他脚下一半 直接就朝我倒了过来 两人一看皆是一脸惊恐 没想到他为了给我赔罪 竟然送给我一颗大力丸当道歉 我文言一脸猛逼 那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能让懦夫变娇荣的猛药 我一看瞬间瞪大了双眼 笑话 我空虚公子岂是浪得虚名 话音当落便看到方诗诗叫我回房 而我看着眼前的盒子 不禁陷入了沉思 到了第二天 我便成了眼前这个样子 少爷 是谁干的 我要替你报仇啊 下一秒便见到方诗诗走了出来 我一看差点没再次晕过去 而阿刘随即叫来了我大舟宫 没想到他一来我就感觉这家伙不对劲 随后便把一个小药瓶塞到我手 没想到竟是他最新研制的六位帝皇丸 我还没反应过来是咋回事 下一秒便见他朝我的喜玉城冲去 我看着眼前的药瓶陷入了沉思 吹得那么深 不过看他老当一壮还能去胎宝剑 感觉还是有点东西的 随即便看到阿刘冲了进来 少爷 各处生意的掌柜都被几一位放回来了 这还差不多 算他事项 没想到李方远近也跟着走了进来 还把前面的事情全都甩过给牛二 以是看牛二被几一位打成猪头 才跑过来抱我大腿了吧 李少 其实我是想助你一臂之力啊 我文言放下了水杯 牛二再加上他老爹 区区一个应天服饮也想跟我斗 我倒是有些好奇 李世子想助我一臂之力是怎么一回事的 既然李少问了 那再下就无理了 我还没意识到怎么回事 下一秒只见他直接将衣服撕得粉碎 我一看直接愣在了当场 李世子 你就是要给我看这个 而他胸前赫然出现一副地图 还好言称只要有了这张朝鲜必行 只要我肯发冰 很容易就能拿下朝鲜 我一听感觉事情不对 发冰 我为什么要发冰啊 李少 我知道李天分来找过你 他是为了什么 我就是为了什么 你倒是很有补气嘛 卖国都卖得这么爽快 那是自然 卖得干净才能卖上好价钱 所谓君子坦坦荡荡 指的就是李世子这种人吧 虽然听着不像好话 但还是多谢李少夸奖 那不知李世子想得到什么呀 而没想到他竟然想做朝鲜王 红武二十五年 朝鲜速将李承贵推翻高丽自立 史称李是朝鲜 李承贵晚年偏爱幼子 立了两位太子 最后都被第五子李方元起兵废掉 方远杀地逼附 是朝鲜版的玄武门啊 也心勃勃的人我最喜欢了 不过所有命运赠予的礼物 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我的价钱可是很贵的哦 没想到他直接上前表明决心 声称只要我能助他成为朝鲜王 不管什么条件他都在所不惜 他本是无恶不作的京城败家少爷 如今竟要凭一己之力改变历史 很快便把朝鲜和安南国等地拿下 而这种行为很快便引起了皇帝的助力 随后便派人召我入宫 我进了大殿之后赶忙行了跪拜阵 陛下都是点小误会 现在已经解释清楚了 你当真不需要朕替你做主 陛下日理万机 这种小事微臣自己解决就行了 没想到下一秒张公公便拿出一个盒 陛下讲还人头在此 已经消枝好了 我闻言心头猛然一惊 陛下您竟然直接杀了他 锦衣卫不过是朕的一条狗 如果敢有自己的主张 他就该死 我说过会替你做主 谁敢动你朕做你的靠山 朱元璋这明摆着是在威胁我呀 随后便看他朝我走了过来 朕想把你留给云 扶走他成为一个好皇帝 我一看直接明白了陛下的意思 臣一定会为皇太孙鞠公尽瘁 不过还有一件事倒是想问你 把你留给云 你是能帮他处理军务 还是能帮他理财呀 陛下臣乃天下奇才 上能管军 下能理财 所以还是比个心给您吧 这么说你的财富都快比朕的国库还富了 朕可是最恨贪官污吏 我赶忙下跪抱着朱元璋的大头 没想到却直接惹怒了陛下 随即就要派人将我拖出去斩掉 在我的一番求情之后 没想到他竟然偷偷告诉我 做朱允文的户部大臣还是掌军 两样之中只能选一样 而这却让我犯起了危难 下一秒便被一脚踢了出去 好不容易从陛下手中捡回一条命 但是我却没有一点大难不死的开心 因为朱元璋临走之际 告诉我如果想要做忠臣 就不要弄那么多钱 还要求让我在十天之内将家产全部发散出去 在我的软磨硬泡之下 才将时间定到一个月 可是老子辛辛苦苦攒下万贯家产 一个月让我回到赤品 正当我还在为一个月散尽家产而犯难 不让满地买奢侈品也不准送人 不能毁坏也不能存钱庄 那这钱要怎么才能花光啊 正当我在地上满地打滚至极 便看到林放冲了进来 老大听说你不行了 你放屁 真男人不能说不行 随后我便一把将他拉了出去 正当他还在一脸猛逼的时候 宝宝哥哥带你去调研 不对是去花钱 在逛了好几家商铺之后 老大不是说带我花钱 为了逛了半天一件也没买 买个屁啊 我无论买什么 这钱还是一点都没变少 话音刚落便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没想到寒山公主竟直接就朝我冲了过来 这个败家子的财富竟超越了大明朝的国 皇帝听闻此事 不仅没有将他治罪 反而让他一个月之内散尽家财 可如何才能一个月之内花光千万两黄金 而且不能留下任何资产 我带着林放出门逛了好久 却一件商品也没买 因为买下来的东西还是属于自己的财富 钱还是一分都没有变少 就在此时身后有人叫住我 竟是寒山公主冲了上来 我刚把她躲开之后 只见安南国公主便出现在身后 锦龙 我跟你妈叫水里你就谁啊 那我和你爸去太保健被抓进去 你会救谁 两人文言皆是一脸猛逼 没想到此时齐鸾玉竟出现在头顶 锦龙我做腻了可爱的女孩子 我想做你太太 我还做腻了可爱的男孩子 想做你爸爸呢 你们还真是葫芦娃就爷爷 一个一个送啊 此话一出便看到几人直接愣在了当场 随后我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老大 你今天怎么跟吃了火药一样 这么刚烈 你才是刚烈 快给我滚 算了我去买个橘子 你站在这里不要动 等我回来 随后我便独自走进了一家店铺 经过一阵推算之后 一只鸡大概是后市三百块 一天吃二十只鸡就是六天 这么说我的上一身家 吃鸡二十年都吃不完呢 老大 一天吃那么多鸡身体瘦的了吗 肯定瘦不了了 这哪里是吃鸡 分明是在玩命啊 随后便看到凌方给我推荐了许多其他的吃食 我闻言听得一脸猛逼 一念之叉竟然带了个痘逼出来 此时身后一人叫住了我 我随即一把抓住他的手 下一秒直接将他按倒在地 你到底是谁 老大 这次是打错人了呀 是我呀 锦龙 你不记得我了 精灵放提醒后才得知也是以前的败家左河 而黄龟直接指着他脸上的伤就要让我救治 随即两个鸡蛋便带在了他眼睛上 而他此时却对我的操作产生了疑问 鸡蛋可以活血化瘾你就放心吧 你不信我还能信谁 正当我俩准备跑路的时候 却被黄龟直接叫住了 锦龙你也真是 花钱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我 你忘了我们以前是败家组合了吗 这里就是大明如今最奢侈的萧金窟 在这极乐坊里只有你想不到的节目 没有你花不掉的钱啊 我闻言瞬间瞪大了双眼 不知这背后的老板是哪位啊 当得知正是他自己之后 我俩瞬间愣在了当场 随后便要直接离开这是非之地 没想到他便抱着我的大腿直呼猜神 我堂堂国公少爷会贪恋你这里的雍之俗 随即我和凌方便在这种环境下沦陷了 这个败家少爷受到皇帝的命令 要求他一个月之内散尽亿万家财 随后便被曾经的败家好友黄龟骗到了他开的极乐坊内 而我一来便在这里大肆消费 随后便把这里的所有服务点了一个别 临走之际便看到黄龟走上前 锦龙对今天的服务还满意吗 太满意了我们来日方长哦 可下一秒他便让我充值八万八的至尊VAP 我一听瞬间瞪大了双眼 那黄龟还以为我嫌消费太贵 可我是要一个月散尽家财的人啊 而我却随即震涉到 有没有充一次会员费 收费八千八百万的那种 此话一出便看到他直接贵倒在地 还说这些钱连他自己都能卖给我 更别说这区区吉月方了 而我看他为了钱毫无节操 随即带着阿刘就准备离开 没想到却看到林放晕倒在地 你怎么了 我送你去找神医 老大下次再有这种花钱活动 请务必带上我 什么 你难道不要命吗 回到府中之后 便看到林放跟玄姬子一阵吹嘘 而陛下让我一个月散尽家财 这特么比赚钱还难 下一秒便看到穆昂从桌子下面钻了出来 我瞬间被吓得一脸惊苦 没想到他也想要去吉月方体验一番 可以是可以 但是林放去了一次之后 如今只剩下嘴是硬的 别的都软 老大你怎么可以无人清白 而我随即放下了水杯 我决定了 就当年终福利吧 你们想去吉月方体验的 统统走公司账上报销 随即便听到三人连连叫好 没想到林明儿却很快查出了这笔钱的不对 我却只能解释到是公司团建 而他却对公司是什么产生了疑问 下一秒便看到阿刘大呼不好了 只见方施施直接冲了进来 锦龙 昨天有一大笔开箱是怎么回事 做什么用的 而林放此时却想要将我卖掉 我赶忙上前制止了他的行为 赶出卖我 信不信我连夜送你入宫当太监 这才让这小子老实了许多 你们两个搞什么鬼 这笔钱该不会拿去鬼混了吗 绝对没有啊 若是出去花天酒地 就让林放断子绝孙 不是吧老大 这么毒的事你都敢发 而我随即向方施施诉说我遇到的麻烦 既然陛下有力 那就把家财都散了吧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不是吗 所以我现在到处在找花钱的项目呢 而他给我出了好多主意却都行不通 那不如去计刃花调 没想到我下意识地说到这个主意很好 随即便意识到不对 中计了呀 你别跑 我保证不罚你 傻子才不跑呢 被抓到怕不是让我跪榴莲啊 整日在外花天酒地的败家少爷 回到家中却是个严重的气管员 少有不慎就会被罚跪榴莲 林放两人看到我这架势瞬间冷汗直流 看来老大也不容易啊 所以我决定了 我以后不会吊死在一棵树上 沐尔你难道不准备娶妻了吗 娶到贤妻还好 要是娶到汉府 我下辈子不是完蛋了吗 你说的好有道理我竟然无法反过 别说这些了 比起咱们这些小事 锦龙哥才是遇到大麻烦了呀 林放一听一脸猛逼 锦龙哥身家意外 想要一个月花光这些钱 根本不可能完成 那老大岂不是死定了吗 既然如此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老大把钱都转给我 就让这狂风巨浪都朝我一个人来吧 而我听到这话的时候 瞬间露出一脸奸笑 林放我只想对你说一句话 你还是早点娶个媳妇吧 然后我就会对你说 如死后 如妻无养之 如虑也 没想到他却根本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而此时的硬天府内 牛鹤还在密谋着陷害我的计划 牛大人可别小看他 开过第二代薰贵 以此人最为厉害 老虎都有打盹的时候 老夫就不信他能天天去集月坊 随即便看到两人一阵附和 话虽如此 但我们也不能大意 咱们买通奖环对他下手都被他化解了 幸亏骑兄说动陛下斩了奖环 不然万一走漏消息 让李锦龙查到我们就麻烦了 这倒不用担心 一个月内散尽家财绝对不可 他活不到下个月了 这些开国薰贵 就是咱们前进路上的绊脚事 只有解决他们 才能咱们说的算 而一个月的时间如约而止 我再次入宫面见陛下 没想到皇帝一上来 就问我事情办的如何 陛下 臣此来就是交令 臣已散尽家财 这么快就做到 给真兮兮到来 而我随机献上一本作者 陛下一定很好奇 我是如何分配手中的资产 就让臣给陛下好好讲解一下 我把我八百万流动资金 与方效如何做推广 叫投入私数 府里的田产和不动产 大部分都捐给陛下和皇太孙 最后是我生意上的钱 利润一部分捐给国库 另一部分印书和办报 替陛下宣扬得正 百姓定会山呼万岁 深感皇恩浩荡 张公公一看我万亿家产说捐就捐 不禁下出一脸冷汗 没想到朱元璋听后连连叫好 好一个君臣一体 好一个与国同修 紧隆你的奏者 正准啊 而我刚过了皇上这一关 更大的麻烦却接踵而止 平日里无所事事的败家少爷 竟然一夜之间散尽家财 不仅推广教育投入私数 甚至把大明朝博库直接装满 皇帝听闻此事 不禁对我的操作连连叫好 而我刚过了陛下这一关 更大的麻烦却接踵而止 我带着阿刘刚走出宫门 便看到一个蒙面人 再次等候多时 我随即吩咐阿刘守住港口 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看紧隆少爷的气色 应该还不错吧 还行 只可惜要捐出全部家产 以你的本事再赚回来 也用不了多久 而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政府使 听到会跟我继续合作之后 我的嘴角也露出了一丝 久违的微笑 总之保重吧 你我都要好好地活下去 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回到府中之后 方笑如便说我这招已退为敬 把不少人都坑藏了 我文言瞬间瞪大了双眼 你把家财都捐出去 像齐太 黄子诚 牛鹤他们家财泼风 就很有意见 管他们 我又不是人民币 怎么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 而他听到人民币一脸猛逼 其实就是白花花的银子而已 话说回来 岳父你有没有想给陛下捐钱 此话一出便看到 他一口老血喷涌而出 老夫有十八房一太太 数十个儿女要养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论无耻 我只服岳父你啊 而他却直接让我说正事 我把我可能会被外放 练兵的事告诉他之后 没想到他却早就知道此事 这一切都被门外的方师 试听了进去 而沐王一听 我会被外放瞬间一脸惊恐 倒是玄机子看出了这其中的门道 主公本就是武将勋贵 如果手里再有兵权 以主公的性格 怕不是要发财了呀 方笑如一听发财 瞬间两眼放光 你们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我怎么会用军队做胜利 贤婿难道不会吗 那真是太可惜了 总之岳父替我经营好 私塾就行了 没想到他却说 我办的书局太费钱了 倒不如多给他取己防一太 我一看这岳父怕不是没救了 出了方府之后 便看到沐王上前准备跟我道别 不知这次回云南什么时候 才能再见到锦龙哥了 沐王你放心 不管什么时候 这份感情都不会变 没想到他临走之际 还想要我珍唐的春宫图 你还是快走吧 想都不要想 我独自一人回到了家中 没想到我那老爹如幽灵一样出现 差点没把我下巴惊掉 田一老爹 你干嘛在这里装神弄我 随后便被他叫到了屋内 亏你还知道叫我爹 说了这么大的事怎么不告诉我 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 我赶忙向我那老爹认错 下一秒我便被他的操作直接吓傻 少年竟当众把开水 倒在自己老爹头上 原本以为这次起码要少半条命 没想到下一秒 我那老爹竟给我跪了下来 我闻言瞬间愣在了当场 老爹你到底要干啥呀 儿子你要外出练兵的事情 应该早点告诉我 我原本是觉得兵凶占威 怕他老人家担心 没想到他竟然觉得 这么好玩的事情 应该早些告诉我 论带兵还活着 老子说大名第一谁敢辜负 说着就要把他 毕生所学的兵法传授于我 我闻言瞬间瞪大了双眼 下一秒便看到 他在怀中一阵摸索 随即一本老子兵法 便出现在手中 我看着眼前的 树枝呼好家伙 这老子兵法 莫非是太上老军血呢 没想到竟是我老爹 独创的毕生所学 而我闻到眼前 树中的味道 感觉有些奇怪 竟是被我老爹 一直带在身上而包浆了 我一听转身就要离开 却被屋外的一个声音叫啄 而我随即被方 诗诗带到了后花园 没想到他却在我面前 吃起了鸡腿 我这是找了个吃货媳妇吗 而我看到他这个样子 甚是古怪 你刚刚说我怪什么 那肯定是怪可爱的 而我那老爹 却在远处观察着我的情况 随即便看到 阿刘出现在身后 差点没把我那 做贼心虚的老爹 当场吓死 下一秒便看到 大部队竟然都来了 而方诗诗 却在问我去 胡广练兵的事情 没想到他已经知道了 锦龙你为什么要这样的 我们才成婚 你就要离家远行吗 而我也只是出于无奈 那个未来已经快要来了 在那之前 我必须掌握军权 才能自保啊 难道不能把生意 分给黄太孙吗 何必要去外地练兵 诗诗你要相信我 我今天走的每一步 都是为了变得更强大 没想到他却是个绝世引力 不仅没哭 反而思路轻奇 嘘寒问暖 不如要一笔巨口 你还是先把公粮交一下吧 而胡编的几人 听闻瞬间愣在了当场 到了第二天 阿刘便抱着我嚎啕大了 少爷 我这就去请神医 我刚想拦住他 只听扑通一声便倒地不起 而此时的皇宫内 朝廷众臣听闻 我已经上交家财 全都在背地里暗暗庆兴 听说这次不仅是破产 陛下还有意将他踢出京城 好像说是去湖广练兵 以后黄太孙那边 就是我们说的算了 而我破产的消息 很快便在京城传开了 牛二得知此时心情大好 正当他在街上闲逛的时候 只见一群墙头草便围了上来 牛二随机提醒他们去不醉不归 而他们刚刚走进一旁的酒馆 一进门便直呼冤家路窄 下一秒便差点把他下巴惊掉 大明朝首富一夜之间 捐进亿万家财 原本以为会受到万人敬仰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无尽的嘲笑 就连昔日的好友见了面 都想把我踩在脚下 还声称只要叫爸爸便给我一些失手 正当他一脸责义的时候 只听见身后一人叫住了他 你是不是当老妇不存在啊 下一秒便看到我的股东全部出现 牛二一看一个都惹不起 吓得他瞬间软了下来 小牛你说你何必呢 每次都说最狠的话 挨最毒的打 而他随即便被吓得瑟瑟发抖 你们下手轻点 可别把他打坏了 主公放心 最多打个生活不能自理 我文言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诸位我提议我们还是换个地方喝茶吧 到了地方之后 我便向他们吩咐起来 我不再舍过生意上的事情 下一秒便看到郭震直接站了出来 随即便直接被打赏了 记住咱们生意现在是不挣钱的 挣的钱除了孝敬功能 剩下的都要投到报纸和教训上 郭震一听直接站出来问他的钱咋办 急什么 账面上虽然没钱 各位的分红倒是一分都不会少 足够你们花天酒地了 只见他听后抱着我的大腿都撒手 随后便被我一脚踹了出去 下一秒房门被突然踹开 只见安南公主直接冲到了我怀眼 差点没把两位股东当场气死 而听到他说起来了和我的终身约定 直接就要上前将我吊起来打 贤婿 你泡妞真是有老夫当年的风范了 你快给我说清楚 我什么时候和你有终身约定 哥哥不是说要帮我除掉全城 然后一起看星星看月亮 我闻言瞬间愣在了当场 帮你去除全城还好 看星星就免了吧 当我不知道你们安南独宠猛兽多 还看星星 我看是蚊子把我抬出来 听我说完这些便看他直接哭了起来 我出京式练兵 有了军队不就可以帮你打坏人了吗 只见他听后瞬间瞪大了双眼 一个劲的给我说谢谢 玲玲儿和寒山刚松了口气 下一秒便差点没被直接送走 而安南公主刚跑出房间 李方远便在此等候多时了 听到天分已经打听好了之后 也是松了口气 我随后便独自来到了城门口 因为今天是穆王回云南的日子 锦龙哥我只是回云南 你怎么说的跟生离死别一样 在一阵寒暄之后 穆王踏上了云南之路 穆王你可一定要保重啊 因为史书记载大明正统十年 穆王在云南逝时 这次离别或许就是永远 而此时只听远处马蹄声传来 竟然是燕王冲了过来 锦龙是知道我今日离京 特地来送行的吗 还没等我做出回应 你我兄弟一般 改日回京再找你喝酒 那就祝锦龙练兵顺利 或者有机会你我可在北平喝酒 我嘴上回应着会有那一天 下一秒便看到他率兵迅速地离开 没记错的话 还有一两年朱元璋就驾崩了 到时候朱允门登基 薛藩就要开始了 这个败家少爷捐献了自己的亿万家财 却还被陛下发配到胡广练兵 此行必是万般凶险 从现在距离静难也只有三年时间了 随即便看到齐鸾玉突然出现 锦龙你刚才说的什么难 而他的突然出现差点没把我吓死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我是送燕王离京啊 所以说你刚才说的是什么难 问题这么多 你是十万多为什么 没想到他看天色见网 还想让我送他回家 你肌肉比我还壮用地找我送 此话一出便看到他愣在了当场 随后我便带着阿刘离开了 回到家中之后 我老爹听闻穆王离京了 再过几日我也会离开京城 便在房间里哀声叹气 老爹你当时把衣服穿好啊 都深秋了你不冷啊 而当我看到他脖子上的草迷 差点没把我下巴紧掉 没想到他还把这当作一种娇 我一看我老爹这生活如此滋润 也是放心下来 下一秒便看到被我后妈满怨地追着跑 随后便被按在地上摩擦 而我随手递上去一把菜刀 该出手时就出手 可不能惯着他哦 我那老爹一看瞬间老泪纵横 随即便被揍得奄奄一息了 而我此时却听见墙后有人叫我 下一秒便看到齐鸾玉钻了出来 你这次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没想到他竟然说想要跟我去练兵 我义正言辞地拒绝之后 刚准备离开便被他叫住了 锦楼你出去练兵 家眷得留在京中 你宫生一人在外地 难道就不会空虚寂寞冷吗 而我早就看出了他的意识 不管他说什么我也只能拒绝 此时一个家丁走了上来说到有一件大喜事 下一秒便看到公本直接冲了过来 而齐鸾玉瞬间想起了以前的往事 这么猥琐的浪人你收了干嘛 要不我推荐几个师妹给你 而我随即说到他的长处是短小精干 此话一出便看到公本差点原地去世 没想到他还感谢我给他的这个优点 下一秒便被我俩按在地上摩擦 到底有什么好消息 要是敢放空炮 小心少爷我重反 没想到他却说把我之前卖往日本的一船古董已经回来 我还没明白是什么意思 主公发财了 您的古董将军大人十分喜欢 这一趟足足赚了五百万 而我一听到五百万差点没直接裂台 回到家中之后便再次得了重病 方施师赶忙上前问我怎么样了 而我此时却说不上来的难受 下一秒一个喷嚏打出 看来我这病是好不了的呀 夫君现在那么怕便有钱吗 而我此时的心情又有谁能懂得 败家少爷刚刚散尽家财 一夜之间竟偶然得知自己赚了五百万 而他不仅不高兴 反而得了一场大病 夫君现在那么怕便有钱吗 还是我对钱喜欢的不行 但现在只剩下不行 方施师听后一脸疑惑 陛下不希望大臣的钱比国库还多 这几年我是做不了资本家了 没想到他却根本不知道资本家的意思 我随口解释是行党天下权 罪问美元吸那种人 却被方施师直接抓到把柄 下一秒便抡起拳头 给我进行了一波教育 随后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林芳看我这样子瞬间一脸惊恐 放心死不了 幸亏少爷我是练过的 我是做了什么腻 这钱怎么就花不完呢 没想到林芳却想取而代之 我随即让八图将两人拖了下去 而此时的一触酒馆面 牛二还在吹嘘可以吊打我 身后的人一听差点没原地去世 下一秒便看到郭震走了出来 刚准备吟师一手便被我打断 牛二看到我瞬间软了下来 小牛啊 你说我们的关系怎么样 那不就是虐与被虐的关系吗 说得好 我很赞同你的探法 随即便看到他哭着向门外跑去 随着脚下一板 直接重重地摔在地上 下一秒便被我的手下直接拖了回去 一进门便对着我连连求饶 你想到哪里去了 我是要给你钱了 出了门之后 便看到郭震走上来问我为啥要把五百万给牛二 我随口说了一句乐善好施 只见郭震扑通一声跪到地上 抱着我的大腿就要我也施舍他一点 我一看直接一脚将他踹了出去 每年给你的分红都那么多 竟然还在我这里装穷 没想到他却说两袖清风存不下来钱 要不我让韩山给你家公主说说你有多少钱 下一秒便看他连连求饶 看他这么能屈能伸我也不太好追究 那几个老将想算计我 少爷我可不是吃素的 老大你这是怎么知道的 你要记住才可通水 而在京城除了陛下 没有人比我更有钱 人人都称我为京城第一败家子 可我也是活生生的财神爷 而我随后便带人来明月楼花天酒店 刚坐下准备喝几杯花酒 下一秒便看到齐鸾玉出现在平后 一开口径还是要我带他去练兵 怎么哪里都有你 给老子滚了 而我随后便来到东宫拜访朱云文 没想到他一开口便说这外方练兵一事帮不了我 而他回头一看瞬间一脸惊口 我正在为你担心 而你却在我这里烤肉 当我递上去一块排骨他却没当回事 亏我还在为你担心 你竟然把心思都放在吃上 明以食为天 不吃饱怎么有力气干活 而朱云文竞当场和我大吃了起来 身为大明朝的皇孙却从没吃过烤肉 一口下肚便看到他连连叫好 这烤肉怎会如此美味 说着便要我多烤一些一次吃个口 要是有冰冻啤酒 一边撸穿一边喝酒就更好了 随即便看到他一脸惊 而我也很难跟他解释 吃完之后便见他露出一副享受之情 平时都要让太监侍女吃不到好东西吧 对爱这皇宫内肯定没你自缘 锦龙你现在是在想什么呀 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太过自由了 可能会肆意妄为 怎么会呢 你我兄弟一般 我不能做的事你替我做 说着便嘱咐我一定要好好练兵 我今天来就是想跟你道别 若没有别的事情我就要走了 锦龙其实练兵应该也不太难 确实不难只是有点凶险 那边盗贼横行时有叛乱 去了大概就跟坟头蹦迪差不多 先去试一下吧 如果不行我再帮你调回来 就怕试试就会去世啊 下一秒便看到他一脸惊猛 好了我是跟你开玩笑的 以我的本事自然可以横扫道 让他们鸡犬不宁 话音刚落便看到黄紫诚和齐太走进来 黄大人不知有何建教啊 建教不敢当 就是教你做人的规矩 朱允文正准备帮我辩解 便看到黄紫诚正色道 李锦龙为人贪财好色又以败家闻名 黄太孙还是离这种小人远一点为好 而我却根本没当回事 正当他准备将我拿下之时 只听咔嚓一声便见他倒地不起 黄蛋毒你可不能死啊 齐侍郎如果再压下去 他就真的死了 而他看到自己踩的地方 瞬间瞪大了双眼 说着便要将我给收拾了 齐侍郎鸾玉说想和我一起去练兵 下一秒便见他直接跪了下来 还要求我赶紧把他女儿带走 下次回京给他带十个八个外孙回来 这你让谁做得到啊 我随即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什么兵部侍郎 一个个抢着要把女儿塞给我 话音当落便看到齐侍郎鱼突然出现 好久不见 景龙有没有想我啊 没有 明明昨天才见过 没想到他却已经知道 其他要我带他去练兵 那只是你老爹嫌你在家 影响他找女人而已啊 此话一出便看到他差点被我送走 总之 没事的话离我远点 景龙父母之密 媒妇之言啊 你可别这样 我老爹可没同意 随即便看他直接扑到了我怀里 快松手 你准备抢买抢卖啊 好不容易将他打发走 我却总感觉哪里不对 正当我愣神之际 便看到郭震突然出现 贤弟 愣开车我指服你啊 你是鬼啊 想吓死本少爷啊 说着我便带着阿刘准备离开 景龙等等啊 我找你是有正经事 大明朝驸马竟要请一个败家子帮忙 而我看他的样子便知道肯定没好事 他却跟我谈起了以往多年的交情 我文言瞬间愣在了当场 不会是败家坑爹组合吧 随后我便被他请到了府上 只见他上来就吹嘘起他家里的富贵 你说的不会是这种吧 此话一出便看他火冒三丈 随即向我展示他的家庭地位 而我随便指了一下他的身后 郭震文言心头猛然一惊 下一秒便看到他抱着丫鬟的大腿连连求饶 反应过来之后直接愣在了当场 大胆 你个小奴婢居然敢冒充公主 话音当落便被我一脚踹了上去 欺负下人这算是什么本事 我们是兄弟 你居然为了下人打我 老子可没有欺负弱小的习惯 这是我被黑得最惨的一词 那当年我和欺压百姓的到底是谁 我文言直接愣住了 你还是赶紧说正事吧 不然我可是要走了 没想到他竟然想把公主交给我 我原本还以为他是想拖七线女 而他却是一脸的疑惑 我随即解释是乳气无养之 乳绿也 解释得这么清楚他却还是不懂 就这水瓶还坐哪门子时啊 下一秒便听到一个声音叫住了我俩 回头一看竟是勇家公主 朱元璋的第十二女 我一看瞬间脸色通火 随即便看他上前要让郭震交功课 郭震却直接被吓得瑟瑟发抖 而我一听九次差点没把我下巴惊掉 要扎兄弟你可要保重啊 把郭震打发走之后 而他随即注意到一旁的我 我正准备找个理由就准备开溜 他却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郭震你快回来 乳气我拖不动 锦龙别装了 大家都是千年的狐狸 跟我玩什么聊债呢 你想我了吗 我刚想让郭夫人自重 没想到他却说我之前叫他小甜甜 我听到这个名字直接愣在了圆堆 说着就要给我心脏老张一起算 你们姐妹俩的癖好为啥如此等于 郭震还以为我这次凶多吉少 急忙来到门前查看情况 看到眼前的一幕差点没把他吓得惊掉 直呼闪下了他的太合金苟眼 正准备上前理论 只见勇家公主一声慕好 便把他吓得仓皇而逃 临走时还不忘提醒我保重 下一秒我便被勇家拉了过去 我瞬间被吓得冷汗直流 我只是想你了 所以才让郭震那个傻子把你叫来 傻子 我看他不都快成五大郎了 下一秒他却准备给郭震送药 我赶紧拦住了他 我可不想当西门沁了 猛然感觉手上感觉不对 吓得我连忙道歉 没想到他却一把将我拉了过去 正准备对我实事不顾 只见房门突然被踹开 竟是寒山公主冲了进来 我给大明朝驸马戴了顶绿帽子 可他不但不生气 反而跟我称兄道弟 正当勇家公主要对我图谋不轨时 只见房门被突然踹开 竟是他亲妹妹寒山公主冲了进来 看着眼前的情形 差点没把他当场气死 而我看到救星来了 赶忙躲到身后 没想到两位公主敬畏了我大打出手 这操作把我看得目瞪口呆 正当我准备上前劝家 一块衣服便掉到了我头顶上 而我看到眼前的战况之后 一口鼻血喷涌而出 冷静下来之后 才得知今天竟是寒山 让他姐姐请我来的 可我却根本不相信这套说辞 你直接找我不就好了 为什么要通过远家 锦龙有件事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想跟你去练兵 我一听直接愣在了当场 没想到他却说有一个 当经过你英雄的梦想 女孩子要梦想做啥呀 人要是没有梦想 和咸鱼有什么区别 寒山镇你就大错特错了呀 人如果没有梦想 跟无忧无虑有什么区别 两人思考之后 竟觉得挺有道理 努力未必成功 但躺平一定很舒服 说完我便头也不回地走出去 而我表现出的悲伤 正是装出来的 跟少爷我玩心眼 诱拐公主可是死罪呀 随后我便来到了蜀王府 一进门便欣赏了一轮节目 不得不说蜀王的节目 确实练得有声有色 随后他便带我出门喝酒 一开口便知道 我今天是来辞行 我如果去湖广练兵的话 说不准还要找蜀王帮忙 而他听后瞬间瞪大了双眼 我听说当地吐司是有叛乱 恐怕是 而他一听我想要接兵 直接开始找各种理由推脱 而我直接受到有一个发财大忌 瞬间让蜀王秒变舔狗 我知道从云南至藏 有一条茶妈 只要将严查倒卖过去便是暴力 等我练兵有成便可出兵 为这条伤到护航 没想到蜀王一听 直接给我跪了下来 拉着我的手指呼才神移 看来有钱能是鬼推磨果然不假 正当我密谋着我的如意算盘 便看到徐辉祖静走了过来 没想到他已经打通了 朝鲜到窝国的海埋 还声称可以让大明水士帮我送火 我一听这不是又要发财了 反应过来之后便赶紧提醒他 一定要低调 很快便到了我离京之日 收拾好东西之后 方诗诗便开始叮嘱我一些事情 还担心我出门在外 被其他女人诱惑怎么办 我一通山盟海誓刚收出去 便看到齐鸾玉从我身后走了过去 而方诗诗却瞬间翻脸 正当我以为要小命不保时 没想到他却说齐鸾玉武功高桥 有他陪着他也会放心 话音刚落便看到阿刘航我上车 看到车内的情形 吓得我赶紧拉上了车帘 这个败家少爷 仅仅是被发配到湖广练兵 却在出发前意外频发 刚在老婆面前扇蒙海誓一番 随即便看到阿刘航我上车 而我刚拉开车帘便把我吓得不轻 而此时方诗诗指着我的背后 我刚一转头便直接撞到了 寒山公主的胸口上 下一秒便一把将我拉了过去 尽管我赶忙将她推了出去 而此时方诗诗却脸色大变 我刚准备求饶说我是青睐的 只见车内的三人直接掉了出来 随即便被方诗诗直接拉走 下一秒便看到林芳向我打招呼 没想到他还带了一个人来 我一看竟是黑衣宰相导演 而他一来便打听起 是不是有一个道士在这 我当然知道不能让他与玄机子见面 刚准备将他打他走 没想到玄机子竟自投罗网 而导演看到玄机子瞬间暴露 一把扯下脖子上的蝉珠 就准备一叫高下 导演是燕王某子 玄机子是我的智囊 然而他俩竟有不共戴天之仇 少爷我身边又是一群猪队友 这不是逼我跟燕王这么硬刚吗 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 只听远处传来皇太孙驾道 导演一听正准备躲到我的马车上 却直接看到了寒山公主 而朱允文却注意到了我马车上的动静 我刚准备辩解一番 没想到马车上再次传来一声惨叫 朱允文当即决定要一探究竟 正当两人以为这次要完蛋了 没想到朱允文却无论如何都拉不开车脸 我赶忙上前劝他收手 没想到他却直接翻脸 下一秒便看到一只靴子直接砸到了他脑袋上 我一看瞬间一脸惊恐 随即便看到玄机子在远处哈哈大笑 道长你这是要玩死我呀 而朱允文刚刚缓过神来 我便赶忙解释到刚刚是晕车的缘故 而此时的张公公却注意到了头顶的靴子 下一秒便被当头一捶 我随即将朱允文包扎好伤口 并嘱咐皇太孙日理万机一定要注意身体 只听远处传来 送陛下旨意送李锦龙去湖广练兵 朱允文一听陛下的轻差来了瞬间一脸惊恐 说着就要上我的马车躲一躲 刚一上车我就意识到了什么 正当我愣神知己 便看到蜀王缓缓走了过来 我还在疑惑刚才说奉陛下旨意是怎么回事 没想到他是用这个借口偷偷出来的 我一听差点没给我直接送走 正当他给我续航问暖的时候 陛下派我等送锦龙一场 而他一听真有钦差瞬间被吓杀 当即决定去车上躲躲 你们这是要凑一桌麻将吗 而此时车上的三人早已做好了准备 只见蜀王刚进来便直接愣住 而远处却看到我的朋友们要来给我送行 你们不在家干活跑出来干啥呀 朝廷重臣为了给败家少爷送行 不惜顶着掉脑袋的大罪谎称奉陛下之命 我一听瞬间被吓傻 还没来得及找他们算账 便听到身后传来一声 陛下驾倒 吓得几人赶忙往马车里钻 只见朱元璋朝我缓缓走来 我刚准备行李 马车上发出的动静便吸引了他的注意 我赶忙上前挡住了马车 还没等我做出解释 只见车内几人便被踹了出来 皇帝一看瞬间瞪大了双眼 而我却直接被吓得晕了过去 随着马车缓缓开始出发 我便踏上了这次的征程 等我醒来之后 便看到阿刘在一旁问我怎样 而我却只是用诈晕这一招 每个陛下生气 如果被陛下看到那么多君王在我车上 我几个脑袋都不够砍的 话音刚落便看到几人连连叫好 而我一看到他们便再次晕了过去 幻觉 这一定是幻觉 冷静下来之后 发现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你们怎么还在车上 我们的侍卫都吓跑了 只好蹭你的车了 那我堂堂皇太孙 总不能走路回去吧 对啊 如果遇见刺客了怎么办 救命啊 坏来人把这几个人给我送回京城 好不容易将朱允文和蜀王打发走 没想到寒山公主却死都不回去 还声称如果让她回去 她就要告诉皇帝是我把她掳走的 正当我愣神知己 便看到她一把将我拉了过去 而一旁的骑鸾鱼一开口 差点没把我下把惊鸾 正当马车在山路上飞速行驶 而此时的徐辉祖竟然还在车底上挂着 贤弟 你不会是把我忘记了 远处的山贼注意到我已经出城 立刻命令一旁的小弟去摇人 想要狠狠地敲诈我一步 随着我一个喷嚏打出 只见马车突然来了个急刹车 差点没把我直接电了下去 你们是怎么驾车的 是不是要害死少爷我 而我看到眼前的情形直接愣在了当场 只见前方被大批山贼拦住了去路 抓住李锦龙 大家一起吃肉 给我杀 有我草原雄鹰八图在 我看谁敢 八图的出现把他们几人吓得目瞪口呆 别怕我们人多 直接上啊 话音刚落便看到两个喽啰直接冲了上来 没想到八图竟直接硬扛了两人的攻击 正准备将两人给收拾了 下一秒却直接被山匪头子来了个背后偷袭 眼看八图直接